契丹主乘西车走时于礼,追兵及,或一坨坨,乘之而走。 诸将请及追之。 杜威扬言曰,逢贼信不死,更所依囊邪,礼守真曰,两日人马可胜,经得水影之,皆足重,难以追寇,不若全军而海,乃退保定州。 契丹主治幽州,散兵烧集,以军师立,仗其酋长各数百,为赵严寿的免。 以筹,诸君自定州隐归,赵以太州立定州。 下,四月,新四,地发禅州,甲生,海大梁。 几丑,赵以夜都为天雄君。 敏张汉珍至福州,攻其东关。 黄人讽闻其家一灭,开门栗战,大破敏兵,直汉珍,入城,斩之。 卓严明无他方略,但于殿上汛水散斗,做诸法事而已。 又浅使迎其赴于莆田,尊卫太上皇。 礼人达济立严明,自盼六军诸卫士,使皇人讽屯西门,臣济寻屯北门。 人讽从荣卫济寻曰,人之所以为人,以有忠,信,人,义也。 无寝常有功于复杀,中间叛之,非忠也,人以从子托我而与人杀之,非信也,属者与建兵战,所杀皆相取故人,非人也,弃妻子,使人于肉之,非亦也。 此身十尘九福,此有余愧。 殷腑殷痛哭。 祭徐曰,大丈夫殉功名,何故妻子。 一致此事,勿以取获。 人达闻之,使人告人讽,祭徐谋反,皆杀之。 尤士兵权尽归人达。 五月,秉申朔,大赦。 顺国节度使度威,九正恒舟,性贪残,自是贵妻,多不法。 美已被边未明,连利明前薄已冲私藏。 父侍有真或或明书,俱马,皆卤取之,或巫以罪杀之,即美其家。 又未诺过甚,美契丹树时其入境,威以闭门登皮,或树其躯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威但真目眼谨望之,无意妖取。 尤士鲁魔所忌惮,属臣多位所图,威尽不出一族就知,千里之间,抱骨如莽,村落殆尽。 威见所不残毙,为众所愿,又为契丹之强,内表请入朝,地不许,威不四报,巨伟正入朝,朝廷闻之,惊海。 桑维汉言于帝约,威顾为朝命,善离边镇。 居长平氏勋轻,要求姑息,即将场多事,曾无守欲之意,已因此时废之,恕无后患。 帝不悦 维汉约,陛下不忍废之,宜寿已进京小镇,勿赴尾以雄藩,帝约,威,镇之密卿,必无意志,但宋国长公主切玉相见尔,公勿已为仪,维汉自是不敢赴言国事,以足及此位。 秉承,威至大梁。 秉承,李仁达大粤战士,请着严明临世。 仁达应叫军事突前登阶,刺杀严明。 仁达阳京,狼狈而走。 军事供职仁达,史居严明之作。 仁达乃自称威武留后,用宝大年号,奉表称藩于唐,亦遣时入供于境,并杀严明之父。 唐以仁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张氏,赐名红义,编之蜀吉。 红义又遣时修好于吾越。 仁达,杜威,杜威县部区部齐和四千人并凯障,更深,又献素十万胡,除二十万数,云皆在本道。 仁达以其所限其兵力护胜,不兵力护国,威父请以为衙队,而秉赐接养县官。 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节月,帝许之。 唐兵为剑州,旅破全州兵。 许文整拜唐兵于厅州,执其江石后清。 六月,鬼友,以杜威为天雄节度使。 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编民徒的,契丹人处亦多死,国人厌苦之。 树律太后为契丹主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辱何故欲为汉主,曰,时事复恩,不可容。 太后曰,如今虽得汉的,不能居也,万一搓跌,毁何所及,又为其群下曰,汉而合的一项眠。 自古诞文汉何番,魏文番何汉?汉而果能回忆,我亦贺喜与何? 桑维汉旅劝帝父亲何于契丹遗书国患,帝甲开封君将张辉供奉官,使奉表称臣义契丹,悲词谢过。 契丹主曰,使景严广,桑维汉自来,仁歌阵,定两道立我,则可合,朝廷以契丹与愤,为其吾合意,乃之。 及契丹主入大梁,为李松等约,向使径使再来,则南北不战矣。 秋,七月,闽人获告福州援兵谋判,闽主严正收齐凯障,浅海,福兵于爱,尽杀之,死者八千余人,辅其肉已归位时。 唐边稿拔行舟,查文辉之党未曾,逢严己,严鲁以诗出有功,皆踊跃赞成之。 征求公义,府库未知浩劫,红、饶、府,信之名有苦之。 严正浅使奉表称臣于吾越,请为附庸以求救。 楚王西范一静将节度使监视中,知朗周西稿的人心,浅人似之。 西稿巨,称吉求归,不许,浅一网是吉,因毒杀之。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百八十四资质通简。 卷二百八十五后进季六卷二百八十六。 姐妹计划,数据像。 起沾蒙大荒落八月,进柔照端赃,凡一年有期。 其王下开运二年,以四,公元九四五年。 八月,夹子朔,日有时之。 丙音,又蒲舍兼中书侍郎,同平张氏,和您罢守本官。 家书密使,户部尚书逢玉中书侍郎,同平张氏,事无大小,惜以为之。 帝子扬城之节,为天下无余,交齿一胜。 四方贡献真旗,皆归内府。 多造契丸,广宫室,重室后庭,尽朝末之吉。 坐之锦楼已知第一,用之功数百,积年乃成。 又赏赐幽灵无睹。 桑维汉剑曰,向着陛下轻欲狐寇,战事重伤者,赏不过伯数端。 经幽人一谈一笑称指,往往赐树薄,万钱,锦袍,银带,笔战事件之,能不绝望,曰,我曹茂白刃,绝经者谷,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如此,则士族解体,陛下谁与谓设计乎。 地不听。 冯玉美善成淫帝义,游氏亦有宠。 常有吉在家,帝魏诸宰相曰,自四史已上,似逢玉出,乃得除,其已认如此。 玉成氏弄全,四方路移,扶凑其门。 游氏朝政亦怀。 唐兵为剑舟祭九,剑仁离心。 或为董思安,何早则去救,思安曰,无事是王室,为而叛之,天下其谁容我,众敢其言,无叛者。 丁亥,唐先锋桥道史上元王剑锋仙登,遂克剑舟,敏主颜正将。 王忠顺战死,董思安整重奔泉舟。 初,唐兵之来,见仁苦王氏之乱与杨思公之重脸,征伐木开道以迎之。 急破剑舟,纵兵大略,焚宫势如舍俱进。 世系,汉语,冻死者相枕,见仁失望。 唐主以其有功,皆不问。 汉语,汉语,冻死者相枕,红亚。 汉语,沙语,沙语,王继勋以泉舟,王继臣以张舟,接降于唐。 唐智永安君于建州。 秉身,以西津留守监视中景延广冲北面形迎赴招讨时。 殿中间王氢作权之恒州市。 惠伐君储,照氢作扩敌民宿。 杜威有素食于万胡在恒州,氢作举及倚文。 威大怒,表称,臣有何罪,轻作极媒臣宿,朝廷未知兆轻作孩,人后赐威以为安之。 悟生,致威信君于曹州。 浅世为马步兜指挥使礼守真树禅州。 以华,浅张德杰渡使张燕则树恒州。 汉主杀刘思朝,林绍强,林绍良,何昌炎。 以左仆社王林长与高祖牟利洪昌,出魏英州刺史,魏智,刺死。 内外皆具不自保。 东,十月,鬼四,致正安君于晨州。 唐元晋宋太后卒。 王延正晋精灵,唐主已为羽灵大将军。 展阳思公已谢贱人。 以百圣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 崇文智已宽简,贱人遂安。 初,高丽王剑用兵吞灭邻国,颇强大,因胡森瓦罗言于高祖曰, 渤海,我昏英也,其王为契丹所录,请与朝廷共挤取之,高祖不报。 吉地与契丹未愁,瓦罗赋言之。 地狱使高丽扰契丹东边已分齐兵士。 会见簇,子武自称权之国事,上表告丧。 十一月,勿须,以武为大义军使,高丽王,潜通是赦人郭仁玉使其国, 玉之使即契丹。 仁玉至其国,见其兵即弱,向者瓦罗之言, 特见魏夸诞尔,时不敢与契丹未敌。 仁玉海,武更以他故未解。 仁玉,吴越望红左朱内兜兼使渡昭达,几位,朱内崖上统军使明周刺使看凡。 昭达,见辉之孙也,与凡皆好获。 前唐妇人陈昭月以获洁二人,得是红左左右。 昭月为人缴宁,王月之,宠呆于于旧江,凡不能平。 昭月之之,亦凡遁守谢罪,凡则让久之,乃曰,无使者绝欲杀辱,经济悔过,无意是然。 昭月聚,谋去凡。 凡专而弊,国人恶之者众,王亦恶之。 昭月欲出凡于外,恐凡觉之,思未又统军使胡靖思曰,经欲除公及凡各位本周,使凡不宜,可乎,靖思许之,乃以凡未明周刺使,靖思未胡周刺使。 凡怒曰,出我于外,是弃我也,靖思曰,老兵的大舟,性已,不行何谓,凡乃受命。 继而复以他顾留靖思。 继而复以他顾留靖思。 内外马步兜统军使前仁俊母,渡昭达之姑也。 昭月因赠凡,昭达谋奉仁俊作乱,下欲锻炼成之。 凡,昭达记诸,夺仁俊官,忧于东府。 于是昭月至看,度之党,凡权位与己谋,一所记者,诸放百于人,国人为之策母。 胡敬思众厚寡言,昭月以为杠,故独存之。 昭月收仁俊故立圣温其,使证仁俊之罪,考略备至。 温其坚守不屈。 洪左加之,卓位国官。 温其,渠州人也。 十二月,以仇,家吾越望红左东南面兵马兜元帅。 昭月,以前中书社人广静英彭未给世中,书密直学士。 彭,冯玉之党也,朝廷没有签除,玉皆与彭一之。 游士请叶路仪,充满其门。 初,帝集魏平,惠正旦,书密使,中书令桑为汉浅女仆入宫起居太后, 因问,皇帝瑞进读书否,帝文之,已告冯玉,玉英赠为汉有费力之志。 第一之,李守真宿恶为汉,冯玉,李燕涛与世。 守真合谋牌之,以中书令形开封引照迎柔而易志,共建以待维汉。 丁亥,霸为汉正式,为开封引。 以银为中书令,李松为书密使,守世中。 维汉岁称族籍,西附朝夜,杜绝宾客。 或为逢玉曰,桑公元老,经济解其输物, 纵不留之相位,由当忧以大藩,奈何使之隐经, 轻为细之误乎,欲曰,孔其反而,曰,如生安能反,欲曰, 纵不自反,孔其叫人而。 楚相应楚世代言,为师多积赐,楚王西范求之。 天侧父都君使丁丁丝锦上书切剑,西范消其官绝。 唐其王锦达府属谢众宣言于锦达曰, 宋其丘,先帝不依之交,经弃之草来,不厌重心, 锦达未知言于唐主曰, 其丘肃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为名, 唐主乃使锦达自至清阳赵之。 齐王夏开运三年,秉武,公元九四六年。 春,真月,以祈求为太父兼中书令, 但奉朝请,不欲正事。 以朝五节度使李建勋为右蒲舍兼门下侍郎, 与中书侍郎逢言己皆同平章事。 建勋练习历事,而诺切少段。 言己公文词,而搅拧,习大言,多数捧党。 水步郎中高岳,上书指言己兄弟过饿, 唐主怒,扁阅其周思事。 初,唐主至宣正愿于静中, 以汉林学士,给世忠常梦兮领之, 专点机密,与中书侍郎延续皆中之无私。 唐主为梦兮曰,大臣为延续中立, 然无才,恐不慎祈党, 轻以左右之,为己,梦兮罢宣政愿, 续一出为池州观察时。 梦兮于世已及纵久, 不赴于朝廷事。 续,可求之子也。 二月,仁虚朔,日有时之。 静昌节度使监视中赵在里, 更立时镇,所致贪报, 加资为诸帅之罪。 帝立其父,三月, 更生,为皇子镇宁节度使延续娶其女。 在里自费明前十万, 现官之费,数倍过之。 延续吉地严宝, 皆高祖诸孙, 帝养以为子。 唐泉州赐使王继勋制书修好于威武节度使力弘义。 弘义以泉州固立威武军, 怒其抗礼。 下,四月, 浅帝洪通将兵万人罚之。 初, 朔方节度使冯辉在灵州, 留党向酋长拓拔彦超于州下, 故诸部不敢未扣, 即将罢阵而纵之。 前章五节度使王令温带辉朔方, 不存辅枪, 胡, 以中国法神之。 枪, 胡怨怒, 接盼, 敬畏扣钞。 拓拔彦超, 石存, 也撕包三族, 共攻灵州, 杀令温帝令州。 悟武, 令温上表告集。 全州兜兜挥使刘从校尉赐使王继勋约, 李鸿通兵士甚甚, 士族以使军赏罚不当, 莫肯立战, 使军已避位自省, 乃被继勋归私地, 带领军辅士, 乐兵及李鸿通, 打破之。 表文于堂, 堂主已从校尉全州赐使, 赵继勋还精灵, 遣将将兵述全州。 喜张周赐使王继承为何周赐使, 听周赐使许文整为其周赐使。 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 土人驻宝于山上以壁湖口。 宝中有佛舍, 尼孙身一居之, 以妖术获重, 严世颇艳, 远近信奉之。 中山人孙方简及地行有, 自言生意之直, 不饮酒食肉, 是生意甚景。 生意醋, 方简四行其术, 称生意作画, 言世, 视之如生, 其图日资。 慧敬语气丹绝好, 北边富翼繁重, 寇道充斥, 明不安其夜。 方简, 行有英帅相礼豪见者, 据四位债已自保。 契丹入寇, 方简帅重邀吉, 颇获其甲兵, 牛马, 君资, 人妾家网一支者亦众。 九支, 至千余家, 遂为群道。 据魏力所讨, 乃归款朝廷。 朝廷一支其遇寇, 属东北招收指挥使。 方简时入气丹竞超略, 多锁杀祸。 既而要求不已, 朝廷小不复其意, 则举债降于契丹, 请卫相道已入寇。 石河北大基, 明二死者所在以万数, 眼, 蕴, 仓, 背之间, 盗贼风起, 力不能尽。 天雄节度使度微浅缘随君将流言汉士马于边, 方简直之, 陷于契丹。 严汉陶归, 六月, 仁须, 至大梁, 严, 方简玉成中国凶姬, 引气丹入寇, 一味之辈。 初, 朔方节度使逢徽在05, 德昌, 胡兴, 世马基年, 至五千匹, 朝廷祭之, 喜振兵州及陕州, 入位侍卫部军都指挥使, 领和阳节度使。 徽之朝廷之义, 毁离05, 乃后侍逢御, 李燕涛, 求赋陵州。 朝廷义以枪, 胡芳扰, 丙迎, 赴以徽为朔方节度使, 将关西兵及枪, 胡, 以威州赐使要援福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 和您性章的价格以后价格于将了定期的影响 indicate。 赴方面将银之就是行政的影响与口。 因此将当进行坛制度使用业度移抗循补尽量。 当银之转移抗补尽量产 matter, 和您性章的价格转移抗地援福尽量中美亚度爆章日丛绿座下定期的影响与口中美的湾佛无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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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有自幽州来者 言赵严寿有意归国 书密使李松 冯玉信之 命天雄杰度使杜威致疏于严寿 据述朝旨 但以后立 洛州军将照行时尝试严寿 浅记书前往一支 严寿赴书言 久除一遇 私归中国 启发大军应接 拔身难去 此旨可密 朝廷欣然 赴潜行时亦严寿 与魏其约 八月 李守真言 语气单迁于其玉于长城北 转斗四十里 斩其求帅解力 拥于众入水 逆死者 盛众 丁卯 赵丽守真 海豚禅洲 帝既语气单绝好 树赵土玉魂 酋长白臣浮入朝 厌赐圣后 陈福从地语气单占禅洲 又宇章从恩树华洲 蜀岁大热 浅其部落还太圆 畜目于蓝 石之境 部落多犯法 留之远魔所纵舍 部落之朝廷为弱 且为之远之言 谋乡与顿归故地 有百可救者 魏亚臣服 帅所部先王归契丹 契丹用魏云洲观察使 已又臣服 知远与郭威谋约 惊天下多事 至此属于太原 乃复兴之己也 不如去之 臣服加胜负 四马用银槽 威劝知远诛之 收其或以善君 知远密表 土玉魂反复难保 请迁于内地 地遣始发其部落千九百人 分至河阳及诸州 知远遣威佑陈服等入居太原城中 英乌陈服等五族谋判 以兵为而杀之 和四百口 及没其家资 照包赏之 土玉魂游士遂为 葡洲赐使慕容燕钞作为法科脸 善取官卖五百胡造区 赋予不明 李燕涛素于燕钞有戏 发其事 罪应死 燕涛去逢玉使杀之 留之远上表论就 李松曰 如燕钞之罪 惊天下藩侯皆有之 若尽其法 恐人人不自安 假虚 赤免燕钞死 消官绝 留房舟 唐臣觉自福州孩 至建州 齿无功 矫照使侍未官顾中照弘义入朝 自称全福州军福士 善发听 建 府 信州兵及述促 命建州兼军使逢燕鲁降之 去福州迎弘义 言鲁先宜宇书 欲以祸福 弘义复书请战 浅楼传指挥使杨重宝江州师拒之 决以建州次使臣会为原江战兆指挥使 表 福州孤为 但系可克 唐主以决专命 圣怒 群臣多言 兵以赴臣下 不可终止 当八兵驻之 丁丁 绝 严鲁拜扬 羊重宝于后官 务营 陈盛进攻福州西官 弘义出击 大破之 执唐左神威指挥使杨框叶 唐主以永安节度使王重文为东南面兜招讨使 以张全安府使 建议代府为曾为东面兼军使 严鲁卫为南面兼军使 会兵攻福州 克其外郭 弘义固守第二城 冯辉引兵过汉海 致辉德 求粮已尽 拓拔燕超重数万 为三城 二要路 据水泉已呆之 军中大巨 挥以路求何于燕超 燕超许之 自旦至日中 使者往返数四 兵未解 要缘符曰 鲁知我饥渴 养许何以困我而 若至目 则无备成情已 金鲁虽重 金兵不多 依西山而成者事也 其余不促 不足为患 请公言正已待我 我已经其先犯西山兵 小胜则举皇旗 大军何事及之 破之必已 乃帅其先进 用短兵力战 燕超小雀 元府举皇旗 挥以兵赋之 燕超大败 明日 挥入灵州 九月 契丹三万寇河东 人臣 刘之远拜之于杨五谷 斩首七千级 汉刘思朝等祭祀 陈道祥内部自安 特敬邓申仪之 汉记 道祥问其故 申曰 汉聊 此书有诸韩信 海鹏月氏 以沈独之 汉主闻之 足道祥吉身 李红义自稱 威武流后 全知敏国事 根名红达 奉表 请命于敬 加武 以红义为威武节度使 同凭张氏 知敏国事 张燕则奏败契丹于定州北 又败之于泰州 斩首两千级 新丑 福州排成使马捷引堂兵 自马木山拔寨而入 至善化门桥 都指挥使丁燕真以兵百人拒之 洪达退保善化门 外臣在众阶为唐兵所聚 洪达跟明达 浅时奉表称臣 启师于吴越 楚王稀犯之地好奢靡 吕以真丸位献 求兜元帅 贾臣 以稀犯为诸道兵马兜元帅 丙臣 何绝禅周灵皇 契丹史赢周刺史流言座 一乐寿监君王阮书 请举臣内赴 且云 臣中契丹兵部满千人 起朝廷发清兵席之 几位内应 又 今秋多雨 自瓦桥以北 积水无忌 契丹主以归崖障 虽闻官难有变 的远足水 不能就也 鸾与天雄节度 时间中枢令度 微吕奏银 莫成此刻取 深周刺史慕容千线 银莫图 逢玉 李松信以为然 愈发大兵营照 严寿及严作 先世 世卫马步兜指挥使 天平节度使礼 守真树将兵过广境 度威后代之 赠金伯甲兵 动以万计 守真由世与威清闪 守真入朝 地牢之曰 文清未将 常废私才 以赏战事 对曰 此阶度威尽忠于国 以金伯资臣 臣安感略有其美 因言 陛下若他日用兵 臣愿与威陆利 以清沙漠 帝游是亦贤之 即将北征 帝宇逢玉 李松义 以威为元帅 守真赴之 赵迎思未逢 李曰 度令国妻 贵为江相 而所欲未宴 心长欠欠 岂可负甲以兵权 弼若有势北方 不若只认守真未月也 不从 东 十月 新未 以威为北面行营兜昭 兆讨使 以守真未兵马兜奸 太宁节度使 安省其位 左右相兜指挥使 武宁节度使 福燕清 为马军 左相兜指挥使 义城节度使 皇府御为马军 右相兜指挥使 永清节度使 梁汉张为马军 兜排成使 前威圣节度使 宋燕云为部军 左相兜指挥使 奉国左相兜指挥使 王饶为部军 右相兜指挥使 明州团练使 薛怀让为先锋 兜指挥使 人下翅膀约 专发大军 网平侠鲁 先取银 莫 安定关南 赐富幽艳 荡平塞北 又约 有能勤或鲁主者 除上振节度使 赏钱万名 卷万匹 银万两 十字六月击雨 至世未止 军行及溃运者 甚艰苦 唐张州将临赞尧作乱 杀监军使 周臣义 见周刺使 臣惠 全周刺使 刘从校举兵逐赞尧 以全周皮降 董思安全之 张州 唐主以思安慰 为张州赐使 思安慈以赴明张 唐主改张州 为南州 命思安及流 从校将州 兵会攻福州 跟臣 为之 福州使者 至前唐 吴越望 红左赵诸 将谋之 接约 道显远 南旧 为内都监使 临安水 秋朝 劝以为当旧 红左约 淳王齿寒 吴卫天下元帅 曾不能救灵道 将安用之 诸军 但乐保 十安 作协 人武 遣统军 使张云 赵臣 太江兵 三万 水路 救福州 水路 路 控制 异 Kit 先是募兵 久无印者 红左命揪之 曰 揪而为兵者 两次减半 明日 应募者云及 红左命招劝专长用兵 招劝诞成招月 以用兵式让之 红左命招月长应元溃运士 而以军谋委员得招 得招为姿畅之子也 红左翼铸铁前以翼将士陆次 其帝衙内都于后红翼建约 铸铁前有八害 心前既行 旧钱皆流入邻国 翼也 可用于吴国而不可用于他国 则商骨不行 百货不通 二也 同敬至言 明游道住 旷家有当府 也有华黎 犯法必多 三也 闽人铸铁前而乱亡 不足为法 四也 国用信封而自恃空法 五也 路次有偿而无故一知 以起无厌之心 六也 法辩而必 不可拒负 七也 钱 者国信 一知不祥 八也 红左乃至 杜威 李守真会兵于广进而北行 威律使公主入奏 请义兵 曰 今生入鲁境 必资重力 由士进军皆在其挥下 而素未空虚 十一月 丁友 以李守真权之幽州行服事 几亥 杜威等至银州 城门洞起 寄若无人 威等不敢进 文契丹将高摩汉先以引兵前出 威浅良汉张将两千旗追之 欲契丹于南阳雾 拜死 威等文之 引兵而难 十数城等数献请将 威等焚其卢舍 略其妇女儿孩 即有 无阅兵至福州 自增浦南前入州城 唐兵禁聚东武门 李达与无阅兵共遇之 不利 自是内外断绝 城中以为 唐主浅信周次使王建峰驻公福州 使王崇文虽未元帅 而陈爵 冯颜鲁 未曾真用事 刘从孝 王建峰绝将不用命 各征功 进退不相应 游士将士皆解体 故功臣不克 唐主已将周观察 使渡昌业未立步上书 判省事 先是昌业自兵部上书 判省事 出江州 吉孩 岳不吉 府岸探约 未数年 而府库所好者伴 其能久乎 契丹主大举入寇 自义 定去恒州 杜威等至武强 文之 江自济 贝尔南 张德杰度使张燕则实在恒州 引兵会之 言契丹可破之状 威等乃赴去恒州 以燕则为前锋 贾阴 威等至中度桥 契丹以锯桥 燕则率其真知 契丹坟桥而退 进兵与契丹加乎陀而军 使 契丹建靖军大志 又真瞧不慎 恐靖军 及杜乎陀 与恒州何事及之 亦饮兵孩 及闻靖军 驻磊位持久之计 遂不去 属师周次使田行高畔 遣供奉官耿燕 寻将兵讨之 杜威虽以贵 七位上将 信诺窃 偏必皆皆度使 但日香成淫 至酒作乐 喊逸君事 此周次使兼北面转运使 李谷说威及李守真曰 经大军去恒州之耻 烟火相望 若多以三谷木至水中 鸡心不吐其上 桥可立成 密约成终局火相应 叶木壮士 着鲁银而入 表里何事 鲁碧顿桃 朱江皆以为然 独度威不可 浅古南至淮 孟都君良 契丹以大兵当 进军之前 浅浅其江 消汉 通是流众 进江百旗 及盈促 并西山出 进军之后 断进梁道 及归路 桥彩者 欲知 敬畏所掠 有义归者 皆称鲁众之圣 君中凶聚 汉等至鸾臣 臣中数兵迁于人 不觉其智 狼狈将之 契丹或敬明 皆情其面曰 奉斥不杀 纵之难走 孕夫在道御之 皆汽车惊愧 汉 契丹主之旧也 十二月 丁四朔 李古自书密奏 据言大军 为吉之事 请车驾信华州 遣高行州 福燕清护从 及发兵首禅州 和阳一被鲁之奔冲 遣军将官勋 走马上之 几位 第十文大军屯中堵 世系 官勋制 根深 杜威奏请义兵 赵西发守 恭敬者得数百人 复之 又照发河北吉华 孟则 露出两五十万亿军钱 督破严及 所在鼎沸 新有 威又浅从者 张作等来告及 作等孩 为契丹所获 自是朝廷与军前身 问两不相通 十宿卫兵皆在行营 人心凛凛 莫知未计 开封引桑为汉 以国家为在旦系 求见帝言士 地方在院中调音 词不见 右翼执政言之 执政不以为然 退 未所清约 竟是不写时已 帝玉自江北珍 李燕涛见而止 十福燕青 虽认行营直事 帝留之 史数经周口 人须 照以归得节度 使高行周 为北面都不属 以燕青赋之 共树禅周 以西经留守 景言广树和阳 且张行事 奉国都指挥使王清 言于杜威约 经大军去 横州武力 守此何谓 迎孤时尽 世将自愧 请以步促 两千位前锋 夺桥开道 公帅诸君祭之 得入横州 则无忧已 威须诺 浅清与宋燕云俱进 清战胜锐 契丹不能知 是小雀 诸将请以大军计之 威不许 燕云为契丹所败 拂水底岸的免 应退走 清独帅 徽下沉于水北利战 护有杀伤 屡请救于威 威竟不浅意其助之 清为其重曰 上将卧兵 做官无被困及而不救 此必有意志 无被当以死报国而 众感其言 莫有退者 智慕 战不息 契丹以新兵计之 清吉士重尽死 由氏诸君皆夺契 清明州人也 家子 契丹遥以兵环禁营 内外断绝 君忠实且尽 杜威与李守贞 宋燕云谋将契丹 威前浅复新义契丹 崖仗 要求重赏 契丹主代之曰 赵严寿威望速浅 恐不能帝中国 辱过将者 当已如未知 威喜 遂定将计 并应 辅甲赵诸将 出将表示之 史属明 诸将害恶 莫敢言者 但唯唯听命 威前阁门使高薰 记忆契丹 契丹主赐赵位纳之 是日 威惜命 君士出臣于外 君士皆踊跃 以为且战 威清御之曰 今时尽图穷 当与辱曹 共求生计 应命是假 君士皆痛哭 深圳原也 威 守真人于众中扬言 主上师德 信任奸邪 猜忌于己 闻者无不切齿 契丹主浅赵言 受依者袍至 静淫位府士族 曰 彼皆辱物也 杜威以下 皆淫业于马前 亦以者袍 依威以示进军 其时皆戏之而 以威为太父 礼守真位司徒 威颖契丹主 至恒周臣下 欲顺国节度 始亡周以己将之状 周易出将 勿成 契丹主入恒周 浅兵席代周 似是王辉以臣将之 先是契丹吕公一周 似是郭林固守聚之 契丹主每过城下 指而探约 无能吞并天下 而为此人所恶 极度危济将 契丹主浅通是 耿崇美至一周 又欲其重 重皆将 林不能治 遂为崇美所杀 林行周人也 义武节度始 理应 安国留后方太 皆降于契丹 契丹主以孙方简 为义武节度始 马达为安国节度始 以克审父使 马重做全之恒周事 契丹汉汉林陈指 吏部尚书张立言于契丹主曰 经大辽以得天下 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 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 苟正令乖师 则人心不服 虽得之 游将失之 契丹主不从 隐兵自行 相而难 杜威将将兵已从 遣张燕则将两千旗先取大梁 且府安立明 以通事附助而为兜奸 杜威之将也 皇府欲出不欲谋 契丹主欲遣欲先将兵入大梁 欲辞 退 为所清约 无谓为将相 拜不能死 忍妇图其主呼 至平吉 未从者曰 无不实类日以 和面目负难行 遂恶坑而死 张燕则被盗吉区 夜渡白马金 人生 帝始文杜威等将 世系 又闻燕则至华州 赵李松 冯玉 李燕涛入境重济室 欲照刘之远发兵入园 贵佑 魏明 燕则自封秋门展观而入 李燕涛率进兵五百负之 不能饿 燕则顿兵明德门外 城中大扰 帝于宫中七火 自邪剑区后宫十余人将复火 魏清军将削超所持 而而燕则自宽人门传契丹主 宇太后书未辅之 且赵桑维汉 景言广 帝乃命灭火 西开功臣门 帝座院中 与后妃相聚而弃 赵汉林学是范指草将表 自称 孙南辰重贵 或至神祸 运进天王 经宇太后及七逢侍 举足于郊爷面附呆最次 浅南镇宁节度使延续 威信节度使延宝 奉国宝一经印三出营 太后义上表称 心腹理事且 付诸而入宣器丹主命 帝托黄袍 扶宿衫 再拜寿宣 左右接掩器 帝使照张燕泽 欲语济世 燕泽曰 尘无面目见陛下 帝父赵之 燕泽微笑不应 或劝桑为汉逃去 为汉曰 吴大臣 逃将安之 坐而四命 燕泽以帝命赵为汉 为汉至天阶 欲礼松 驻马与魏弊 有军力于马前 依为汉父 侍魏司 为汉之不免 故为松曰 适中当国 今日国王 反令为汉死之 何也 松有愧色 燕泽 据作见为汉 为汉则之曰 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 赴领大臣 受以兵权 何乃父恩 至此燕泽无以应 浅兵守之 轩辉时梦成会 素以宁巧有宠于帝 至世 帝照成会 欲语之谋 成会拂逆不至 张燕泽补而杀之 燕泽纵兵大略 平民臣之 亦征入腹世 杀之取其货 二日方止 都成为之以空 燕泽所居宝或山姬 自卫有功于契丹 昼夜已久乐自渝 出入其从长数百人 其旗帜皆提 赤心为主 见者孝之 君是情罪人至前 燕泽不问所犯 但田木树三指 即驱出断其妖领 燕泽素与阁门使高薰不邪 沉醉至其家 杀其叔父及地 施诸门守 世名不寒而栗 中书涉人李涛为人曰 无与其陶于勾毒而不免 不若网见之 乃头次夜燕泽曰 上书请沙太为人李涛 仅来请死 燕泽欣然皆知 为涛曰 涉人今日拒呼 涛曰 涛今日之拒 亦游足下席年之拒也 向使高祖用涛言 事安至辞 燕泽大笑 命酒饮之 涛饮满而去 庞若无人 甲虚 张燕泽千地愚开封府 请客不得留 宫中痛哭 帝宇太后 皇后臣坚于 宫人 患者时余人不从 见者流体 帝西以内裤经诸自随 燕泽使人讽之曰 契丹主治 此物不可逆也 帝西归之 亦分以宜燕泽 燕泽则取其其货 而封其余以待契丹 燕泽浅控赫指挥使李云以兵守地 内外不通 帝姑乌是公主路守门者 入与帝爵 相持而弃 归帝自今死 帝与太后所上弃丹主表彰 皆先是燕泽 然后赶发 帝使取内裤薄树段 主者不语 曰 此非帝物也 又求酒于李松 松义此以他故不尽 又欲见李燕涛 燕涛一词不枉 帝愁畅久之 冯玉宁张燕泽 求自送传国宝 即弃丹妇任用 楚国夫人丁氏 延续之母也 有美色 燕泽使人取之 太后持回魏语 燕泽够立 立载之取 世系 燕泽杀桑为悍 以代家景 白弃丹主 云其自今 弃丹主曰 吾吾亦杀为悍 何谓如是 命后辅其家 高行周 扶燕青 皆以契丹衙杖将 契丹主以 阳臣之战 为燕青所败 劫之 燕青曰 臣当时为之 为敬主竭力 今日死生为命 契丹主笑而示之 赸 秦华 延续 延保自 亚杖孩 气丹主次 地首诏 且遣解礼为帝曰 孙悟忧 必使如有淡犯之所 帝兴稍安 上表谢恩 契丹已所献传国宝追着非公 又不与前十相应 以其非真 以诏书结地 使现真者 帝奏 请望从科自焚 旧传国宝不知所在 必与之俱进 此宝先帝所为 群臣被知 曾经日焉感逆宝 乃至 帝文契丹主将渡和 欲与太后于前途奉迎 张燕则先奏之 契丹主不许 有思又欲使地 贤必迁阳 大臣于衬 淫于郊外 先具一注白契丹主 契丹主曰 无浅其兵只取大梁 非受响也 亦不许 又照静文武群官 一切如故 朝廷制度 并用汉礼 有思欲被法驾迎契丹主 契丹主报曰 无主换甲总荣 太常一位 魏霞师也 皆却知 先是契丹主志向周 急遣兵去 河阳补警严广 严广仓促磨索陶服 网见契丹主于封丘 契丹主节之曰 至两主诗欢 皆入所为也 十万恒魔剑安在 照乔荣 始相辨证 事凡十条 言广出不服 荣以止所寄与世之 乃福 每复一世 折受一筹 至八筹 言广旦以面福地请死 乃所知 丙虚会 百官处于封禅寺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事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百八十五资质通箭 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祭一卷二百八十七 姐妹计划 数据项 起墙与鞋洽 正月 近四月 不满一年 资质通箭 第两百八十六卷 后汉祭已起墙与鞋洽 正月 近四月 不满一年 高祖瑞文圣武昭塑孝皇帝上天福十二年 丁卫 公元九四七年 春 真月 丁亥朔 百官瑶慈敬主于陈北 乃亦素扶沙帽 迎契丹主 扶路策请罪 契丹主 雕帽 雕囚 中甲 铸马高父 命起 改扶 扶位之 左卫上将军安书迁读出班胡语 契丹主曰 如安眉自邪 如习正行舟 以类表书成 我不忘也 书签拜谢呼月而退 敬主与太后以下淫于丰丘门外 契丹主辞不见 契丹主 契丹主入门 书策人也 辱曹物拒 会当使辱曹苏席 我无心难来 汉兵引我至此而 至名德门 下马拜而后入宫 以其疏密赋使 刘密全开封引誓 日暮 契丹主付出 屯于赤刚 屋子 屋子 执政周防御使 扬承勋至大梁 则以杀父叛弃丹 命左右 鸾石之 卫己 以其帝佑 与林将军 臣姓魏平鲁杰度使 悉以其父 救兵受之 高勋宿张燕则杀其家人 于契丹主 契丹主意怒燕则飘略京城 并赴助而所知 以燕则之罪宣誓百官 问应死否 皆言应死 百姓一头蝶真书燕则罪 己丑 斩燕则 助而于北市 人命高勋奸行 燕则浅所杀是代辅子孙 皆迭杖豪哭 随而垢立 以杖扑之 勋命断腕出锁 抖其心以继死者 是人真破其脑取碎 乱其肉而食之 契丹宋景言广归其国 根营 速成桥 叶 四手折捎带 二坑而死 新卯 契丹以敬主为父义侯 至于黄龙府 黄龙府 及慕容是何龙臣也 契丹主使为李太后曰 文众贵不用母命以至于此 可求自辩 物与俱行 太后曰 众贵事怯盛景 所施者 为先君之志 绝两国之欢儿 经信蒙大恩 全身保家 母不随子 欲何所归 鬼四 契丹迁敬主及其家人于风禅寺 浅大同节度使监视中和内崔庭勋以兵守之 契丹主述浅史存问 敬主美文实质 举家忧孔 十余雪连寻 外无公义 上下洞内 太后使人为四孙曰 无偿于此犯 孙数万 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 孙此以 鲁易难策 不敢献时 敬主应其守着 乃烧的时 是日 契丹主自赤刚引兵入宫 都城诸门及宫禁门 皆以契丹守卫 昼夜布式兵杖 折犬于门 以甘玄羊皮于亭位宴盛 契丹主未进群臣约 自今不修甲兵 布施战马 亲赴沈义 天下太平以 费东京 将开封府未汴州 引卫防御史 以为 契丹主改扶中国衣冠 百官起居皆如旧志 赵严寿 张力共见李松之才 慧威圣节度使逢到自邓州入朝 契丹主素闻二人名 皆李重之 慧己 以松位太子太师 冲书密使 到守太父 于书密院之后 以被顾问 契丹主分浅使者 以赵书赐静之藩阵 静之藩阵 真上表称臣 被赵者无不奔驰而至 为张义节度使使匡威聚精州不受命 匡威 建堂之子也 雄武节度使和重建斩契丹使者 以秦 成 接三州将署 接三州将署 出 以敬兵之众 恐其为辩 欲兮以胡其雍而纳之河流 或建曰 敬兵在他所者上多 比文将者尽死 必皆具命为患 不若且服之 徐思其策 契丹主乃使众 以其众屯成桥 会酒血 官魔所给 士族洞内 贤怨众威 相聚而弃 众威每出 道旁人皆骂之 契丹主由御珠进兵 赵言寿言于契丹主曰 皇帝清茂史时已取晋国 欲自有之乎 将为他人取之乎 契丹主变色曰 正举国难征 五年不解甲 仅能得之 其为他人乎 严授曰 晋国难有堂 西有蜀 常为仇敌 皇帝亦知之乎 曰 知之 严授曰 晋国东自宜 密 西及秦 凤 言茂数千里 边于无 蜀 常以兵数之 南方属师 上国之人不能居也 他日车驾北归 以晋国如此之大 无兵守之 无 属必相与 陈须入寇 如此 岂非为他人取之乎 契丹主曰 我不知也 然则奈何 言寿曰 陈桥降醋 可分一数难辟 则无 属不能为换以 契丹主曰 无习在上党 施于断割 西以堂兵受敬 既而返卫愁愁 北向与无战 心情累年 仅能胜之 经信入无首 不因此时息除之 其可负留以为后换乎 严寿曰 向流进兵于河南 不知其妻子 故有此忧 今若西喜其家于 恒 定 云 朔之间 每岁分番使数难辟 何忧其为辩哉 此上侧也 契丹主曰曰 闪 为大王所以处之 由侍臣乔兵使得免 分浅还赢 契丹主杀又今 无畏大将军李燕身 患者秦继明 以其为唐禄王杀 东丹王故也 以其家族资财 赐东丹王之子 永康王物欲 物欲秒一目 为人雄见好施 鬼卯 敬主与李太后 安太妃 逢后及帝瑞 子延旭 延宝具北迁 后宫左右从者百余人 契丹前三百奇缘送之 又遣敬中书令赵迎 疏密使逢玉 马军都指挥使李燕涛与之举 敬主在图 功会不计 或使与太后拒绝时 旧臣无敢敬业者 独辞周次使李古营业余路 相对弃下 古曰 臣无状 父陛下 应亲资已现 敬主至中渡桥 见渡重威债 叹曰 天呼 我家何父 为此贼所破 痛哭而去 贵臭 属主以左牵牛 为上将军李继勋 为秦周宣卫使 准备 再次购金 我家军 吴 吴 我家军 吴 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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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勋及指道曰 逢道魏首相 与锦严广时魏此谋 成魏碑 何敢发言 契丹主曰 此首非多侍者 勿忘引之 命所既勋 将宋皇龙府 赵在里至洛阳 为人曰 契丹主常言庄宗之乱由我所致 我此行良可忧 契丹主前契丹将树闸 西王拽赐 渤海将高摩汉树洛阳 在里入夜 拜于亭下 拽赐等皆具作寿之 以卯 在里至郑州 文继勋被所 大经 夜 自经于玛丽间 契丹主文在里寺 乃是继勋 继勋忧愤而促 刘夕在契丹常为书密使 同平张氏 至洛阳 构西王曰 赵在里汉家大臣 而北方一求掌尔 安德曼之如此 立于亭下以措之 由是洛人烧安 契丹主广受四方贡献 大众久作乐 每位敬臣曰 中国是 我皆知之 吴国是 辱曹福之也 赵严授请给上国兵领时 契丹主曰 吴国无此法 乃纵胡其四出 以木马为名 纷繁飘掠 为之 打草骨 丁状碧于丰刃 老若尾以沟壑 自东 西南基吉镇 华 曹 蒲 蒲 数百里间 才处待尽 契丹主为叛三司留续约 契丹兵三十万 既平靖国 应有优次 素宜银半 十府库空结 续不知所出 请阔界都城市民钱伯 自将向以下皆不免 又分浅使者数十人一株周阔界 皆破以言株 仍不聊生 其时摩所颁给 皆续之内库 欲免归其国 于是内外怨愤 使患苦契丹 皆私足之以 初 敬主于河东节度使 中书令 北平王流之远相猜计 虽以为北面行营兜统 徒尊以虚名 而诸君禁止 时不得欲闻 知远因之广目士族 阳城之战 诸君散促归之者数千人 幼得土玉魂才处 尤氏和东赴强关朱镇 不其至五万人 敬主于契丹结怨 知远之其必为 而未常论见 契丹屡深入 知远出无妖遮 入园之志 吉文契丹入辩 知远奋兵守四敬以防清矣 浅客将安阳王俊凤三表意契丹主 疑鹤入辩 二 以太原仪 下杂居 戍兵所聚 未敢离阵 三 以应有贡物 执契丹将留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囤于南川 城中幽聚 四兆海辞军 道路史通 可以入贡 契丹主赐兆包美 及禁书 倾家 儿 自于知远姓名之上 仍赐以目拐 胡法 忧礼大臣则赐之 如汉赐己账之笔 唯唯王以书父之尊得之 知远又浅北都父留守太原白文科 入县其增明马 契丹主知知远观望不至 及文科孩 始未知远曰 如不是南朝 又不是北朝 亦欲何所似邪 翻汉孔木官 郭威言于知远曰 鲁恨我身矣 王骏丹气丹贪残尸人心 必不能久有中国 或劝知远举兵进取 知远曰 用兵有缓有急 当随时置疑 京气丹心将进军十万 虎惧经义 未有他便 岂可轻动哉 且观其所力止于祸财 祸财济足 必将北去 旷冰雪已消 事难久留 宜呆齐去 然后取之 可以万全 朝一节度使章从恩 以地破坏 落 欲入朝于契丹 浅时谋于知远 知远曰 我已益于知地 安敢抗天下之大 君仪先行 我当即往 从恩以为然 判官高房建曰 宫敬是一清 不可清便成杰 从恩不从 左宵魏大将军王守恩 与从恩应家 时在上党 从恩以赴使照行迁之流后 谍守恩全寻简使 与高房左之 遂行 守恩 建立之子也 京南节度使高从慧 浅时入贡于契丹 契丹浅时以马赐之 从慧亦浅时亦和东劝进 唐主立齐王锦遂为皇太帝 喜燕王锦达为齐王 领诸道兵马元帅 喜南昌王洪继位燕王 为之父 景岁长羽公辽宴及 赞善大夫原臣张义有所规见 景岁方羽客传完玉怀 福之故 义怒曰 殿下重宝而轻世 取悲底的碎之 众皆失色 景岁脸容谢之 呆亦亦后 景岁信刚直 唐主宇宗室静尘隐 逢炎己 炎鲁 魏臣 臣绝备 及清产之太 或臣九宣孝 景岁吕喝则之 赋及炎见唐主 以不宜清静宁臣 炎己以二地利非己亦 欲以虚言得之 常宴东宫 扬醉 福景达被曰 而不可望我 景达大怒 福一入境中白堂主 请斩之 堂主欲解 乃之 张义为景达曰 群小交构 或福所系 殿下力未能去 树面折之 使彼聚而未备 何所不至 自是美游宴 景达多词及不语 唐主遣时贺契丹灭尽 且请义长安修复唐氏诸灵 契丹不许 而遣时报之 静密周次使黄辅辉 帝周次使王剑 皆必契丹 率众奔堂 怀北贼帅多请命于堂 唐于不原外郎使管修传 寒息宰尚书 以为 陛下恢复族业 今也其实 若鲁主北归 中原有主 则为一徒也 十方连兵福州 卫辖北固 唐人皆以为恨 唐主亦毁之 契丹主赵敬百官西及于庭 问曰 吴国广大 方数万里 有军长二十七人 今中国之俗亦于吴国 吴玉则亦人军之 如何 皆曰 天无二日 以 夏之心 皆愿推代皇帝 如是者在 契丹主乃曰 汝曹济玉军我 今资所行 何是卫先 对曰 王者出有天下 应大赦 二月 丁四朔 契丹主服通天官 将沙袍 登正殿 摄乐玄 一位于庭 百官朝贺 华人皆法服 胡仁仁胡服 立于文武班中间 夏至称大辽会同十年 大赦 人云 自经节度使 伺使 吴得至衙兵 是战马 赵丹寿以契丹主赴曰 心样样 令李松言于契丹主曰 汉天子所不敢忘 其为皇太子 松不得以为言之 契丹主曰 我于燕王 虽割无肉 有用于燕王 吴魔所爱 然吴文皇太子当以天子而为之 其燕王所可谓也 因令为燕王牵官 十契丹以恒周卫中经 汉林辰指张力奏 拟燕王中经留守 大臣相 陆上书是 都督中外诸君是 书密史如故 契丹主取彼图去 陆上书是 都督中外诸君是 而行之 仁虚 属里继勋于 新州赐使刘锦公固阵 拔之 义丑 何重建请出属兵与阶臣兵共二三官以取奉周 丙迎 属主发山南兵三千七百妇之 刘知远文和重建将暑 探约 荣笛平临 中原无主 令班正外父 吴魏方伯 良可溃也 于是将左劝知远称尊号 以号令四方 观诸侯去救 知远不许 文静主北孩 身言欲出兵谨行 迎归静阳 丁卯 命武劫都指挥使银则使洪照及诸君于求场 告已出师之旗 君士皆曰 精气单献精臣 执天子 天下无主 主天下者 非我望而谁 宜先正位号 然后出师 真乎万岁不已 知远曰 鲁氏上强 吴君威卫正 当且建功业 士族何之 命左右遏止之 己四 行君司马路成张燕威等三上兼劝靖 知远移未绝 郭威与兜与兽官士杨兵入说之远曰 今远近之心 不谋而同 此天一也 王不成此祭取之 谦让不拘 恐人心且疑 疑则反受其就矣 知远从之 契与其将留愿为保义节度赴使 闪人苦其暴虐 奉国都投王燕宇指挥使赵辉 兜头侯张谋曰 今葫芦乱华 乃无蜀奋发之秋 河东流宫 威得远者 无被若杀愿 举闪成归之 为天下唱 取富贵如返掌耳 辉等然之 燕与壮士树人 也于衙城入府 出库兵已给众 耕武旦 展愿首 玄珠府门 又杀契丹兼军 奉辉为留后 燕 徐州 辉 禅州 张 太原人也 新为 留之远及皇帝位 自言为仁改靖国 又恶开运之名 乃更称天福十二年 人生 赵 诸道 为契丹阔阔前律博者 皆罢之 其进城被迫协为使者误问 另一行在 自于契丹 所在诸之 和重建遣公愿史崔岩称将兵供奉州 不克 退保故镇 甲虚 帝自江东营靖主及太后 至寿阳 文已过恒州数日 乃留兵数成天君而孩 靖主既出债 契丹无负公己 从官 公女 皆自彩幕时 草业而时之 至锦州 契丹令靖主及后非拜契丹主阿宝积目 靖主不胜屈辱 契曰 薛超悟我 逢后因令左右求毒药 欲与靖主据自杀 不果 契丹主文帝即位 已通事耿崇美位昭邑节度使 高唐英位张德杜度使 崔庭勋位和阳节度使 已控恶要害 初 竟至香兵 浩天威君 教习岁于 村民不贤君旅 竟不可用 西坝之 但令七户书前十千 齐凯障西书官 而无赖子弟 不复肯复农业 山林之道 自恃而凡 及气丹入辩 纵胡其打草骨 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 似使 不通正式 华人之脚快者 多往依其挥下 较之望作微服 偷脸获财 名不堪命 于是所在相聚未道 多者数万人 少者不减千百 攻陷周陷 杀掠利明 辅养贼帅梁徽 有众数百 送款进阳求效用 帝许之 辞周刺史里古密通表于帝 令辉席乡周 辉针之高堂因未至 乡周鸡兵器 无守备 丁丑叶 浅壮士于陈入 其官纳其重 杀器单数百 其手将突围走 辉聚周自称刘后 表言其壮 乌鸣 帝还致敬阳 亦率名才已赏将士 夫人李氏建曰 陛下因何东创大业 未有已会则其名 而先夺其身身之姿 待非新天子所以就名之意也 今宫中所有 请兮出之以劳君 虽赴不厚 仍无怨言 帝曰 善 吉霸率名 清内府续姬以赐将士 中外闻之 大悦 李氏 敬阳人也 吴月内都兼臣昭月 多聚兵客 处兵器 与树士游 吴月望红左玉珠之 为水丘昭劝曰 如今戏率假释千人为昭月帝 昭劝曰 昭月 家臣也 有罪当显露 不一夜新兵 红左曰 善 命内衙指挥使楚温四昭月归帝 直送东府 吉卯 展之 侍前仁郡之囚 五劫都指挥使使洪赵公代舟 拔之 展王辉 劫雄留后留在明朝于契丹 以劫度赴使落从朗之舟士 帝遣使者张彦宏等如靖州 欲以己及地位 从朗皆求之 大将要可仇杀从朗 推艳宏权留后 更臣 遣使以闻 契丹主浅又建议大夫赵兮使靖州 阔律钱博 贞都圣吉 从朗祭死 明相帅共杀兮 契丹主赵徽赵 即以为宝义留后 徽斩契丹使者 焚其赵 浅之石和监照举奉表义靖阳 契丹浅其江高摩汉公徽 不可 帝建丹 圣喜 曰 子妾焉侯之地已归我 天下不足定也 举应劝帝早饮兵南向以赴天下之望 帝善之 兴四 以徽卫为宝义节度使 侯章为郑国节度使 宝义军马部都指挥使 王燕卫将周防御使 宝义军马部副指挥使 高防御王守恩谋 遣指挥使 李万超白昼帅重大造入府 斩兆行迁 推守恩权之招一流后 守恩杀契丹使者 举阵来将 正宁节度使 耶律狼武 信残月 禅周人苦之 贼帅王穷帅齐图千余人 夜席巨南城 北渡福航 纵兵大略 为朗武于衙城 契丹主闻之 盛据 使遣天平节度使 李守珍 天雄节度使 杜崇威海镇 游是五九流河南之矣 遣兵旧禅周 穷退屯近郊 遣其帝超凤表来求救 鬼位 帝后刺超 浅骸 穷兵败 为契丹所杀 属主家雄武节度使 何重建同平张氏 严周陆使参军高允全 万金之子也 张武节度使周密 暗儿贪 将士作乱 攻之 密败 宝东臣 众以允全家世严帅 推卫留后 据西城 密 应周人也 丹周都指挥使高燕寻杀契丹所属赐使 自领周氏 契丹术绿太后遣使以齐国中九传府果赐契丹主 赫平靖国 契丹主与群臣宸宴于永福殿 美举酒 立而饮之 曰 太后所赐 不敢作饮 唐王淑妃与寻宫从一居洛阳 赵丹主取民宗女为夫人 淑妃亦大良会礼 契丹主见而拜之曰 五嫂也 统军流遂宁应淑妃求节月 契丹主已从亦为许王 威信节度使 遂宁为安远节度使 书非以从亦又 此不复正 复归于落 契丹主以张立位 右蒲舍兼门下侍郎 同平张侍 左蒲舍和宁兼中书侍郎 同平张侍 司空兼门下侍郎 同平张侍 刘旭 以目及慈位 霸位太保 东方群道大起 献宋 伯 密三州 契丹主位左右曰 我不知中国之人 难置如此 及浅太宁节度使安省齐 五宁节度使福燕青等归阵 仍以契丹兵送之 燕青至永桥 贼帅里人数 帅众数万集宫徐州 燕青与树时期至臣下 阳边欲昭欲之 人数控燕青马 请从相骨入城 燕青子昭旭 自臣中前军校臣首席坠而出 呼于贼中约 相骨以献虎口 听相骨驻贼功臣 臣不可得也 贼之不可结 乃相帅罗拜于燕青马前 起设其嘴 燕青与之事 乃解去 三月 丙须朔 契丹主扶者袍 坐重圆殿 百官行入阁里 物子 地遣使以赵书安及农民宝具山谷壁契丹之患者 新卯 高允全奉表来讲 地狱允全听周密一行在 密碎契东城来奔 人臣 高雁寻以丹周来讲 属汉凌晨指礼号为疏密使王处回约 敌妇聚故镇 择兴周道绝 不复能就擒周矣 请浅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将兵集公奉周 鬼四 属主命汉韶曹义奉周行营 契丹主赴敬百官 欲之曰 天时相署 无难久留 欲赞至上国省太后 当留亲信义人于此未节度使 百官请迎太后 契丹主曰 太后足大 如古伯根 不可已也 契丹主欲敬以敬之百官自随 或曰 举国北迁 孔遥人心 不如稍稍千之 乃照有执事者从行 于留大梁 赴以便周魏宣武军 以消汉魏节度使 汉 树律太后之兄子 其类父魏契丹主后 汉使以消魏姓 自氏契丹后足皆称萧氏 吴越复发水军 遣其将于安降之 自海道旧福州 几亥 至白虾谱 海岸泥闹 须不足则乃可行 唐之诸君在陈南者 聚而设之 则不得失 逢言鲁曰 臣所以不降者 是此就也 经相持不战 徒劳我师 不若纵其登岸尽杀之 则成不公自将矣 疲将梦坚曰 这兵至此已久 不能进退 求一战而死不可得 若听其登岸 彼必至死于我 其风不可当 安能尽杀乎 言鲁不听 曰 无字即之 无阅兵即登岸 大呼奋即 言鲁不能欲 弃重而走 梦坚战死 无阅兵乘胜而尽 城中兵一出 夹击堂兵 大破之 唐城南诸君皆顿 无阅兵追之 王崇文以崖兵三百拒之 诸君臣于崇文之后 追者乃孩 或沿着兵玉弃福州 把里达之众归前堂 东南守江刘洪敬等白王剑锋 请纵其进出而取其成 刘从孝部玉福州之平 剑锋义愤臣决等专横 乃曰 吴君败矣 安能与人真诚 世戏 烧银而顿 臣北诸君亦相顾而愧 逢言鲁颖配刀自赐 轻力就之 不死 唐宾死者二万余人 伪弃君资弃谢数十万 福库为之浩劫 于安引兵入福州 里达举所不受之 刘从孝引兵海泉州 为唐树将约 泉州与福州是为仇敌 南接领海战力之乡 的显土籍 彼年君屡屡心 农丧肺业 东真下脸 仅能自善 其劳大军久数于此 至久见之 树将不得以引兵归 唐主不能至 家从孝减孝太父 人吟 契丹主发大梁 竟吻五诸丝从者数千人 诸君利促佑数千人 宫女 宦官数百人 竟在府库之时已行 所流月气一丈而已 细宿赤刚 契丹主见村落皆空 命有司法榜数百通 所在招府百姓 燃尽不惊胡其飘掠 并五 契丹 主 自白马渡河 为宣辉使高薰曰 吾在上国 以涉猎为乐 至此令人异议 经得归 死无恨矢 属孙汉勺将兵二万公奉州 均于故镇 奋兵二三官以绝缘路 张云 于安街海前堂 吾越望红左前东南安府使报修让将兵束福州 以东府安府使前红宗位成相 根须 以皇帝北京马步兜指挥使从形太原影 知福士 辛亥 契丹主将宫襄州 梁徽请将 契丹主设之 许以为防御使 徽宜其诈 赋陈陈聚首 下 四月 几位 魏明 契丹主命番 汉诸军及宫襄州 时时克之 西沙城中男子 屈其妇女儿北 胡人直音还于空中 举任皆之以为乐 刘高唐英首襄州 唐英月城中 一名男女的七百余人 其后节度使王继红脸城中独楼一之 凡得十余万 或告辞周次使礼顾某举州应汉 契丹主职而截之 古不服 契丹主隐首于车中 若取所获文书者 古之其诈 应请约 必有其宴 其显示之 凡六节 古辞弃不屈 乃示之 第一从地北京马军都指挥时 姓领一臣节度使 冲氏卫马军都指挥时 武节都指挥时 宏部军都指挥时 又都压牙阳兵全疏密使 翻汉兵马都恐目关郭威全副疏密使 两时都恐目关南乐王张全三思使 鬼害 立位国夫人李氏卫皇后 契丹主见所过臣义秋须 魏藩 汉群臣曰 至中国如此 皆厌王之罪也 故张立曰 尔亦有利焉 家子 帝以河东节度判官长安苏逢吉 观察判官苏宇归为中书侍郎 同平张氏 与归 密州人也 正五节度使 辅州团练使者从远入朝 更名从软 致永安君于辅州 以从软为节度使 又以河东左都压压留诸位和阳节度使 诸 闪人也 弃丹朝一节度使 耿从美屯泽州 将攻陆州 以丑 赵史红赵将不齐万人就知 丙英 以王守恩为朝一节度使 高允权为张五节度使 又以可兰军使政连为新州刺史 领张国节度使兼兴 代二州一军都部署 丁卯 以元和巡检使言万禁为兰州刺史 领政五节度使兼兰 现二州一军都治治使 帝文契丹北规 欲经略河南 故以红赵位前驱 又遣千万禁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士 万禁 并周人也 契丹主以传述十艘载禁凯帐 将自变速和归齐国 命令国都于后于赐武行的江氏族千余人不送之 至何因 行德与将士谋约 经为鲁所致 将远去乡里 人生会有死 安能为抑郁之鬼乎 鲁士不能久留中国 不若共逐祈党 坚守和阳 以四天命之所归者而成之 岂非常侧乎 众以为然 行德即以铠杖授之 相与杀契丹兼军使 会契丹和阳节度使崔廷勋以兵送耿从美之路周 行德遂陈虚入聚和阳 众推行德为和阳都不属 行德浅地行有凤辣表间道义敬阳 契丹前五定节度使方太义洛阳巡检 至郑州 州有戍兵 共破太尉郑王 梁四密王朱以桃或魏森 嵩山贼帅张玉得之 立以为天子 取松月神滚免以一之 帅众万鱼席郑州 太极走之 太义气丹上墙 恐是不济 说玉树兵 玉语之巨兮 众不从 太自西门逃奔洪洛阳 树兵既师太 反赠太于气丹 云邪我未乱 太浅子师朗自诉于气丹 气丹将麻踏杀之 太无以自明 会群道攻洛阳 气丹留守留西 气承奔许州 太乃入府行留守市 与寻简史攀环及群道阙之 张玉杀朱以请将 依阙贼帅自称天子 示众于南交谈 将入洛阳 太逆及 走之 太玉自归于靖阳 武行得使人又太曰 我必孝也 公就证词的 今须未相待 太幸之 至何阳 未行得所杀 肖汉浅高摩汉袁宋刘西自许海洛阳 西宜攀环够其众逐己 使摩汉杀之 悟臣 武行有致敬阳 耕武 使洪照奏浅先锋将马会及气丹 斩首千鱼籍 使耿崇美 崔廷勋至泽州 闻洪照兵已入陆州 不敢进 引众而难 洪照浅惠追及 破之 崇美 廷勋与西王拽拉退保淮州 欣慰 以武行得位和阳节度使 契丹主闻和阳乱 叹约 我有三师 以天下之判我也 朱道阔前 一师也 令上国人打草骨 二师也 不早前朱节度使海镇 三师也 唐主以剿照拜军 皆臣诀 逢炎鲁之罪 人生 照射朱江 一展二人以泄中外 欲使忠臣将文卫对账但逢炎鲁 未曾曰 陛下建座以来 所信任者 炎鲁 炎鲁 曾 觉四人而已 皆因角弄拳 拥蔽聪明 排斥忠良 饮用群小 见真者逐 窃异者行 上下相蒙 道路以目 惊诀 炎鲁虽伏孤 而炎己 曾犹在 本根未典 知干附身 同罪亦诸 人心疑惑 又曰 上知诗听 为在庶人 虽日皆群臣 忠臣孤立 又曰 在外者卧兵 居忠者当国 又曰 曾 觉 炎鲁 更相为利 彼前则我雀 彼东则我兮 天生五才 国之利器 一旦为小人奋争妄动之举 又曰 真讨之饼 再曾折简 唐藏曲语 细曾一言 唐主以文为所言为太过 怒 匾江州司士参军 谢颂诀 炎鲁至精灵 宋祈秋以常见诀史福周 上表呆罪 照刘诀于其周 炎鲁于书周 知智告慧姬徐炫 使管修传寒兮宰上书曰 诀 炎鲁罪不容诸 但祈秋 炎己未知臣请 故陛下设之 善心者不罪 则将场有身世者已 丧失者或存 则行成无效死者已 请行显露以众君威 不从 中书士郎 同平张士逢 炎己霸为太帝少保 匾未曾为太子洗马 韩西仔旅言 宋祈秋党与避位或乱 祈秋奏西仔士久猖狂 匾和周司士参军 以害 奉周防御史时奉云举州将暑 奉云 敬之宗暑也 契丹主至凌晨 得吉 吉鸾晨 病胜 苦热 聚兵于胸腹手足 且淡之 病子 至沙狐灵而醋 国人抖其父 食言树斗 宰之北去 敬人未知 敌 赵严寿恨契丹主赴曰 为人曰 我不赴入龙沙以 吉日 先引兵入恒州 契丹永康王物玉及南北二王 各以所部兵相继而入 严寿玉聚之 孔师大元 乃那之 食契丹诸将以密意奉物玉为主 物玉登谷角楼寿书凶拜 而严寿不知之 自称受契丹皇帝遗诏 全知南朝军国事 人下教不告诸道 所以供给物玉与诸将同 物玉贤之 恒州诸门管要及仓库出纳 物玉皆自主之 严寿使人请之 不语 契丹主丧至国 树律太后不哭 曰 呆诸不宁依如故 则葬如矣 帝之自受阳海也 流兵千人树成天君 树兵闻契丹北海 不畏背 契丹习吉之 树兵金会 契丹焚奇事亦 一日狼烟百余举 帝曰 此鲁江顿 张须氏也 浅清江夜人鲁江不齐三千复之 会契丹出飘掠 人鲁成须大破之 丁丑 复取成天君 契州人杀契丹次使和行通 推劳成指挥使张庭汉之周氏 庭汉 济周人 伏习之身也 或说照严寿曰 契丹诸大人数日聚谋 此必有变 金汉兵不减万人 不若先士图之 严寿犹犹豫不决 人武 严寿下令 已来月朔日于呆贤管上市 受文武观赫 其仪 宰相 淑密时败于阶上 节度使以下败于阶下 李松以鲁义不同 是李南策 故请赵严受未行此理 乃至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百八十六 资质通箭 卷二百八十七 后汉季二卷二百八十八 姐妹计划 数据像 起墙与邪恰五月 近者雍云滩二月 不满一年 资质通箭 通箭 第两百八十七卷 后汉季二 起墙与邪恰五月 近者雍云滩二月 不满一年 高祖瑞文圣五昭肃肖孝皇帝中天福十二年 丁卫 公元九四七年 五月 以有肃 永康王物欲照严寿及张力 和宁 李松 逢道于所管饮酒 物欲七肃以凶事严寿 物欲从荣卫严寿曰 媚自上国来 宁欲见之乎 严寿欣然与之巨入 梁九 物欲出 魏力等约 燕王谋反 事已所知已 又约 先帝在辩时 以我一筹 许我知南朝军国 近者零崩 别无遗兆 而燕王善自知南朝军国 起礼邪 下令 严寿清党 皆是不问 兼一日 物欲至呆贤管寿藩 汉官叶赫 孝魏张力等约 燕王果于此礼上 无以铁其为之 诸公义不免以 后蜀日 集番 汉之臣于腐蜀 宣器丹主一致 齐略曰 永康王 大圣皇帝之嫡孙 仁皇王之长子 太后钟爱 群秦允归 可于中京及皇帝位 于是始举哀臣服 继而一级伏剑群臣 不复行丧 歌吹之声不绝于内 新四 已将周防御使王燕为剑雄节度使 帝级群臣停意进取 诸将贤请出师谨行 攻取阵 为 先定河北 则河南拱守自服 帝约自食会驱上党 郭威曰 鲁主虽死 党众犹盛 各具奸臣 我出河北 兵少路淤 棒无应援 若群鲁合适 共及我军 尽则遮前 退则腰后 两响路绝 此为道也 上党山路显色 肃少民残 无以公义 亦不可犹 静者闪 静二振 相继款复 隐兵从之 万无一师 不出两循 若 便定矣 帝约 清言是也 苏逢吉等约 使红照大军已屯上党 群鲁济盾 不若出天井 抵梦经未辨 撕天奏 太岁再武 不利难行 以游进 降底闪 帝从之 兴卯 照以十二日发北京 告御诸道 甲午 以太岁引 重为北京留守 以赵州赐使 李存归为父留守 河东目辽针定 李香为少影 衙将太岁未进 为马不指挥使 以佐之 存归 唐庄宗之从地也 逝日 刘西弃洛阳 奔大梁 武安节度赴使 天策府都为 领政南节度使马西广 楚文昭王西范之母地也 姓景顺 西范爱之 使判内外诸司氏 仁臣叶 西范醋 将左翼所立 兜指挥所张绍迪 兜押衙衙远有功 以五平节度使之永州是西二 于西范朱地位最长 请立之 长直兜指挥使刘燕涛 天策府学士李鸿高 邓一文 小门使杨迪皆遇利西广 张绍迪曰 永州此长而姓刚 必不畏都为之下明矣 必立都为 当思长策以至永州 使铁然不动则可 不然 设计为矣 燕涛等不从 天策府学士拓拔横曰 三十五郎虽叛军府之阵 然三十郎居长 请遣时以礼让之 不然 必起争端 燕涛等皆曰 今日军阵在首 天于不取 使他人得之 一日无被安所自容忽 西广懦弱 不能自觉 以为 燕涛等称西犯一命 共立之 张绍迪退而探约 或其使辞乎 与拓拔横皆称及不出 秉申 帝发太元 自应的官出境 讲 丁有 使洪照奏克则舟 使 洪照公则舟 似使敌令其固守不下 帝以洪照兵少 欲照还 苏逢吉 杨兵曰 金闪 靖 和杨皆一项话 崔廷勋 耿崇美朝夕顿去 若照洪照还 则和南人心动摇 鲁氏附状以 帝未觉 使人欲止于洪照 洪照曰 兵已及此 势如破竹 可进不可退 与逢吉等一合 帝乃从之 洪照浅部将李万钞说令其 令其乃将 洪照以万钞全之则舟 崔廷勋 耿崇美 西王拽拿和兵逼何阳 张玉帅众数千就之 战于南板 败死 武航得出战 义败 必成自首 拽拿玉公之 廷勋曰 经北军已去 得此何用 且杀义夫有可习 旷义成乎 文洪照以得泽州 乃是河阳 海宝淮州 洪照将至 廷勋等雍众北顿 过魏州 大略而去 契丹在河南者相继北去 洪照引兵与武航得和 洪照为人 诚意寡言 欲众严整 将孝小不从命 立窝杀之 氏族所过 泛明田及戏马于术者 皆斩之 君中替习 莫敢犯令 故所向必可 帝自靖阳安行入落即便 兵不血刃 皆洪照之力也 帝游是以爱之 辛丑 帝智获益 浅使玉和中节度使兆匡赞 人以弃丹求其父严受告之 资得公有公人五十余人 消汉玉取之 患者张环不语 汉破所夺工人 直还 烧铁灼之 腹烂而死 初 汉文帝雍兵而难 欲北归 恐中国无主 必大乱 即不得从容而去 石唐明宗子许王从义与王淑妃在洛阳 汉浅高摩汉营之 缴称契丹主命 又已从义之南朝军国事 赵己赴横舟 淑妃 从义溺于徽灵下宫 不得已而出 至大梁 汉立以为帝 率诸酋长拜之 以礼部尚书王松 御使忠臣赵远为宰相 前宣徽使真臣迪光业为疏密使 左经无大将军王景崇为宣徽使 以北来指挥使留作全市为清军都指挥使 冲在京巡简 松 徽之子也 百官夜见淑妃 淑妃契约 无母子丹若如此 而为诸公所推 誓或无家也 汉流燕兵千人守诸门 未从义夙夙位 仁淫 汉及刘夕此行 从义见于北郊 遣使赵高行周于宋周 武行得于何阳 皆不至 书非聚 赵大臣谋之曰 无母子为萧翰所逼 分当灭亡 诸公无罪 以早淫新主 自求多福 勿以无母子为义 众敢其言 皆为人判去 或曰 荆棘诸盈 不减五千 与燕兵 并立坚守一月 北旧必至 书非曰 无母子亡国之余 安敢与人争天下 不幸至此 死身为人所财 若新主见察 当之我魔所赴 经更为计划 则或吉他人 何成涂炭 忠贺一呼 众犹豫聚首 三思时文安留审交曰 于燕人 其部位燕兵记 故事有不可如何者 京城中大乱之余 公司穷劫 移民无己 若赴寿为一月 无类矣 愿诸公务赴言 亦从太妃处分 乃用赵远 狄光叶策 称梁王 知君国事 遣使奉表称臣营帝 请早赴经师 仍出居私底 甲臣 帝至靖州 契丹主物欲以契丹主得光有子在国 己以兄子席位 又无数律太后之命 善自立 内部自安 初 契丹主阿宝基促于渤海 数律太后杀酋长及朱江凡数百人 契丹主得光复促于境外 酋长朱江拒死 乃谋奉奉契丹主物欲乐兵北归 契丹主以安国节度使马踏为中金留守 以前五周次使高奉名为安国节度使 靖文武官籍是苏西流于恒州 独以汉林学是徐台福 理患籍后宫 患者 教防人自随 以四 发真定 帝之吉位也 将周次使礼从朗与契丹江城霸卿等拒命 帝浅西南面昭讨使 护国节度使白文科公之 卫下 帝至臣下 命诸君四步而物攻 以利害欲之 物身 从朗举陈将 帝命清江分户诸门 士族一人无得入 以偏将薛琼未防御使 辛亥 帝至陕州 赵徽自御帝马而入 仁子 至石豪 便仁有来迎者 六月 贾银朔 萧汉至恒州 与马踏以铁骑为张力之地 立方卧病 初见之 汉述之曰 辱何顾言于先帝 云湖人不可以为节度使 又 吾未宣武节度使 且国旧也 辱在中书乃铁我 又 先帝留我守遍州 令我处宫中 辱以为不可 又 赠我及解礼于先帝 云解礼好略人才 我好略人子女 今我必杀辱 命所知 立抗申曰 此皆国家大体 无实言之 欲杀及杀 惜以所谓 马踏以大臣不可专杀 立就止之 汉乃是之 世系 立愤慧而促 崔庭勋见马踏 驱走败 起 贵而献酒 马踏拒而受之 以卯 帝至兴安 西津留思关西来营 吾越中宪王洪左处 以令以陈相洪宗位振海 振东节度使兼逝中 秉承 帝至洛阳 入居宫中 汴州百官奉表来营 赵玉已受契丹捕属者皆物自宜 据其告迭而焚之 赵远更名上交 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 密令沙里从义及王淑妃 淑妃且死 曰 吾而为契丹所立 何罪而死 何不留之 使美岁寒时 以意于卖饭撒民宗灵乎 闻者气下 悟武 帝发洛阳 书密愿立为仁朴自弃丹桃归 见鱼拱 郭威问以兵术及故事 仁朴强记精明 威尤氏轻认之 仁朴 为周人也 心有 遍周百官斗争顾等盈于盈阳 甲子 帝至大梁 尽之藩正相继来降 丙音 吾越望红宗席位 悟臣 地下诏大赦 凡气丹所除节度使 下至将历 各安职任 不复变更 复以便周魏东京 改国号约翰 仁称天福年 约 于魏忍望静也 复清 香 汝三节度 仁申 以北京留守 崇魏和东节度使 同平章事 契丹树律太后闻契丹主自立 大怒 发兵拒之 契丹主以魏王位前锋 相遇于石桥 初 静侍魏马军都指挥使 李燕涛从静主北迁 立树律太后麾下 太后以为排成使 燕涛迎将于魏王 太后兵游士大败 契丹主幽太后于阿宝积墓 改元天禄 自称天寿皇帝 以高薰魏书密使 契丹主目中华风俗 多用进城 耳荒于酒色 清曼诸酋长 游士国人不负 诸布树盼 新兵诸讨 故数年之间 布侠南口 初 契丹主得光命奉国都指挥使 南宫王纪红 都于后繁挥以锁布兵树香舟 张德节度使高唐英善待之 树兵无铠障 唐英以铠障给之 以性如亲戚 唐英闻帝南下 举阵请将 使者未反 纪红 挥杀唐英 纪红自称刘厚 浅史告云唐英反复 照以纪红卫张德刘厚 庚臣 以挥为此周次使 安国节度使高奉明文唐英死 心不自安 请于马踏 属马步都指挥使刘夺 为节度复使 知君服侍 生归恒周 帝浅史告玉京南 高从会上表赫 且求尹周 帝不许 及家恩使至 聚而不受 唐主闻戚丹主得光促 萧汉戚大梁去 下赵曰 乃眷中原 本朝故地 以左右为圣统军 中午节度使 同平章是李京权为北面行迎招讨使 亦经略北方 文帝已入大梁 遂不敢出兵 邱 七月 甲午 以马西广位天策上将军 武安节度使 江南诸道兜统 兼中书令 封楚王 或传赵严寺已死 郭威严于帝曰 赵匡赞 契丹所述 经由在河中 以浅史吊计 应其负一阵 笔记家国无归 必感恩成命 从之 慧业都留守 天雄节度使 监中书令度重威 天平节度使 监中 李守真接奉表归命 众威人请移他证 归得节度使 监中书令高行周入朝 秉申 喜众威为归得节度使 以行周代之 守真卫护国节度使 加监中书令 喜护国节度使 赵匡赞为靖昌节度使 后二年 严寿使促于契丹 吴越望红宗以其地台周次使红替同参相服侍 李达以其地通知福州留后 自一前堂见吴越望红宗 红宗臣至迦达监市中 更其名曰如云 继而如云毁聚 以金笋二十诸及杂宝路内亚统军使 胡靖思 求归福州 靖思未知请 红宗从之 杜崇威自已赴契丹 赴中国 内藏仪聚 即一阵志下 赴聚而不受 遣其子红岁值于马踏以求援 赵岩寿有幽州清兵两千在恒州 指挥使张连将之 众威请以守卫 马踏浅其江阳滚江气单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 论月 耕武 赵霄夺众威官爵 以高行周卫招讨使 镇宁节度时 慕容燕超复之 以讨众威 新卫 杨斌 郭威 王张皆为正使 石兵荒之鱼 公司溃节 北来兵与朝廷兵和 顿增数倍 张白帝罢不及之物 省无一支费以奉君 用渡克善 庚臣 智建宗庙 太祖高皇帝 士祖光武皇帝 皆百事不迁 又立四清庙 追尊是好 樊六庙 麻踏贪华残忍 民间有真祸 美妇女 必夺取之 幼补村民 乌以为道 披面 掘木 断腕 焚制而杀之 欲以为种 常以齐聚自随 左右前后玄人甘 胆 手 足 饮食齐居于其间 欲笑自若 出入或被黄衣 用成于 服御物 曰 姿势汉人以为不可 无国无济也 又以宰相缘不足 乃蝶逢道 叛洪文馆 李松叛使馆 何宁叛吉贤 刘旭判中书 其见望如此 燃气丹或犯法 魔索容带 故事四不扰 常恐汉人王去 为门者曰 汉有窥门者 即断其手以来 麻踏浅使都运于明州 明州防御使薛怀让文帝入大梁 杀其使者 举州将 地浅郭从亦将兵万人会怀让公流夺于行州 不客 夺请兵于麻踏 麻踏浅其江阳安及前亦五节度使力 应将千其攻怀让于明州 怀让应臣自首 安等纵兵大略于行 明知尽 契丹所留兵不满两千 麻踏令所私给万四千人时 收其余已自入 麻踏常遗憾兵 且以为无用 稍稍费审 又损其时已四壶兵 众心怨愿 文帝入大梁 皆有难归之志 前尹州防御使和福晋 控赫指挥使太元李荣 前杰军中壮士数十人谋攻契丹 然为契丹上墙 犹豫未发 会阳滚 阳安等军出 契丹留恒州者才八百人 福晋等岁绝迹 约以及佛寺中卫号 新四 契丹主物欲遣其至恒州 照前威圣节度使间中书令逢道 书密使李松 左仆舍和宁等 会藏契丹主得光于木叶山 道等卫行 时时 终身发 汉兵夺契丹守门者兵 及契丹 杀石余人 应突入府中 李荣先具甲库 西兆汉兵及世人 以凯杖授之 坟衙门 与契丹战 荣兆朱将并立 护胜左相兜指挥使 恩州团练使白再容狐疑 逆于别市 军力以佩刀掘木 引其壁 再容不得已而行 诸江济制 烟火四起 古噪阵地 麻踏等大精 载宝或家属 走宝北城 而汉兵魔所统一 瘫脚者成乱飘掠 诺者窜逆 八月 仁武朔 契丹自北门入 市赋阵 汉明死者二千余人 前辞周次使李谷恐是不济 请封道 李松 和宁至战所谓免士族 士族见道等至 真自愤 慧日暮 有村民数千佛于城外 欲夺契丹宝货 妇女 契丹巨儿 北顿 麻踏 刘兮 崔亭勋皆奔定州 与义武节度使邪律中和 中 吉郎武也 逢道等四出安抚兵民 众推道未节度使 道曰 我 书生也 当奏事而已 宜则诸将未留后 使李荣公最多 而白在荣未在上 乃已在荣全之留后 据以撞文 且请援兵 地遣左飞龙使李燕从江兵赴之 白在荣贪媚 猜忌诸江 奉国乡主华池王饶孔魏在荣所并 诈称族籍 聚东门楼 严兵自卫 思天兼赵言亦善于二人 往来遇事 使得解 在荣以李松 和您九位乡 家父 遣君士为其地求赏给 松 您各以家才与之 又欲杀松 您以灭口 历古网见在荣 则之曰 国王主辱 功被握兵不久 今仅能逐一鲁江 证明死者近三千人 启独公之力邪 才得托死 据遇杀宰相 新天子若结公专杀之罪 功何此以对 在荣聚而止 又欲率明才已给君 鼓励真之 乃之 汉人尝试麻踏者 在荣皆居之以取其财 恒人以其贪阅 为之 白麻踏 阳滚至行舟 闻麻踏被逐 即日北海 阳安一顿去 理应以其重来降 根吟 以薛怀让 为安国节度使 留夺闻麻踏顿去 举行舟将 怀让乍云寻简 引兵向行舟 夺开门那支 怀让沙夺 以克复闻 朝廷之而不问 新卯 赴以恒舟顺国军 为郑州成德军 以为 以白在荣卫成德留后 余年 使以和福敬 为曹州防御使 李荣为伯州赐使 赤 盗贼无问赃多少皆底死 十四方盗贼多 朝廷换之 故众其法 人分命使者逐捕 苏逢吉自草召 义云 应贼盗 并四邻同保 皆全族处斩 众以为 盗游不可足 旷邻保乎 逢吉顾真 不得已 但审去 全族 自 由是补贼使者 张令柔杀平英十七村民 逢吉为人 闻生好杀 在河东幕府 帝常令禁御以祈福 逢吉禁杀御求海报 吉为乡 朝廷草创 帝西以军旅之士为阳兵 郭威 百思树务为逢吉吉苏与归 二乡爵士 皆出凶意 不居旧志 虽是无留志 而用舍处志 为其所欲 地方以兴之 无敢言者 逢吉由贪诈 供求货财 魔所顾弊 继母死 不畏福 树凶自外志 不白逢吉而见诸子 逢吉怒 密宇郭威 以他事杖杀之 楚王西广树帝天策左司马西虫 姓角县 阴怡凶西二书 严流燕等为先旺之命 费长力少 以激怒之 西二自永州来奔丧 以四 至夫时 厌白西广前侍从都指挥使周庭慧等将水军逆之 命永州将士皆是甲而入 管西二于弊相攻 臣服于其次 不听入与西广相见 西二求是海朗州 周庭慧劝西广杀之 西广曰 吴鹤忍杀凶 宁分坛 朗儿致之 乃后赠西二 浅海朗州 西虫常为西二凶西广 语言动作 西已告之 约为内应 契丹之灭敬也 驱占马二万匹归齐国 至是汉兵法马 赵氏是名马于河南诸道不经飘掠着 至以前红宗为东南兵马兜元帅 镇海 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 吴越旺 高丛惠文杜崇威畔 发水军树千席乡州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省其极鹊之 又寇尹州 似使尹十大破之 乃绝汉 赋于堂 属 初 京南界居湖南 岭南 福建之间 的侠兵若 自武姓王纪兴时 诸道入贡过其境者 多掠夺其货币 即诸道遗书解让 或加以兵 不得以复归之 曾不未溃 即从会立 唐 敬 契丹 汉更具中原 南汉 敏 吴 属皆称帝 从会立其赐语 所向称臣 诸国建之 谓之 高无赖 唐主以太父兼中书令送其秋为正南节度使 南汉主孔朱帝与其子真国 杀其王红弊 贵王红道 定王红义 便王红继 童王红俭 亦望红剑 恩王红伟 亦望红赵 尽杀其男 纳其女冲后宫 坐离宫迁于间 誓以珠宝 涉货汤 铁床 枯梯等型 号 申地御 长醉 细以瓜至乐宫之锦事件 遂断其头 初 帝与吏部尚书斗争故据世晋高祖 雅香之众 及及位 欲以为香 问苏逢吉 其次谁可香者 逢吉与汉林学士李涛善 应见之 曰 习涛起斩张燕翼 陛下在太原 常众之 此可香也 惠高行舟 慕容燕钞共讨渡重威于夜兜 燕钞玉及功臣 行舟玉缓之以待其彼 行舟女为众威子妇 燕钞扬言 行舟已女故 爱贼不公 游是二将不邪 帝孔申他便 欲自将及重威 亦未觉 涛上书请清真 帝大悦 以涛有宰相器 九月 甲虚 嘉逢吉左仆舍兼门下侍郎 苏宇归右仆舍兼中书侍郎 真顾司空兼门下侍郎 涛户布上书兼中书侍郎 并同平章侍 勿营 赵姓禅 为劳军 以皇子陈迅为东京留守 逢道 李松 何宁自镇周海 吉卯 以松为太子太父 宁为太子太保 庚臣 帝发大梁 静昌杰渡使赵匡赞孔中部位朝廷所容 东 十月 遣使将暑 请自中南山路出兵应援 勿须 帝至夜都城下 舍于高行周营 行周延于帝约 城中时未进 急功 屠杀士族 未亦克也 不若缓之 彼时尽自愧 帝燃之 慕容燕钞树应是伶俐行周 行周弃速于执政 涛奋壤十其口 苏逢吉 阳兵密以白地 帝身之燕钞之躯 由命二臣何解之 幼赵燕钞于帐中则之 且是一行周谢 杜崇威申颜车架至极将 帝遣给市中城官网御旨 众威复闭门拒之 城中时静节 将士多出将者 慕容燕钞顾请功臣 帝从之 并五 清都诸江功臣 自营至臣 士族伤者万余人 死者千余人 不客而止 燕钞乃不敢赴言 初 契丹流幽州兵千五百人数大梁 帝入大梁 获告幽州兵将未辨 帝尽杀之于帆台之下 乃为夜兜 张连将幽州兵两千柱众威聚首 帝屡遣人遭遇 许已不死 连约 凡台之醋 何罪而录 经首词 以死为其而 犹事成久不下 十一月 丙城 内殿执寒训宪功臣之巨 帝约 臣之所识者 众心而 众心苟离 沉默所保 用此何谓 杜崇威之叛 观察判官京香王敏吕契见 不听 及时竭力尽 甲虚 浅敏奉表出将 以害 众威子红脸来见 丙子 七十世来见 十世 吉尽之宋国长公主也 帝父浅入臣 丁丑 众威开门出将 臣中内死者十七八 存者皆汪及无人状 张脸先邀朝廷姓氏 赵许已归乡里 吉出将 杀脸等将孝数十人 纵其士族北归 将出境 大掠而去 郭威请杀众威衙将百余人 并众威加资及之以赏战士 从之 以众威为太父兼中书令 楚国公 众威每出入 路人往往指瓦力够之 陈光曰 汉高祖沙幽州无辜千五百人 非人也 又张脸而诛之 非信也 杜崇威最大而赦之 非行也 人已合众 信已行令 行已成奸 诗词三者 何以守国 其作运之 不言也 宜哉 高行州以慕容燕超在禅州 故此夜兜 吉卯 以中午节度使使洪照领归得节度使 兼是为马步兜指挥使 以臣节度使流信领中午节度使兼是为马步复兜指挥使 喜宴超为天平节度使 并加同平章使 吾越望红宗大跃水军 赏赐贝于酒 胡敬斯顾见 红宗怒 投笔水中 曰 吾之才与士族共之 惜多少之献邪 十二月 丙须 帝发夜兜 树主浅雄武兜鸦亚吾重运 以书密使王处回书招凤祥节度使侯以 根营 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张前朝为北面行营招讨安府使 雄武节度使和重建复之 轩辉使汉宝真位都于后 共将兵五万 前朝出散官 重建出龙舟 以及凤祥 凤鸾素位都于后里亭归将兵二万出子五谷 以元长安 诸君发成都 惊奇数十里 兴卯 皇子开封引陈迅促 陈迅孝有忠厚 达于从政 仍皆习之 鬼四 帝制大梁 威武节度使礼如云与吾越术将报修让不协 谋习杀修让 赴以福州将堂 修让绝之 引兵攻辅地 适日 沙如云 以其足 以为 追历皇子陈迅未未亡 侯义请降于蜀 使吴重运持兵及 梁丈西海 与赵匡赞同上表 请出兵平定观中 即有 报修让传礼如云首至前堂 吴越望红宗以臣向山音无臣之威武节度使 吴越望红宗 信刚言 奋中献王红左时荣养朱江 正非己出 即席位 朱杭 岳武法力三人 内亚统军使胡静思是盈利公 干预政事 红宗二之 欲受引一周 静思不可 静思有所谋意 红宗树面折之 静思海家 涉中献王位 被法痛哭 明有杀牛者 立案之 引人所示肉竟千斤 红宗问静思 牛大者肉几何 对曰 不过三百斤 红宗曰 然则立望也 命案其罪 静思拜贺其名 红人宗曰 功何能知其详 静思敌除对曰 陈席位从军 亦常从事于此 静思以红宗为之其素叶 故如之 亦恨怒 静思建议潜礼如云归福州 即如云盼 红宗则之 静思悦不自安 红宗于内亚指挥使和陈迅谋竹静思 又谋于内兜兼使水丘招劝 招劝以为静思党胜难治 不如荣之 红宗犹豫未决 陈迅孔逝谢 反以谋告静思 根虚会 红宗夜宴将立 静思以其突己 与其党谋作乱 帅清兵百人荣扶植兵入箭于天侧堂 曰 老奴无罪 亡和故图之 红宗赤之不退 左右持兵者皆愤怒 红宗醋恶不暇发言 屈入义和院 静思所骑门 剿称亡命 告中外云 醋得风急 传位于同参相府市红涕 静思因率诸将迎红涕于私地 且召陈向元德昭 德昭至 立于连外不败 曰 四剑新军 静思即出千连 德昭乃拜 静思称红宗之命 臣至受红涕正海 正东节度使兼逝中 红涕曰 能权无凶 乃敢成命 不然 当必闲路 静思许之 红涕史逝世 静思杀水丘招劝及静世路光炫 光炫 红宗之旧也 静思之七约 他仍有可杀 招劝 君子也 奈何害之 世岁 唐主已与与灵大将军王炎正位安化节度使 颇阳王 镇饶州 高祖瑞文圣五招肃孝皇帝中甘幼元年 悟生 公元九四八年 春 春 真月 以卯 大赦 改元 帝以赵匡赞 侯义与属兵共卫寇 换之 会回谷入共 诉称为党相所祖 起兵应接 赵又为大将军王锦虫 将军其藏针将禁军数千赴之 应使之精略关西 静昌节度判官礼术 久在赵严寿目下 严寿使之左匡赞 匡赞将入术 术鉴曰 燕王入湖 其所愿哉 金汉家心得天下 方物昭怀 若谢罪归朝 必保富贵 入术非全济也 提层不容此理 功必毁之 匡赞乃浅数奉表请入朝 锦虫等位行而数至 帝问术 匡赞何位附属 对曰 匡赞自已深受鲁冠 附在鲁亭 恐必下位之察 故父属求苟免而 臣以为国家必应存府 故遣臣来其哀 帝曰 匡赞父子 本无人也 不幸献鲁 金言受方罪见景 无何忍更害匡赞乎 即听其入朝 侯亦亦请赴二月四日圣寿节上寿 锦虫等将行 帝召入卧内 赤之曰 匡赞 义之心 皆未可知 汝至彼 彼已入朝 则勿问 若上千言故望 当已便宜从事 几位 帝根明好 以前威慎节度使逢到魏太师 仁虚 吴岳望洪替千顾王洪宗于依景军司帝 浅匡兜头薛温将清兵卫之 前戒之曰 若有非常处分 皆非无意 当已死拒之 帝自为王臣迅促 悲痛过甚 夹子 使不欲 赵匡赞不似李树反命 已离长安 柄子 入剑 王锦虫等至长安 文蜀兵已入秦川 以兵少 发本道及赵匡赞衙兵千余人痛拒之 仁虫孔恐夯赞衙兽 欲文齐面 唯路封止 君孝赵斯婉 首寝字文齐面已帅下 仁虫悦 其藏真切言曰 斯婉凶暴难志 不如杀之 仁虫不听 思婉,魏州人也 属里亭归江至长安,闻赵匡赞已入朝 欲隐归,王景重邀之,拜亭归于子无骨 张前昭至宝姬,朱江亦不邪,暗兵未尽 侯义闻亭归西海,应必必聚属兵 前昭士姑,隐兵夜顿 景重帅奉祥,隆,兵,精,禄,防之兵 追败属兵于散官,伏江促四百人 丁丑,帝大剑,杨兵既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中午节度使刘信,立遣之阵 信不得奉辞,语气而去 帝赵苏逢吉,杨兵,使洪赵,郭威入寿顾命 曰,于气习为,不能多言 陈幼幼若,后世托在清北 幼曰,善防众威,逝日,除于万岁殿 逢吉等密不发丧 跟陈,下诏,称,众威父子,应正小吉 磅义姚仲,并其子红张,红脸,红灿皆斩之 敬公主及内外清族,一切不问 辙众威师于是,是人争但其肉,力不能尽,思虚而尽 二月,新四朔,立皇子左卫大将军,大内兜典 简臣又为周王,同平张氏 有请,发丧,宣一致,令周王及皇帝位 十年十八 蜀汉宝珍,旁扶尘引兵自隆周海,要和重建聚息 逝日,宝珍等至秦州,奋兵守诸门及渠戮 重建岁入于蜀 丁亥,尊皇后约皇太后 朝廷之臣得刘后白在荣非将帅才 根营,以前见雄流后留在明代之 鬼四,大赦 吴越内亚指挥时和陈迅父请诸胡静思及其党 吴越望红替恶其反复,且据赵获,以为,直陈迅,展之 静思旅请杀废王红宗以绝后患,红替不许 静思诸以王命命令薛温害之 温曰,仆寿命之日,不闻此言,不敢忘发 静思乃夜遣其党方安等二人于援而入 红宗和户拒之,大呼求救,温文之 率众而入,必安等于亭中 入告红替,红替大经,曰 全无凶,辱之立也,红替卫济静思,驱意下之 静思义内幽惧,卫济,居发被促 红宗游士获权 赵义王锦虫兼奉祥寻简时 锦虫引兵至奉祥,侯义上卫行 锦虫以进兵分手诛门 或劝锦虫杀义,锦虫已受仙朝秘旨,似主未知之 或宜于专杀,犹豫未决 义文之,不告锦虫而去,锦虫毁,自够 误须,亦入朝,引帝问,何故赵蜀君 对曰,臣欲幼智而杀之,地审之 蜀张前昭自恨无功 鬼卯,至兴周,残奋而醋 世卫马步兜指挥使,同平张世使洪照遭母丧,不熟日,复出朝参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287资质通简 卷288后汉记三卷289 姐妹计划,数据像 起着雍云滩三月,净图为作恶,凡一年有期 资质通简第288卷 后汉记三,起着雍云滩三月,净图为作恶,凡一年有期 高祖瑞文圣五朝塑肖皇帝下 甘幼元年,悟生,公元九四八年 三月,秉承,使洪照起父,家监世忠 侯亦家父于才,后路执政及使洪照等,由世大臣甄育之 秉迎,以亦监中书令,行开封影 改广靖府为大明府,靖昌君为永兴君 侯亦盛毁王景崇于朝,言其自衡 景崇文义引开封,知事已变,内部自安,且愿朝廷 慧照遣供奉官王义如凤祥,征照匡赞衙兵亚兵义雀,赵斯婉等圣据 景崇因以言及之 思婉图中为其党长燕清曰,小太尉已落其手,无属至京师,并死已 奈何,燕清曰,灵机至便,子物赋言 贵友,至长安,永兴节度赴使安有归,寻捡巧守温出迎王义,至酒于客廷 思婉前白曰,豪寨使已定舍管于成东 经将士家属接在城中,欲各入臣妾加一城东宿 有归等燃之 时思婉等皆无凯障,寄入西门,有周孝座门侧,思婉巨夺旗舰展之 其图因大造,持白艇,杀手门者十余人,分遣其党守株门 思婉入府,开库取凯障给之,有归等皆逃去 思婉岁巨臣,即臣中少年,得四千余人,善成皇,气楼蝶,寻日间,战手之巨皆备 王景崇奉奉祥立民表景崇之君服侍,朝廷换之 甲虚,喜靖南节度使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喜宝义节度使 赵辉为奉祥节度使,并同平章使 以景崇为兵州留后,令辩道之官 国周灵人静边亭沙团练使田令方,驱略周明,奔兆斯晚 至同关,同关守将出击之,其众皆溃 初,契丹主北归,至定州,以义武节度赋使邪律中卫节度使,喜故节度使孙方简为大同节度使 方简愿会,且聚入朝为契丹所留,千言不受命,率齐党三千人保廊山雇债,控手要害 契丹公之,不可 为己,遣使请将,帝父其旧官,以汉契丹 邪律中文页都记平,常聚华人未辩 赵以臣得留后留在名位幽州到马步都不属,使出兵精略定州 卫行,中与马踏等坟略定州,西区其人弃臣北去 孙方简自郎山帅其众数百,还聚定州,又奏以帝行有位一州刺史,方御位太州刺史 美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颇未知 于是静莫州献献契契者,皆赴未汉有意 柄子,已留在名位臣得节度时 马踏至齐国,契丹主则已失守 马踏福,曰,因朝廷征汉官至乱尔,契丹主镇杀之 苏逢吉等未乡,多千不官吏 杨兵以为虚费国用,所奏多一支,逢吉等不悦 中书侍郎监护部尚书,同平章侍李涛尚书言,经关西纷扰,外遇未及 二书密接左命功臣,官虽贵而家未负,遗受已要害大阵 书籍之物在陛下墓前,亦已裁决,逢吉,宇归自先帝时认识,皆可为也 杨兵,郭威文之,见太后气宿 称,臣等从先帝起奸难中,今天子取人言,欲弃之于外 旷官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顾设计 若臣等必不任职,岂流过山林 太后怒,已让帝,曰,国家勋救之臣,奈何听人言而逐之 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应结则宰相 韬曰,此书臣读未知,他仍无欲,丁丑,罢韬正事,乐归私底 逝日,兵,经,同,华寺政据上延护国节度使监中书令李守真与永兴,奉降同返 使,守真文杜崇威死而聚,应有意志,自已尽是常位上将,有战功,速好施,得氏族心 汉室新造,天子年少初历,执政皆后境,有清朝廷之志 乃招纳亡命,养死士,至臣倩,善甲兵,昼夜不息 浅人间道继辣完结契丹,屡未边利所获 郡仪人照修己,速善数数,自守真正华周,属丝护参军 内从一阵,为守真言,实命不可,勿妄动 前后切剑非依,守真不听,乃称即归相礼 森总伦,以数昧守真,言其必为天子,守真信之 又常会将左至久,尹公子,是长虎徒,曰,吾有非常之福 当中其舌,亦发中之,左右皆赫 守真意自负 慧照斯婉聚长安,奉表现欲依于守真 守真自为天人邪气,乃自称秦王 潜其肖将平路王继勋将兵具同关,以斯婉为敬昌节度使 同州聚合中最近,匡国节度使张燕威,长胸守真所为,奏请先为之辈 赵华周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将步兵术同州 故守真起兵,同州部位所并 金山,云州人也 定南节度使礼已应发兵屯境上,袖称,去三载前枪足无杀 他随周赐使礼人欲叛去,请讨之,庆周上言,请义兵未备,照以斯天言,精遂不立先举兵,欲指之 下,四月,星寺,陕周都兼王欲奏克负同关 帝宇左右谋,以太后怒里掏离剑,欲更尽用二淑密,以名非帝义 左右一及二淑之专,欲夺其权,共劝之 人武,致以淑密使扬兵为中书侍郎监力部尚书,同平章是,淑密使如故,以赴淑密使郭威为淑密使,又加三思使王章同平章是 凡中书除官,诸丝奏事,帝皆为兵斟酌 自是三乡拱手,正是敬绝于兵 是有位更兵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臣凝制 三乡美敬你用人,苟不出兵意,虽不,为意不知语 兵素不喜书生,常言,国家府领时,假兵墙,乃未及物 至于文章里乐,何足介义 既恨二苏排挤,又以其除官泰滥,为众所非,欲缴其臂,由世间于除败,是大夫往往有自憾心致王不沾一命者 凡门应几百思入世者稀罢之 虽由兵之于毕,时仁亦就二苏之不公所致云 以正宁节度使郭从义充永新行营兜部署,将是为兵讨罩丝晚 物子,以宝义节度使白文科为何中行营兜部署,内克审使王俊卫兜兼兼 新卯,消夺李守贞官爵,命文科等会兵讨之 以卫,以宁将节度使,侍卫部军都指挥使上红千位西面行营兜余后 王景从千言部支兵州,岳吉凤祥丁壮,乍言讨罩丝晚,仁谍兵州会兵 契丹主如辽阳,故敬主与太后,皇后接夜见 有禅奴立者,契丹主知妻兄也,闻敬主有女未嫁,亦敬主求之,敬主辞已有 后属日,契丹主使人持娶其女儿去,以赐禅奴 王景从以属奉州赐使徐燕书,求通护士 仁虚,属逐实验复书招之 契丹主流进汉林学逝徐台服于幽州,台服逃归 五月,以害,华州言和绝于池 六月,悟营朔,日有时之 新四,以奉国左乡兜余后流慈冲和中行营马步兜余后 亦有,王景从遣使请将于属,亦受礼守征官决 高从会寄于汉决,北方商吕不治,境内贫乏,乃遣使上表谢罪,起修直贡 赵遣使未辅之,西面行营都于后上洪迁攻长安,商众而促 秋,七月,已公布侍郎礼古冲西南面行营都转运使 更生,家书密使郭威同平张使 属丝空间中书是郎,同平张使张业,姓豪齿,强是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地,治愈,细负债者,获利年至有与死者 妻子简孝左仆舍记招,好极箭,常与僧规性仿善箭者,又匡胜都指挥时孙汉少与夜有戏,密告夜,记招谋反 汉林辰指礼号,奉圣控贺马步都指挥时安斯千父从而赠之 夹子,夜入朝,属主命壮士就兜堂及杀之,下诏报其罪恶,及没其家 书密使,宝宁节度使监视中王处回,亦专权贪纵,卖官御御,四方溃陷,皆先书处回,四及内府,夹资俱万 子德军,亦交恨,张叶即死,属主不忍杀处回,听归私底 处回皇孔辞位,以为武德节度使监中书令 属主欲以普丰库使高颜昭,查九库使王昭远为书密使,以其名为肃清,乃受通奏使,知书密远使 昭远,成都人,又以僧童从其师入府,属高族爱其敏惠,令给世属主左右 智世,为以积物,福库经薄,自其取语,不付会计 悟臣,以郭从义为永兴节度使,白文科兼之和中行辅士 属主以汉林臣指,上书左臣李昊为门下侍郎监护部上书,汉林学士,兵部侍郎徐光普为中书侍郎监礼部上书,并同平章式 属安司迁谋进去旧江,又赠位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亭谋反,欲待其位,业,发兵为其敌 惠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归入朝,吉言廷隐无罪,乃得免 廷隐应称吉,故请解军职 甲虚,属主许之 风祥节度使赵辉至长安 以害,表王景重返状一名,请进兵及之 初,高祖镇河东,皇帝崇尉马步兜指挥使,与帆汉都恐目关郭威征权,有戏 吉威执政,崇幽之 节度判官正拱,劝崇尉自权祭,崇然之 拱,青州人也 八月,根臣,崇表木兵寺指挥,自氏悬木勇士,招纳王命,善甲兵,十福库,罢上贡财富,皆已被弃丹未明 朝廷诏令,多部秉承 自和中,永兴,奉祥三政拒命以来,朝廷祭遣诸将讨之 朝义节度使长司屯同关,白文科屯同舟,赵辉屯咸阳 为郭从义,王骏至乍进长安,而二人相恶如水火,自春除秋,皆相持莫肯攻战 帝幻之,欲遣重臣陵都 人武,以郭威为西面军前招位安抚时,诸君接受威节度 威将行,问策于太师逢道 道曰,守真自卫旧将,为士族所赴,愿公勿爱官勿,以赐士族,则夺其所事以,威从之 由是众心使父于威 赵白文科去河中,赵辉去丰祥 甲申,属主以赵亭尹为太父,赐绝宋王,国有大事,就地问之 吾子,属改奉祥曰曰其阳军,己丑,以王景重为其阳节度史,同平张氏 以为,以前红替位东南兵马兜元帅,郑海,郑东节度史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郭威与朱将一公讨,朱将欲先取长安,奉祥 郑国节度史护雁科曰,经三叛连横,推守真为主,守真王,则两阵自破矣 若舍敬而公远,万一王,赵俱无前,守真己无后,此为道也 威善之 于是威自闪州,白文科及宁江节度史,侍卫不均都指挥使流慈自同州,长司自同关,三道公和中 威辅养氏族,与同苦乐,小有功折厚赏之,唯有伤长轻侍之 是无贤不孝,有所沉起,皆温慈色而受之 唯无不怒,小过不择 由是将促贤归心于威 使,李守真已进军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施,又氏族诉交,苦汉法之言,为其志则寇成凤淫,可作而呆之 继而氏族心受赐于郭威,皆望守真救恩 己亥,至臣下,扬其法骨,踊跃构造,守真是之施色 白文科克西关城,诈于河西,长司诈于陈南,威诈于陈西 魏己,威以长司无将领才,先前归正 诸江玉吉功臣,威曰,守真前朝宿将,见斗好施,屡立战功 旷城陵大河,楼蝶顽固,威亦清也 且彼平成而斗,无仰而公之,何亦帅氏族投汤火呼 夫勇有甚衰,功有缓急,时有可否,事有后仙 不若且设常为而守之,使非走路绝 无戏兵木马,坐时转书,温饱有余 四城中无时,功躺家财皆劫,然后竟踢冲已逼之,非书席已招之 彼之将士,脱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旷乌合之众乎 思腕,锦虫,但奋兵迷之,不足律也 乃八诸周明夫二万余人,使白文科等帅之,哭长豪,驻连臣,列对五而为之 威又为诸将曰,守真相为高祖,不敢吃张,以我被掘起太原 事公为者,有亲我心,故感反而 正义竟已至之,乃掩其卧骨,但循和射火铺,连岩数十里,斑步促以守之 浅水君以周于岸,寇有钱往来者,无不擒之 于是守真如坐王中矣 属武得节度使监中书令王处回寝老,兴丑,以太子太父致事 南汉主浅之至告宣话中允章求婚于楚,楚王西广不许 南汉主怒 问允章,马功夫能经略南吐乎,对曰,马是兄弟,方真王于不暇,安能害我 南汉主曰,然 西广诺而吝啬,其士族望战日久,此乃无尽取之秋也 五平节度使马西二请与楚王西广各修职贡,求朝廷别家官爵,西广用天策府内兜压牙欧红练,静奏官张众寻谋,后路执政,始据其请 九月,仁子,四西二即楚王西广诏书,寓以,兄弟一乡即目,凡西二所共,当赴西广以文,西二不从 蜀兵员王景崇,军于散官,赵徽浅兜兼李燕从袭击,破之,蜀兵顿去 蜀主以张业,王处回执政,世多拥毕,几位,始至鬼寒,后改为献纳寒 王景崇敬沙侯一家属七十余人,义子前天平行军司马仁举仙在外,得免 更生,以仁举为习周刺史 仁举子严广,尚在强宝,如母流氏以己子一只,抱严广而逃,起时至于大梁,归于一家 李守珍旅出兵欲突长违,皆拜而返 遣人寄辣完求救于堂,蜀,契丹,皆为罗者所获 城中时且尽,朴死者日重 守珍幽行于色,赵总伦节之,总伦曰,大王当位天子,仍不能夺 但此分也有灾,呆磨灭将尽,只于一人一齐,乃大王却起之时也 守珍有以为然 东,十月,王景崇敬其子得让,赵斯婉敬其子怀意,见属主于成都 雾阴,景崇敬兵出西门,赵徽急破之,遂取西关城 景崇退守大臣,挥欠而为之,术挑战,不出 挥浅浅浅渝人换甲之兵,孝蜀其至,循南山而下,令诸君申言,蜀兵致以 景崇裹浅兵数千出银之,挥赦浮衍即,敬义之 自是景崇不复赶出 蜀主浅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斯千将兵就奉降,左仆设监门下侍郎,同平张氏吴昭尚书上书建曰,臣妾建庄宗皇帝至贪西故,浅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城,皆贡建书,书无听那,有何所成? 至此两朝,可为见解? 不听,又浅雄武节度使汉宝真引兵出千阳以分汉兵之事 王景崇浅浅一臣节度使酸枣李燕顺等逆属兵 秉申,安斯千屯又借,汉兵屯宝基 斯千浅梅周次使生贵将兵两千去磨壁,设服于竹林 丁有淡,贵以兵数百压宝基而成,汉兵竹之,御服而败,属兵竹北,破宝基债 属兵去,汉兵附入宝基 几亥,四千进屯未水,汉兵五千树宝基 四千未知,未众约,两少敌强,宜更为后途,新丑,退屯凤周,循归新元,贵,陆周人也 经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文献王高从会请及,以其子节度赴使保荣叛内外兵马士 贵卯,从会促,保荣之流后 张五节度使高允全宇定南节度使李宜英有戏,李守真密求援于宜英,发兵屯严,丹靖上,闻官军为何忠,乃退 甲臣,允全以其状文,宜英亦自诉,朝廷和解之 初,高祖入大梁,太师逢道,太子太父李松皆在真定,高祖以道帝赐苏与归,松帝赐苏逢吉 松帝中亦藏之物及洛阳别叶,逢吉尽有之 吉松归朝,自以行姬孤为,是汉权臣,长替替千景,多称吉渡门 而二帝宇,以,宇逢吉子弟聚位朝是,时辰九出怨言,云,夺我居地,家资,逢吉游是恶之 为己,松以两经宅劝献于逢吉,逢吉悦不悦 汉林学士陶谷,先为松所引用,赋从而赠之 汉法纪言,而侍卫都指挥使使洪照犹残忍,宠任孔木官解挥,凡入军遇者,使之随意锻炼,无不自污 吉三叛联兵,群情震动,民间或额言相惊骇 红照掌布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情轻重,与法和如,皆专杀不请 或绝口断舌,酌经,折静,无虚日 虽奸道平击,而冤死者慎重,莫敢变速 离语扑夫格言语,谓语泛语,多所欺逆,语赤之,督其复圣吉,言语与苏冯吉之谱里臣谋上便告语谋反 逢吉文儿又致之,因赵松制帝,收送是谓语 语自乌云,语凶松,帝义,申王宁吉家同和二十人,谋因山林发影,纵火焚金城作乱 又浅人以蜡输入和忠臣,节礼守贞 又浅人照弃丹兵 吉据御上,逢吉取必改,二十,未,五十,次 十一月,甲银,下诏诸松兄弟,家属及此所连击者,皆臣诗于世 人后赏格言语等,时人无不冤之 自是世民家皆为但普利,往往为所协制 他日,秘书郎真定理访一桃谷,谷曰,君于李氏中静远 访曰,族书父,谷曰,李氏之祸,谷有利焉,访文之,汉初 谷,兵周人也,本姓唐,毕竟高祖会改焉 使洪照由恶文士,常曰,此属亲人难耐,每位无被畏促 洪照领归得节度使,为亲立阳已收属府公立 以一世交恨,何敬畏之如洪照,赴使以下,望风斩尽,以阶下是之 月律千万名以书洪照,不明不胜其苦 初,沈丘仁书园,松山道是阳那,据以游客干礼守真 守真,守真为汉所公,浅元更姓朱,那更姓李,明平,监道奉表求救于堂 唐建一代辅查文辉,兵部侍郎未曾请出兵应之 唐主命北面行迎招讨使礼金泉将兵就河中,以清淮节度使刘燕珍赴之 文辉未兼军使,曾未延淮巡俭使,君于宜州之境 金泉与诸江方会时,后其百有汉兵数百在建北,皆雷若,请言之 金泉令约,敢言过建者斩,吉木,伏兵四起,金谷文石于礼,金泉令约,向可与之战乎,时唐氏族燕兵,莫有斗志,又何忠道远,事不相及 并应,唐兵退保海州 唐主一地书谢,请父通商旅,且请设守真,朝廷不报 人生,藏瑞文圣五朝宿孝皇帝于瑞灵,妙号高祖 十二月,丁丑,以高宝荣为京南节度使,同平章使 新寺,南汉主以内常世无怀恩为开府以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江兵及楚,恭贺州 楚王西广前决胜指挥时徐之心等将兵五千就之 卫治,南汉人以拔赫州,凿大锦于城外,复以竹伯,家土,下施基州,自欠中穿穴通井中 知心等致,引兵攻城,南汉遣人自血中发击,楚兵西县,南汉出兵从而及之 楚兵死者以千数,知心等顿归,西广斩之 南汉兵赴县昭州 王景崇类表告及于蜀,蜀主命安思千再出兵就之 人武,思千自新元引兵屯奉州,请先运粮四十万湖,乃可出境 蜀主曰,官思千之意,安肯为朕进取,然亦发新州,新元米树万湖已溃之 物子,思千进屯散官,浅马不使高燕筹,每周次使生贵及汉剑阔安都债,破之 庚营,思千拜汉兵于玉女坛,汉兵退屯宝姬,思千进屯磨臂 韩宝珍出新官,仁臣,君于隆州神前,汉兵不出,宝珍亦不敢进 赵辉告急于郭威,威自网复之 十里守真前赴使周光训,脾将王继勋,聂之御守晨夕,威戒白文科,留慈曰 贼狗不能突围,中为我情,万一得出,则无不得附留于此 成败之机,于是忽在 贼之肖瑞,尽在晨曦,我去必来突围,耳草仅被知 威至华周,闻蜀兵时尽隐去,威乃孩 汉宝珍闻安思千去,亦退宝公穿窄 蜀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张氏徐光朴作 以燕词挑前蜀安康长公主,丁友,罢守本官 尹皇帝尚高祖瑞文圣五招塑孝皇帝下 甘幼二年,即有,公元九四九年 春,真月,以四朔,大赦 郭威将至河中,白文科出迎之 雾身夜,礼守真遣王继勋等引经兵迁于人,寻河而难,习汉诈,砍暗而登,岁入之,纵火大造,君中狼狈不知所为 留慈神色自若,下令曰,小道不足今也,率众及之 克室史严禁清曰,贼甲皆皇旨,为火所照,亦辩尔 耐众无斗志和 辟将李涛曰,安有无事时君路,有疾不死斗者邪,元朔先进,众从之 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寄勋重伤,仅已申免 己有,郭威智,留慈引马首请罪 威厚赏之,曰,无所忧正在于此 唯兄贱斗,己未卤痴 然卤济丹于此矣 敬清,新周人也 守真之玉公和西诈也 先遣人出姑久于村树,或是语,不择其职,罗其多罪 由是河中兵的前行入寨,己志不守 郭威乃下令,将是非靠雁,无得私隐,爱将李审,陈尹少酒 威怒曰,如为吴帐下,守为军令,何以其重,力斩以训 申免,属安司迁退屯凤州,上表呆罪,属主事不问 赵以靖州立定南军,二月,新卫,李宜英上表谢 宜英以中原多顾,有清傲之志,美藩正有盼者,常应助之,邀其重路 朝廷之奇事,亦以恩泽机弥之 怀北群道多请命于唐,唐主前神位都于后皇府徽等将兵万人出海,四以招纳之 蒙臣镇将贤施朗等将于徽 徐州将臣得清拜唐兵于洞与镇,福展六百级,徽等隐归 敬礼太后亦契丹主,请依汉人臣寨之策,给田以耕丧自善 契丹主许之,并敬主迁于建州 畏至,安太妃促于鹿 以令,必焚我骨,南向阳之,树鸡魂魄归达于汉,既至建州 得田五十余请,敬主令从者跟其中以给食 请知,树律王遣其取禁主宠姬赵氏,蔑氏而去 树律王者,契丹主得光之子也 三月,几位,已归得衙内指挥使使得冲领中周四时 得冲,红照之子也,颇读书,常不乐父之所为 有举人呼噪于贡愿门,苏逢即命直送侍卫斯,欲其痛垂而勤之 得冲颜于赴曰,书生无礼,自有台福至之,非君物也 此乃公卿玉章大人之过耳 红照大然之,即破谢遣之 楚江徐静拜满于枫阳山,斩首五千集 下,四月,仁武,太白昼剑,明有仰视之者,为罗促所执,使红照妖斩之 和忠臣忠实且敬,明二死者十五六 鬼卯,李守珍出兵五千余人,即踢桥,分五道以工常为之西北渝 郭威浅兜兼兼允兵衡集之,河中兵拜走,杀伤太犯,夺其工具 五月,丙武,守珍妇出兵,又拜之,秦其将为阎朗,镇兵 人子,周光训,王继勋,聂之御帅其众千余人来将 守珍将士将者相继,微臣其离散,根深,都诸君百道公之 赵斯万好食人干,长面苹而快之 快敬,人游未死 又好以酒吞人胆,为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以,即长安城中时尽,娶妇女,又致未君粮,日祭数而给之 每靠君,折图数百人,如阳使法 斯万既穷,不知所出 郭从亦使人幼之 初,斯万少食,求位左肖位上将君致是李肃仆,肃不纳,曰,是人目乱而语但,他日必未叛臣,肃七章是,权义之女也,曰,君经拒之,后且为患,乃后已经薄移之 即斯万据长安,肃贤居在城中,斯万数旧见之,拜福如故里 肃曰,是子吉来,且污我,欲自杀 七曰,何若劝之归国,会斯万问自权之计,肃乃于判官成让能说斯万曰,公本于国家无嫌,但据罪尔 经国家三道用兵,据位有功,若以此时幡然改图,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贵 属与作而呆必忽 斯万从之,浅使义却请将 以丑,以斯万为华州留后,都指挥使常燕清卫国州赐使,令辩道之官 吴越内衙都指挥使斗涛,胡敬斯之党也,获告其谋判,此连丞相红已 吴越望红替不欲穷智,贬涛于处州 六月,鬼有朔,日有时之 秋,七月,贾城,赵斯万是贾出臣受赵,郭从义以兵守其南门,赴遣还成 斯万求其衙兵及凯障,从义以给之 斯万千言,收敛才会,三改行其 从义等一之,密白郭威,请图之,威许之 仁子,从义与兜间,南院宣徽使王骏案配入城,处于辅舍 赵斯万卓别,应执之,并常验清及其父兄不屈三百人,皆斩于是 甲阴,郭威公何忠,克其外郭 礼守珍收于众,退保子臣 朱将寝及公之,威约,夫鸟穷则酌,旷义君呼 河水取于,安永即位 仁须,礼守珍与妻及子崇勋等自焚,威入城,或妻子崇玉等 及所属宰相敬于,孙苑,书密使刘瑞,国师总伦等,宋大梁,哲于是 甄兆修几位汉林天文 威月守珍文书,的朝廷全臣及藩正与守珍交通书,辞意悖逆,欲奏之 秘书郎于赐王谱建约,痴媚晨夜珍出,见日自消 愿一切焚之,以安反则 威从之 三叛祭平,帝静骄纵,与左右侠逆 飞龙使侠秋后匡赞,查久使太原郭允明以谄媚的姓 帝好与之为搜辞,丑于,太后屡戒之,帝不以为矣 鬼害,太常清张昭上言,宜清静如晨,讲习精训,不听 昭,即昭远,必高祖会改之 悟臣,家永心节度使郭从一同平章式,喜正国节度使护燕科为护国节度使,以和中行引马步都于后留此为正国节度使 堂主父敬用未曾 立步郎中会姬中谋,上书原外郎李德明使以辩会的姓,参与国阵 二人皆是恩亲造,虽不予曾未党,而国人皆恶之 护步原外郎范聪明,姓眷戒,乃教天威都于后王建峰上书,立抵用侍者,请敬用证人 堂主为建峰武成典兵,不当干预国阵,大怒,刘建峰于池州,为志,杀之,聪明气势 堂主闻合中破,以朱元为驾步原外郎,呆照闻李院李平为尚书原外郎 吴越望洪替以陈向洪义判明州 西京留守,同平张氏王守恩,姓滩比,专氏巨脸 丧车飞书前不得出城,下至书册,刑起之人,不免克律,或纵徽下令到人才 有富士取富,守恩与排幼树人网为宾客,的营树挺而返 八月,贾深,郭威自和中海,过洛阳 守恩自是为奸将相,奸于出营 威怒,以为曼己,此以欲,不见,即以投资命保一节度使 同平张氏白文科带守恩为留守,文科不敢为 守恩由作客赐,立白,心留守以事事于府以 守恩大经,狼狈而归,见家属数百以逐出府,再通取以 朝廷不知问,以文科监事中,冲西经留守 欧阳修论曰,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治 而后乱从之,此事之然也,五代之即是已 文科,守恩皆汉大臣,而周太祖以一书密使头子而亦致之,如更述促 世时太祖未有无君之志,而所为如此者,盖席未尝试 故文科不敢为,守恩不敢拒 太祖既处之不宜,而汉庭君臣亦致而不问,岂非刚计坏乱之即而致于此于 是已善为天下律者,不敢忽于为而长度其见也,可不戒哉 守恩至大粮,恐惑罪,广为贡献,众禄权贵 朝廷亦以守恩手举禄周归汉,顾佑之,但诸其用事者数人而已 马西二西调郎周丁撞位相兵,造号靖将军,作战剑七百艘,将攻谈周,其七院士建约,兄弟相攻,胜负皆为人孝,不听,引兵去长沙 马西广文之曰,朗周,吴兄也,不可语真,当以国让之而已,刘燕,李鸿高等顾真以为不可,乃以岳周次使王运位都不属战兆指挥使,以燕间其军 己丑,大破西二于蒲舍周,获其战舰三百艘 云追西二,将集之,西广浅使赵之曰,勿伤无凶,云引兵骸 云,还之子也 西二自赤沙湖成青州顿归,愿是契约,或将至已,于不忍见也,赴景而死 勿须,郭威至大梁,入见,地劳之,四金箔,衣服,玉带,安玛,辞曰,陈寿命几年,锦克一臣,何宫之有 且臣将兵在外,凡正安经施,公义所需,使兵时不乏,皆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读因此次 请便赏之 又一家领方阵,辞曰,扬兵位在城上,位有茅土 且帷幄之城,不可以红罩未彼 九月,仁寅,便赐宰相,淑密,宣辉,三思,侍卫使九人,与威如一 地狱特赏威,辞曰,运筹健化,出于庙堂,八兵溃粮,资于藩镇,暴露战斗,载于将士,而公独归臣,成何以堪之 以四,加威监视中,使洪照监中书令 星亥,加斗真顾司徒,苏逢吉司空,苏宇归左仆舍,杨斌又仆舍 朱大臣义,以朝廷执政普加恩,孔帆镇绝望 以卯,加天雄杰度使高行周守太师,山南东道杰度使安省其守太父,太宁杰度使福燕清守太保,河东杰度使刘崇监中书令 几位,加中五杰度使刘姓,天平杰度使慕容燕超,平卢杰度使刘朱并监视中 新有,加朔方杰度使冯辉,定南杰度使礼仪监中书令 冬,十月,人参,加义五杰度使孙方简,五宁杰度使刘云童平章使,仁武,加吴越望红替上书令,楚王西广太位,丙虚,加京南杰度使高保荣监视中 义者以为,郭威不专有其功,推以分人,信为美义 而国家爵位,以义人立功而谈及天下,不亦滥乎 无越望红替慕名能肯荒田者,勿收其税,游是境内无弃田 或请揪名以丁以增负,仁自掌其事 红替杖之国门 国人接曰 处境江杰度使马西瞻以凶西二,西广交真,屡浅使见止,不从 之中富足,居发于贝,丁亥,楚 契丹寇河北,所过杀掠,杰度使,四十个阴臣自首 由其至贝州及叶都知北境,帝幽之 几丑,浅书密使郭威都诸将遇之,以轩辉使王俊兼其军 十一月,契丹文汉兵渡河,乃尹去 兴亥,郭威军至叶都,令王俊分军去镇,顶 戊武,威至行州 唐兵渡淮,公正阳 十二月,尹州将白伏敬即拜之 扬兵为政科系 初,行州人周灿为诸魏将军,霸志无依 从王锦重西针,锦重叛,遂为之谋主 兵奏,诸前资官,喜瑶洞翻臣,宜西浅亦经师 继而四方云集,日遮宰相马囚官 兴卯,兵妇奏,前资官一分居两金 以四有阙而不知,漂泊失所者慎重 兵佑奏,行道往来者,接给过所 继而官司田宴,明情大扰,乃至 赵徽及公奉祥,周灿为王锦重曰 公相与仆,雍相表礼,今二正已平 属而不足是,不如将也,锦重曰 善,无更思之,后属日,外宫转集 锦重为其党曰,是穷乙,无欲为吉祭 乃为其江公孙年,张思练曰 赵徽精兵,多在陈北,来日五谷前 尔二人烧成东门乍降,物令扣入 吴宇周灿以衙兵出北门突徽军,纵无尘而死 由圣束手,皆曰,善,鬼寺,魏明,碾,撕炼烧东门 请将,府衙火一发 二将遣人胸之,锦重以宇家人自焚以 灿义将 丁友,密周次始亡万赶及唐海周获水镇,残之 逝月,南汉主如英州 逝岁,唐泉州次始留从校凶南州父始从院 正次始董思安而代之 唐主不能至,至清援君于泉州 以从校未节度始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百八十八资质通建 卷二百八十九后汉祭四卷二百九十 姐妹计划,数据像 上张燕茂,一年 资质通建第两百八十九卷 后汉祭四,上张燕茂,一年 尹皇帝下甘幼三年,根须,公元九五零年 春,真月,丁卫,嘉奉祥节度使赵徽监世中 密州次始王万敢请义兵以公堂 赵以前移州次使郭琼卫东路行营都部署 帅靖军及其州兵赴之 郭威秦乐兵北林契丹之靖,赵指之 丙英,浅时义和中,奉祥收义战死及二嫖一孩 使有森乙聚二十万乙 唐主闻汉兵敬平三叛,十八里经全北面行营招讨时 唐清怀节度使刘燕真多脸名才已录权贵,权贵真欲之 在寿州积年,孔贝代,欲以紧急自顾 望奏称汉兵将大举南伐 二月,唐主宜东都留守燕王洪纪魏润,宣二州大都督,郑润州,宁国节度使州宗魏东都留守 朝廷欲以一帆阵,因其请赴家庆节上寿,许之 甲申,郭威行北边海 福州人或一见周告唐永安留后查文辉,云无阅兵以弃臣去,请文辉卫帅 文辉姓之,浅见周次使臣会将水军下闽江,文辉自已不齐济之 会大雨,水涨,会一系行七百里,致臣下,拜福州兵,执其将马先进等 跟营,文辉至福州,无阅之威武军无臣诈浅遣数百人出营 会曰,闽人多诈,未可信也,一例债徐徒,文辉曰,宜则变身,不若沉积聚其成,阴影兵静静 会振重鸣鼓,止于江眉 文辉部位被,成乐兵出击之,唐兵大败 文辉舵马,为福人所值,士族死者万人 会全军归建周 承送文辉于前堂,无阅望红替现于武庙而逝之 丁亥,汝州奏防御使留省交簇 立明义雀尚书,以省交友人证,起留藏汝州,得奉侍其秋龙,照许之 周人相语俱枯而葬之,以为立词,遂时想之 太师逢道曰,无常为流军了左,观其为阵,无以于人,非能捡其租赋,除其遥亦也,但推功连慈爱之心以行之耳 此意众人所能谓,但他仍不畏而流军独畏之,故辱人爱之如此 使天下两千十皆孝其所为,何患的名不如流军哉 甲午,吴越丞相,昭化节度使,同平张氏度见挥簇 以为,以前永兴节度使月框赞位左销位上将军 三月,丙午,嘉庆节,夜都留守高行舟,天平节度使慕容燕钞,太宁节度使福燕青,昭义节度使常思,安远节度使杨信,安国节度使薛怀让,陈德节度使武航德,张德节度使郭景,宝大刘后王饶皆入朝 甲银,赵银,赵银请妙于高祖常灵,氏祖元灵,以时至计 有思以费多,请其事,以至国王,二灵竟不沾一殿 仁须,喜高行舟为天平节度使,福燕青为平卢节度使 夹子,喜慕容燕钞为太宁节度使 永安节度使者从软举足入朝 下,四月,悟沉硕,喜薛怀让为宽国节度使 耕武,喜折从软为武圣节度使 人生,喜阳性为宝大节度使,徒正国节度使 刘慈为安国节度使,永清节度使 王令温为安远节度使 李守贞之乱,王饶浅雨之通 守贞平,众未饶必居散地 吉入朝,后劫使洪照,千户国节度使 闻者害之 杨兵求解疏密使,帝浅中使御指之 宣徽北院使吴浅欲在旁曰 书密种地,难以久居,当时后来者 迭未知,向古辞之事也,帝闻之 不悦,兴四,以前欲为郑州防御使 朝廷以契丹进入寇,横行河北 诸番正各自首,吴汉玉之者,亦以郭威震业都 使都诸将已被弃丹 使洪照玉威人领书密使 苏逢吉以为故事无知 洪照曰,领书密使则可以便宜从事 诸君卫福,号令行义,帝促从洪照义 洪照愿逢吉亦逢,逢吉曰,以内至外,顺也 经返以外至内,其可乎,人无,至以微为业都留守 天雄节度使,疏密使如故 人照河北,兵甲前古,但见郭威文书立皆秉应 明日,朝贵会隐于斗争故之地 洪照举大商鼠威,立身曰,昨日停役,亦何同意 今日未帝影之 逢吉与杨斌一举商曰,是国家之事,何足建议 洪照又立身曰,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建 安用毛锥,王张曰,无毛锥,则财富何从可出 自是,将向使有戏 鬼位,霸永安君 人臣,以左肩门卫将军郭荣为贵州赐使 天雄衙内都指挥使 荣本姓柴,副首吏,郭威之七兄也 威威有子时养以为子 五月,吉亥,以府州藩和马部都指挥使 则得以为本州团练使 得以,从阮之子也 庚子,郭威辞行,言于帝曰,太后从先帝九,多立天下事,陛下赋于春秋,有事以秉其教而行之 清静中职,放远禅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 苏逢吉,杨兵,使洪照皆先帝旧臣,静中殉国,愿陛下推心人之,必无拜师 至于江场之事,臣愿解其余奴,树不复驱策 地脸容谢之 威至夜都,以河北困壁,借边将谨守江场,严守备,无得出侵略,契丹入寇,则兼必轻也已呆之 心丑,斥,防御,团链使,自飞军旗,无得专奏士,皆先声观察使斟酌以文 并武,以皇帝山南西道节度使臣勋未开封营,家间中书令,时未出阁 平卢节度使流珠,贪阅自衡,朝廷欲争之,恐其俱命,应移,密用兵于堂,浅前一周次使郭琼将兵囤青州 朱不自安,至九兆穷,伏兵目下,欲害之 穷知其谋,西平左右,从容如晦,乐磨聚色,朱不敢发 穷因欲以祸福,朱敢福,赵志即行 根须,朱入朝 辛亥,以穷未引周团练使 贵丑,王张志久会朱朝贵,久憨,未守侍令,使洪照不嫌其事 克审使严靖清作赐洪照,屡教之 苏逢吉细之曰,旁有姓炎人,何忧法爵,洪照七言事,本九家畅也,亦逢吉击之 大怒,亦丑欲购逢吉,逢吉不应 洪照欲欲之,逢吉启去 洪照所见欲追之,扬兵器指之曰,苏公宰相,公若杀之,至天子和的,愿赎思之,洪照吉上马去,兵宇之连镖,送至其地而海 于是将相如水火矣 第十轩辉使王俊志九何解之,不能得 逢吉欲求出正义必之,继而终止,曰,无去朝廷,只凡使公仪处分,无姬粉义,王张义呼呼不乐,欲求外观,扬,使故指之 论岳,宫中树有怪 鬼四,大风雨,八乌拔木,吹正门飞起,时鱼不而落 正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齿鱼 地照思天监照炎意,问以让其之术,对曰,成之夜在天文时日,让其非所席也 然王者玉米灾意,莫如修德 炎意归,地浅宗时问,如何未修德,炎意对,请读,贞观正要,而法之 六月,何绝郑州 马西二纪败归,乃以书又臣,续州及梅山蛮,玉宇贡及湖南 蛮素闻长沙躺藏之父,大喜,真出兵妇之,遂攻一阳 楚王西广浅指挥使臣樊巨之,战于燕溪,樊败死 秋,七月,唐归马仙靖等于吴越引一查闻徽 马西二又浅群蛮功迪田,八月,戊须,破之,杀其正将张严四 楚王西广浅指挥使皇处超旧之,处超败死 谈仁正孔,父浅崖内指挥使崔红脸将兵七千屯玉坛 庚子,属主立其帝是义为魁王,仁智为雅王,仁玉为彭王,仁曹为家王 即有,立子玄哲为秦王,玄爵为包王 敬礼太后在剑州,卧并,无医药,唯与敬主仰天好气 己守骂渡崇威,礼守真曰,无死不置辱,勿武,醋 周显德中,有自弃丹来者云,敬主及逢后尚无恙 其从者王规及勿故则过半矣 马希二表情别致敬奏物于京师 九月,新四,赵以湖难以有敬奏物,不许 亦赐楚王熙广赵,劝以敦目 马希二以朝廷亦诱楚王熙广,怒,浅使称番于唐,启师公处 唐家希二同平章是,以俄州今年租税赐支,命处州赐使和敬珠江兵筑西二 东,十月,秉武,西广浅史上表告集,言,京南,岭南,江南联谋,玉分湖南之地,启发兵屯里州,以俄江南,京南元朗州之路 丁卫,以吾越望红替位诸道兵马元帅 楚王西广以朗州与山蛮入寇,诸江旅败,悠行于色 刘燕涛言于西广曰,朗州兵不满万,马不满千,都辅金兵十万,何忧不胜 愿甲成兵万余人,战剑百五十艘,进入朗州赋取西二,以解大王之忧 王月,以燕涛为战兆兜指挥使,朗州行营兜统 燕涛入朗州进,傅老珍以牛九靠军,曰,百姓不愿从乱,望都扶之兵久矣,燕涛后赏之 战剑过,则运竹目以断其后 逝日,马西二浅朗兵及蛮兵六千,战剑百艘逆战于梅州 燕涛成风纵火以焚其剑,请之,峰回,反自焚 燕涛还走,江路以断,士族战及逆死者数千人 西广闻之,替气不知所为 西广平日韩班次,至世,大出金伯以取悦于士族 获告天策左司马西重流言获仲,反撞以明,请杀之 西广曰,无自害其地,何以见先望于地下 马军指挥使张辉将兵自他到吉朗州,至龙阳,文艳涛败,退屯一阳 西二又浅指挥使朱镜中等将兵三千吉公一阳,张辉带其重曰,我以挥下出贼后,如被流程中待我,相与何事吉之,祭出,遂自竹投士顿归长沙 郎兵兵之城中无主,吉吉之,氏族九千余人皆死 吴越望红替归查文辉于堂,文辉的应急,已公布上书致事 十一月,甲子硕,日有时之 蜀太师,中书令送中武王兆挺饮醋 楚王西广浅其辽蜀孟贤说马西二曰,公望父兄之仇,北面是堂,何一元谈求救于曹公邪,西二将斩之 贤曰,骨折冰交,使在其间,贤若爱死,安肯此来 贤之言非思于谈人,时未公谋也 乃是之,始还报曰,大义决已,非地下不相见也 诸境中请西二自将兵取谈州,新卫,西二留其子光暂守朗州 西发境内之兵去长沙,自称顺天王 赵世卫不均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王应将兵屯禅州以备弃丹 因,迎州人也 朝廷一发兵,以安远节度使王令温位都不属,以旧谈州,会内难做,不果 帝自即位以来,书密使,又蒲舍,同平张是杨兵总机阵,书密使监是中国威主针伐,归得节度使,是位清军都指挥使监中书令使洪照点宿位,三思使,同平张是王张掌财富 兵破宗中,退朝,门无私业,虽不却四方溃宜,有余则限之 红照督察京城,道不时宜 事时尘气担当负之余,公私困结,张骏值一例,令余出纳,以时服库 属三叛连横,宿兵磊年而功溃不乏 即是平,四语之外,尚有余姬,以示国家粗安 张巨连克吉 旧志,田税每壶更疏二身,未知,却属浩,张使令更疏二斗,未知,省浩,旧前出入皆以八十未末,张台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未知,省末,有范言,屈,九屈之境 资诸捐低,罪皆死,由是百姓仇怨 张由不喜闻臣,常曰,此备受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 奉禄皆以不堪资君者给之,立以高其姑,张更增之 地左右必性尽用事,太后亲戚亦干预朝政,兵等屡才亦之 太后有故人子求补君之,红罩怒而斩之 武德使礼业,太后之地也,高祖使长内躺,帝即位,由蒙重任 慧宣徽使阙,业亦欲知,帝即太后亦讽执政,兵,红罩已为内使千补有次,不可以外妻超居,乃之 内客审使严靖亲赐当位宣徽使,久而不补 书密臣指念文靖,飞龙使后匡赞,汉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宠余地,九不千官,共愿执政 文靖,并周人也 刘朱罢亲周规,九凤朝请,魏除官,长己守于执政 帝初除三年丧,听乐,四陵人紧袍,御带 陵人义红罩谢,红罩怒曰,氏族守边苦战,由魏有以赐之,辱曹和公儿得此,皆夺以海关 帝御立所信耿夫人为后,兵以为太素 夫人簇,帝御以后礼藏之,兵父以为不可 帝年义壮,宴为大臣所致 帝,红罩常义事于帝前,帝曰,审徒之,物令人有言 兵曰,必下但近身,有臣等在,帝基不能平,左右应臣间赠之于帝云,兵等专字,终当未乱,帝信之 长夜闻作坊断身,已有吉兵,达旦不美 司空,同平章是苏逢吉祭与红罩有戏,知礼夜等愿红罩,屡以言击之 帝岁与夜,文静,匡赞,与明谋诸兵等,亦既定,入白太后 太后曰,姿势何可轻发 更宜与宰相一知 夜时在旁,曰,先帝常言,朝廷大事不可谋及书身,诺切勿人 太后父以为言,帝奋曰,国家之事 非规门所知,服依而出 以害,夜等以其谋告言敬卿,敬卿恐是不成 以红罩地狱告之,红罩以他故此不见 丙子旦,兵等入朝,有甲氏数十字广正殿出 沙兵,红罩,章于东吾下 文静及赵宰相,朝臣班于重元殿,轩云,兵等谋反,以扶诸,宇清等同庆,幼赵诸君降校至万岁殿亭,帝清御之,且曰,兵等以至子氏镇,正经使得为辱主,辱被免恒忧以,皆败谢而退 幼赵前杰杜使,四使等身殿御之,分遣使者率其收补兵等亲戚,党羽,欠从,尽杀之 红罩呆侍卫不军都指挥使王英游后,兵等死,帝遣供奉官梦叶寄秘密赵亦禅周及叶兜,令正宁杰杜使李红亦杀英,又令叶兜行引马军都指挥使郭重威 不军都指挥使征定曹威杀郭威及监军,宣徽使王军 红义,太后之地也 又及赵真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平鲁节度使福燕清,永兴节度使郭从义,太宁节度使慕容燕超,匡国节度使薛怀让,郑州防御使吴前御,陈州刺使李古入朝 以苏逢集权之书密院士,前平鲁节度使刘朱权之开封府,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红健全判侍卫同事,内侍省使严禁清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红健,叶之兄也 时中外人情忧害,苏逢集虽恶红兆,而不遇李叶等谋,闻辩经恶,思慰人曰,事态匆匆,主上躺以一言见问 不至于此,叶等命留朱朱郭威,王郡之家,朱及其惨毒,应如无免者 命李红健朱王英之家,红健但使人守事,人隐时之 丁丑,使者至禅州,李红义未诺,律王英已知其事,不敢发,乃隐梦夜见阴 因求夜,浅赴使尘光遂以密诏事郭威 威诏书密立位仁浦,事以诏书约,奈何,仁浦约,公,国之大臣,公民宿者,家之卧强兵,据重镇,一旦为群小所够,或出非议,此非此说所能解 时事如此,不可作而呆死 威乃赵郭崇威,曹威及诸江,告以杨兵等冤死及有密诏之状,且曰 吴与诸公,披荆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姑之任,竭力以为国家,经诸公已死,吴赫兴独生 君被当奉行诏书,取吴首以报天子,树不相类 郭崇威等皆弃替曰,天子又冲,此必左右群小所为,若使慈悲得志,国家其得安忽 崇威愿从公入朝自诉,当抵蜀被以清朝廷,不可为丹实所杀,受迁在恶民 汉林天文照修已为郭威曰,公徒死何以 不若顺众心,拥兵而难,此天其也 郭威乃留其养子荣正业都,命郭崇威将其兵前驱,勿迎,自将大军祭之 慕容验超方时,得照,舍彼注入朝 帝西以军事为之,吉卯,无钱欲入朝 帝文郭威举兵南向,亦发兵拒之 前开封引侯一约,夜都数兵家属皆在京师,官军不可清出 不若必成以错其封,使其母妻登臣招之,可不战而下也 慕容验超曰,侯亦衰老,为诺夫继尔,帝乃浅亦即严禁清 无钱欲,钱宝大节度使张验超将禁军去禅州 是日,郭威已至禅州,李红亦那之 王阴营夜痛哭,以锁步兵从郭威设河 帝前内养龙托参郭威,威获之 以表至龙托衣领中,使归白帝曰,陈佐的诏书,严谨四死 郭崇威等不忍杀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贪权无厌者赠臣尔 逼臣难行,亦却请罪 臣求死不惑,力不能治 臣数日当治却停 陛下若已臣未有罪,安敢逃行 若时有赠臣者,愿执父军前以快众心,臣敢不服御诸军,退归夜兜 庚臣,郭威去华州 兴四,亦臣节度时送颜沃迎将 颜沃,洛阳人,其妻近高祖女永宁公主也 郭威取华州库勿以劳将士,且遇之曰,闻侯令公以都诸君自南来,经遇之,交战则非入朝之意,不战则为其所属 无欲全辱曹公民,不若奉行前兆,无死不恨 接约,国家复公,公不复国,所以万人争奋 如报丝绸,侯亦备何能为乎 王俊逊于众约,我得公处分,四刻精尘,听寻日飘掠,众皆踊跃 心四,龙托至大梁 前此地义自往禅州,闻郭威以至和尚而止 地盛有悔惧之色,思未斗争故曰,属者亦太草草,礼业等请亲福库以赐诸君,苏与归以为未可,夜拜与归于地前 曰,相公且为天子勿习福库,乃赐进军人二十名,下军伴之,将士在北者给其家,仍使通家信以幼之 人武,郭威君致风丘,人情凶俱 太后契约,不用礼涛之言,以其王也,慕容燕超是其骁勇,言于帝约,臣是北军游灭蒙耳,当为陛下身致其魁,退,见涅文静,问北来兵数及将校姓名,颇具,约,是义巨贼,为义清也,帝父浅佐神武统军 前为圣节度使刘仲敬等帅进军与侯义等会屯赤刚,向先知子也,燕超以大军屯七礼殿,鬼位,南,北军欲于刘子碑,帝欲自出劳军,太后曰,郭威无家故旧,非死亡妾身,何以至此? 但按兵守臣,非赵欲之,观其志趣,必有此礼,则君臣之礼上全,圣物清出 帝不从 十户从君甚甚,太后遣使借涅文静曰,大须在意,对曰,有臣在,虽郭威百人,可情也,至木,两军不战,帝还公 慕容燕超大言曰,陛下来日宫中无事,幸在出关城破贼 臣不必与之战,但赤散史归银尔 假身,帝欲在出,太后立指之,不可 继承,郭威借其重曰,无来诸群小,非赶敌天子也,圣物先动,九知,慕容燕超隐亲其直前奋即,郭重威与钱伯周次使李荣帅其兵拒之 燕超马道,即获知 燕超隐兵退,挥下死者百余人,于是诸君夺气,稍稍降于北军 侯义,吴钱玉,张燕超,原,刘仲敬阶前网见郭威,威各浅海淫,又为宋言卧曰,天子方为,恭敬卿,已以牙兵网位臣于,且赴奏陛下,愿臣兼早信 敬陈寅,言卧未致御营,乱兵云扰,不敢尽而骸 比目,南军多归于北 慕容燕超与挥下死于其奔海远周 世系,帝独与三乡及从关树时人肃于七里寨,于皆逃愧 以有诞,郭威望见天子旌旗在高板上,下马免咒网从之,志则帝已去矣 帝侧马将海宫,至玄化门,流珠在门上,问帝左右,兵马何在,音设左右 帝回佩,西北至赵村,追兵已至,帝下马入明家,为乱兵所事 苏逢吉,严靖清,郭允明皆自杀 聂文靖挺身走,军事追赶斩之 礼叶奔闪周,后匡赞奔眼周 郭威文帝遇逝,好痛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门,流珠与设城外 威至迎春门入,归斯帝,浅前曹州防御使河福靖将兵守明德门 诸军大略,通系烟火四发 军事入前一城截度使白在荣之地,执在荣,敬略其才,继而敬曰 某等席长驱走徽下,一旦无礼至此,和面目赴建功,遂吻其手而去 吏部侍郎张允,加资以万计,而信令,虽其亦不知为 长字系重要于依下,行如环陪 侍系,溺于佛殿早景之上,登者尽多,板坏而坠 军事略其一,遂已冻促 初,作访使甲颜辉有宠余地,与为仁朴未灵 欲并仁朴所居以自广,屡赠仁朴余地,几致不测 至是,有情颜辉已受仁朴者,仁朴谢约 因乱而抱怨,无所不畏也,郭威文之,待仁朴亦厚 幼千牛魏大将军早强照奉约,郭世忠举兵,欲诸君策之恶以安国家耳 而属被赶耳,乃贼也,其世忠一邪,执宫使,聚胡床,坐于相守,略者志,折射杀之,礼中皆赖以权 并须,或留朱,礼宏剑,求之 朱为其七约,我死,如且为人必忽,七约,以公所谓,亚当然而 王因,郭崇威言于郭威曰,不止飘掠,今夕止有空尘耳,微乃命朱将分布尽指掠者,不从则斩之 至不,乃定?斗真顾,苏语归自欺礼寨逃归,郭威使人访求得之,寻父其位 真顾未相,直扬,使弄权,礼业等作乱,但以宁众处其间,自权而已 郭威命有私牵引弟子公于西公 或请如未高贵相公固时,藏以公礼 威不许,约,仓促之计,无不能保卫成于,罪以大义,旷感扁君呼 太师逢道帅百官夜见郭威,威见,犹拜之,道受拜如平时 徐约,是终此行不义,丁亥,郭威帅百官一名德门起居太后 且奏称,军国是应,请早立四军 太后告称,郭允明是逆,神器不可无主 河东节度时崇,中五节度时信,皆高祖之地 五宁节度时云,开封隐勋,高祖之子 七令百官一则所宜 云,崇之子也,高祖爱之,仰是如子 郭威,王俊入见太后于万岁宫,请以勋为四 太后曰,勋久迎即不能起,威出欲诸江,诸江请见之 太后令左右以卧踏举之是诸江,诸江乃信之 于是郭威与俊亦立晕 记仇,郭威率百官表情已晕成大统 太后告索斯,则日,被法驾迎晕及皇帝位 郭威奏遣太师逢道及书密职学士王度 秘书兼照上交易徐州奉迎 郭威之讨三叛也,美剑朝廷诏书,处分军事皆何姬疑 问使者,谁为此诏,使者以汉林学士犯制对 威曰,宰相契也,入城,访求得之,圣喜 十大雪,威解索夫子袍一之,令草太后告令,迎新军一注 仓皇之中,讨论赚定,皆得其宜 初,影帝遣供奉官压班阳区张永德 赐朝一节度使长思深臣物 永德,郭威之序也,惠杨兵等珠,密罩厮杀永德 思素闻郭威多其意,求永德以官辩 即威克大梁,思乃是永德而谢之 根营,郭威帅百官上言,彼皇帝道阙 动设嘉询,请太后临朝听证 先是,马西二遣满兵为玉坛 诸敬中引兵会之 崔红脸兵败,奔还长沙 西二引兵寄进,宫月周 四世王云拒之,五日不可 西二使人为晕曰,公非马士之臣乎 不是我,欲是一国乎 为人臣而怀二心,其不辱其仙人 晕曰,王父为仙望江,六破淮南兵 经大王兄弟不相容,晕长孔淮南坐收其壁 一旦以一体臣淮南,沉辱仙人耳 大王狗能是汉霸兵,兄弟拥目如初 晕赶不尽死已是大王兄弟,岂有二心乎 西二残,引兵去 新卯,至湘英,焚掠而过 至长沙,军于湘西,步兵及满兵军于越路 朱镜中自欲谈引兵会之 马西广浅刘燕照水军指挥时 许可穷帅战舰五百艘屯臣北京 属于南京,以马西重位兼军 又遣马军指挥时李燕温将骑兵囤脱口 二乡英路,步军指挥时寒里将两千人囤扬柳桥 二乍路 可穷,得勋之子也 仁臣,太后使临朝,以王俊为疏密使 原位宣徽南院使,王英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时 郭崇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时 曹威为侍卫不军都指挥时 陈州刺使李谷全判三思 刘朱,李洪剑及其党皆消守于世 而设其家 郭威为公亲曰 刘朱图无家,无妇图其家 愿仇反复,拥有疾乎 由世数家豁免 王英屡为洪剑请免死 郭威不许 后匡赞至远州,慕容燕超值而献之 李叶至闪州,其凶宝一节度使洪信不敢逆于家 叶怀经将奔进阳,至降州,道杀之而取其经 蜀师周刺使田行高奔经难 高宝荣曰,彼二于蜀,安肯尽忠于我,直之,归于蜀,扶诛 郑州,行州奏,契丹主将数万其入寇 宫内秋,五日不克,死伤其重 有数兵五百叛应契丹,引契丹入城,徒之,又献饶阳 太后赤郭威将大军集之,国士权伟斗争雇 苏宇归,王骏,军事伟王英 十二月,甲武朔,郭威发大梁 丁友,以汉林学士,户部侍郎扮职位书密副使 初,满球彭诗号将于楚,楚仁恶其广直 楚王西广独连之,以为强弩指挥使 领成周刺使,诗号常遇为西广司 吉诸境中与蛮兵和七千余人至长沙,淫于江西,诗号登城望之 严于西广曰,朗人骤圣而骄,杂以蛮兵,攻之以破也 愿甲城不促三千,自八西渡江,出越路之后,至水西 令许可穷以战剑渡江,父辈何吉,必破之 前军败,则其大军字不敢轻敬以 西广将从之 石马西厄已潜监石以后立旦许可穷,许分湖南而至,可穷有二心,乃为西广曰,诗号与梅山诸蛮皆足类,安可信也 可穷是位楚江,必不负大王,西厄尽贺能为 西广乃至 西厄巡以战剑四百余搜薄江西 西广命珠将接受可穷节度,日赐可穷银五百两,西广旅造其银济世 可穷长壁垒,不使氏族之郎军进退 西广探约,真将军也,无贺悠哉,可穷获叶承担隔诈称巡江,与西厄会水溪,约为内应 一旦,彭诗号见可穷,田木赤之,拂一入见西广曰,可穷将叛国,人皆知之之,请诉除之,无疑后患,西广曰,可穷,许是忠之子,岂有事邪,诗号退,探约,亡人而不断,败亡可翘足四也 谭州大雪,平地四尺,谭,朗两军久不得战 西广信乌习及森宇,宿鬼于江上,举手以雀朗兵,右座带象于高楼,手指水溪,怒目视之,命众森日夜诵经,西广自依森福摩拜求福 甲城,朗州不均指挥使武林和静真等已满兵三千臣于杨柳桥,静真望含李迎经其分措,曰,比众以拒,吉之亦破也,朗人雷辉一弹簇之福前入李寨,守见吉李,不忠,君忠惊扰 静真等臣其乱吉之,李军大溃,李被创走,至家而簇 于是朗兵水路急攻长沙,不均指挥使吴洪,小门使阳敌相畏约,以死报国,此其时已,各引兵出战 洪出清泰门,战不利 敌出长乐,战自成至武,朗兵小雀 徐可穷,刘燕涛按兵不久 敌氏族鸡皮,退救时 彭诗号战于陈东北渝 满兵自陈东纵火,陈上人招徐可穷军使旧臣,可穷举全军将西二,长沙碎县 朗兵及蛮兵大略三日,沙利明,焚炉舍,自武目王以来所迎攻势,皆为灰烬,所积宝获,皆入蛮落 李燕温望将城中火起,自妥口引兵就知,朗人以巨城巨战 燕温宫亲泰门,不客,与刘燕涛各将迁于仁凤文昭王及西广珠子去元州,遂奔堂 张辉将于西二,左司马西重帅将利益西二劝敬 吴洪战,写满秀,见西二曰,不幸为许可穷所悟,今日死,不愧先忘以,彭诗号投朔鱼的,大呼请死 西二探曰,铁石人也,皆不杀 以四,西重迎西二入府逝世,必成,分补西广及长书记李洪高,帝洪杰 都军判官唐昭及邓一文,杨迪等,皆获之 西二为西广曰,成父兄之夜,起无长幼乎,西广曰,将力剑推,朝廷剑命尔,西二皆求之 并五,西二命内外巡检侍卫指挥使流兵禁止分掠 丁卫,西二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靖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楚王 以西重卫节度赴使,判官服侍,湖南要职,西以朗人为之 鸾石李洪高,洪杰,唐昭映,杨迪,展邓一文于世 悟生,西二为江立曰,西广诺夫,为左右所致尔,无欲生之,可呼,诸将皆不对 诸境中常为西广所达,对曰,大王三年血战,使得长沙,一国不容二主,他日必毁之,悟生,似西广死 西广陵行,由宋佛书,彭施浩藏之于流阳门外 五宁节度使,刘幼都压哑拱颜美,原从都教练使,杨温守徐州,宇逢道等兮来,再到帐位,皆如王者,左右呼万岁 郭威至华州 刘树日,云浅时未劳 诸将受命之际,相顾不败,思乡未曰 我被图现金城,其罪大矣,若流逝复利,我被上游种呼,己有,威闻之,即引兵行,去禅州 辛亥,浅苏语归如宋州营四军 楚王西二以紫光暂位五平流后,以和静真为朗州衙内兜指挥使,将兵树之 西二赵拓拔痕,欲用之,恒称即不起 人子,郭威渡河,管于禅州 鬼丑淡,将发,将士数千人呼打造 威命闭门,将士于圆灯屋而入约 天子虚事中自卫之,将士已与流氏未愁 不可立也,或列皇旗已被威体,共福报之,忽万岁镇的,英雍威难行 威乃上太后间,请凤汉宗庙,是太后魏母 丙臣,致为臣,下书府遇大梁市民,以左离和尚,再到秋毫不犯,勿有怀疑 勿武,威至七礼殿,斗争故帅百官出营拜业,应劝敬 威营于高门村 武宁节度使云已至宋州,王骏,王英文禅州军便 浅世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将七百旗网拒之 又浅前申州次使马夺将兵一许州巡检 崇威呼至宋州,臣于府门外,云大京,河门登楼结之 对曰,禅州军便,郭公律陛下未查,故遣崇威来宿位 无他也,云照崇威,崇威不敢进 逢道出雨崇威雨,崇威乃登楼,云直崇威守而弃 崇威以郭威亦安喻之 少请,崇威出,时护胜指挥使张令超帅步兵位 云宿位,徐州判官董毅说云曰 关崇威是瞻举措,必有异谋 道路皆言郭威以卫帝 而陛下深入不止,获其至灾 请及召张令超,欲以获福 使业以冰冻崇威,夺其兵 明日,略虽杨金箔,慕士族,北走尽阳 比兴定金义,魏霞追我,此策之上也 云犹欲未绝 世系,崇威密又令超,令超帅众归之 云大巨 郭威已运输,云未诸君所迫,赵逢道先规,刘赵上交,王渡奉事 道此行,运曰,寡人此来所逝者,以公三十年旧乡,故无遗尔 经崇威夺无未兵,事为以,公何以为计 道莫然 客将贾真树木道,欲杀之 晕曰,如被物草草,此无欲凭公事 崇威迁运于外馆,杀其父心董义,贾真等树人 几位,太后告,费运未相应公 马多引兵入许州,流姓黄或自杀 更申,太后告,已逝中监国 百官藩镇相继上表劝敬 仁须业,监国引有步兵将孝罪,扬言向者禅州骑兵福利,经步兵亦遇福利,监国斩之 南汉主义工人卢琼仙,黄琼之魏女士忠,朝福官代,参决正事 宗氏勋救,诸禄待尽,唯幻官邻言喻等用事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百八十九资质通简 卷二百九十后周记一卷二百九十一 姐妹计划,数据像 启众光大渊县,竞悬一困敦八月,凡一年有期 资质通简第两百九十卷 后周记以启众光大渊县,竞悬一困敦八月,凡一年有期 太祖圣神公宿文孝皇帝上广顺元年,新亥年,公元九五一年,后周广顺元年 新亥,公元九五一年,春真月,丁卯,汉,宜太后下告,受监国福宝,及皇帝位 监国自高门入宫,即位于重元殿,制约,郑州市之义,国书之后,国号以约州,改元,二,大赦 杨兵,使红照,王张等皆赠官,官位敛葬,仍访其子孙旭用之 樊仓厂,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于,称好 旧所献于务,惜罢之 范妾道及监者,并依尽天福元年以前行名,罪人非凡逆,无得诸及清族,及梅家资 唐庄宗,三,明宗,四,静高祖,五,各至守灵十房,和高祖灵职员,工人,十月建想及守灵户病如故 初,唐衰,多道,不用绿文,更定郡法,窃道脏三匹者死 净天福中,家治五品 兼有夫妇人,吴问强,何,男女病死 汉法,窃道一千以上皆死 又罪非凡逆,往往足诸,即眉,故地即位,首格其臂 初,杨兵以功臣,国七位方政者多不贤力士,乃以三司军将不都压衙,孔木官,内之客,其人自是赤补,多专恨,节度时不能治,治是惜罢之 帝命使洪照清立上党礼重举访洪照清族,重举言,洪照帝洪福精存,初,洪照使重举掌齐家资之籍,由士尽得其产,皆已受洪福 帝贤之,使立皇子荣帐下 悟臣,以前富州防御使王燕超全五名节度使 汉礼太后千居西宫,几四,上尊号约招圣皇太后 开封引监中书令流勋促 贵友,家王俊同平章士 以为为清流号主汉引帝之丧 初,和东节度使监中书令流重闻引帝遇害,遇举兵南相,闻引立香因公,乃至,约 吾尔未帝,吾又贺求,太远少引立香因说重曰 观郭公之心,终欲自取,公不如及引兵于太行 据梦经,似徐州相拱即位,然后还正,则郭公不敢动已 不然,且未所迈 重怒曰,辅如,欲离见无父子,命左右夜出斩之 相呼曰,无父经济之财而未于人谋事,死故甘心 家有老妻,愿与之同死 重并齐七杀之,且奏于朝廷,事无二心 急运费,重乃遣使请运归靖阳 照报以,香因公比在宋州,经方取归经师,必令的所,公物以为忧 功能同力相辅,当家王爵,永振河东 拱廷美,杨温温相应公允师位,奉温非董事巨徐州巨首,以四河东元兵,帝始云以书欲之 庭美,温温将而拒死,帝父已云书曰,原念私人尽心于主,足以赏其忠意,何游则已毁游,四星节度使入城,当各处刺使,功可更以委屈是之 契丹之宫内丘也,死伤颇多,幼直月时,军中多妖艺,契丹主巨,不敢深入,引兵海,遣使请何于汉 惠汉王,安国节度使留辞送其使者一大梁,帝遣左迁牛魏将军诸献报聘,且续革命之由,以惊弃,欲待赠之 帝遣夜兜政府河北,控制契丹,欲以复兴处之 以害,以宁江节度使,侍卫清军都指挥使王因为夜兜留守,天雄节度使,同平张氏,领军如故,仍以侍卫私从附阵 禀子,帝帅百官义西宫,为汉影帝举哀臣服,皆如天子礼 慕容燕超浅使入贡,帝律其一句,赐赵未安之 曰,今凶事已至此,言不欲凡,望帝扶持,同安亦照 勿淫,沙香英宫于宋州 适日,刘崇吉皇帝位于晋阳,仍用甘幼年号,所有者并,焚,兴,带,兰,县,龙,魏,庆,辽,陵,十十二州之地 以节度判官正拱为中枢侍郎,观察判官迎杨兆华为护部侍郎,并同平张氏 以赐子臣军为侍卫清军都指挥使,太元颖,以节度复使李存归为戴周防御使, 提降无安张元辉为马步君都指挥使,陈光玉为宣辉使 北汉主位李存归,张元辉曰,正以高祖致业,一朝坠地,今日未好,不得已而称之 故我是何天子,辱曹是何节度使邪 由氏不见宗庙,祭祀儒家人,宰相奉前月指百名,节度使指三十名,自于保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连力 克审时河南李光美常为直审官,颇安故时,北汉朝廷制度,皆出于光美 北汉主闻湘因公死,枯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致于此,为李相立辞,遂时计之 吉卯,以太师逢到魏中书令,家斗争故适中,苏语归司空 王燕超奏遣时计斥义徐州,龚廷美等犹豫不肯其官,照进兵公之 帝魏王郡约,正起于寒为,备偿艰苦,遭时桑乱,一旦为帝王,其赶后自奉养以并下明乎,命郡书四方贡献真美食物,跟臣,下赵兮罢之 其赵略曰,所奉旨于正宫,所损备于术,又曰,基于有私之中,甚为无用之物,又赵曰,正生长君吕 不清学问,为之至天下之道,文武官有义国利明之术,各据风是以文,贤疑直书,物是此早,帝以苏逢吉之地赐王郡,郡曰,是逢吉所以族李松也 词而不出 初,契丹主北归,横海节度使潘玉年契正随之,契丹主已玉年为西南路昭讨使 即北汉主立,契丹主使玉年遗留陈军书 北汉主使陈军赴书,称,本朝伦王,少席帝位,御寻近世故史,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 北汉主发兵屯英帝,黄泽,团伯 丁亥,以臣军卫昭讨使,与傅昭讨使白丛徽,都兼李存归江部其万人寇靖州 丛徽,土玉魂人也 郭崇威跟明崇,曹威跟明英 兴亥,公元九五一年,春二月丁有,以皇子天雄崖内兜指挥使荣卫正宁节度使,选朝侍卫之辽佐,以示御使王敏卫节度判官,又补却崔宋卫观察判官,教书郎王浦卫长书记 宋,邪之子,朴,东平人也 物须,北汉兵武道攻进州,节度使王燕必成不出 留臣军以为妾,以赴登臣 燕福兵奋即,北汉兵死伤者千余人 臣军遣赴兵马使安元宝坟进州西城,元宝来将 臣军乃一军攻西州 鬼卫,习州赐使许千前步军都指挥使耿济叶迎击北汉兵于长寿村,执其江陈云等,杀之 为己,北汉兵攻周城,数日不克,死伤甚重,乃隐去 千,运州人也 贾臣,楚王熙二遣长书记刘光辅入贡于堂 第西出汉宫中宝玉契术时,遂之于亭,曰,凡为帝王,安用此物 闻汉引帝日与必宠于静中西系,真玩不离策,姿势不远,以以为见 人界左右,自今珍华月木之物,无得入宫 丁卫,契丹主浅其尘鸟骨之与诸献携来,贺吉卫 卫生,赤前资官各厅自便居外周 臣司让卫至湖南,马西二以克长沙 司让流屯引周,赤赵令海 丁四,浅尚书佐臣填敏史契丹 北汉主浅通室赦人李拱言史于契丹,起兵未源 赵家泰宁节度时慕容燕钞中书令,浅汉林学是于崇亮一眼周遇止 崇亮,即崇远也 燕钞上表写 三月,仁须朔,赵报之曰,向以前朝师德,少主用禅,仓促之间,赵青赴阙 清吉奔驰应命,信宿至今,救国难而不顾身,闻君照而不四驾 以至天王汉座,冰散凉交,降江败君,相继而至,清吉便回马首,竟返归英 为主为时,有中有时 所谓为乱见忠臣之节,疾风之尽草之心 若使为臣者皆能如滋,则有国者谁不御用 所言正前隆和朔之计,平南郡交之时,原不奉世欲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阙 且世主之道,何必如斯 若或二三于汉朝,又安肯忠信于周氏 以此为惧,不亦过乎 清但犀利推心,安明体国,市政之士,如是故君,不为离术或安,亦亦设计事赖 但兼表率,为亦替宜 由忠之臣,严禁于此 唐以楚王熙二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靖江,宁远节度使监中书令,楚王,以幼仆设孙盛,克审时遥奉未策礼使 并迎,遣前兹周次使臣司让将兵述此周,二皇则禄 楚王熙二既得志,多斯救院,杀戮无度,昼夜纵久荒营 西以军府市为马西崇 西崇复多斯区,阵行吻乱 府库既尽于乱兵,吉民才以赏祭士族,或封其门而取之 士族有以不均愿望 虽朗周旧江左从西二来者,一阶不悦,有离心 刘光府之入贡于唐也,唐主待之后,光府密言,湖南名匹主交,可取也,唐主乃以迎屯都于后边稿位姓周次使,将兵屯元周,前途进取 小门使谢宴于,本西二家奴,以守念有宠于西二,至于妻妾杂作,是恩专横 长肩随西虫,或扶其背,西虫贤之 故使,府宴,小门使之兵在门外 西二使宴于玉座,或居朱将之上,朱将皆持之 西二以辅舍坟荡,命朗周竟将指挥使王魁,赴使周行逢帅所不兵迁于人治之 执意甚劳,又无靠赐,士族皆怨,妾言曰,求免死则亦作之 我被从大王出万死取湖南,何罪而求一之 且大王终日憨歌,岂知我被之劳苦乎 魁,行逢文多,相未曰,众愿生矣,不早未继,或即无曹,人生淡,率其众各执常科府,白亭,逃归朗周 石西二最未醒,左右不赶白 贵佑,使白之 西二浅湖南指挥使唐师柱将千余人追之,不及,指抵朗周 魁等臣其疲乏,伏兵纵级,士族死伤殆尽,施助脱归 魁等处留后马光赞,更以西二兄子光慧之周事 光慧,西正之子也 寻奉光慧为节度使,魁等于何敬珍及诸君指挥使张访参绝军服饰 西二巨以状言于唐,唐主遣使以后赏昭玉之 魁等纳其赏,纵其使,不达其诏,唐义不敢节也 王燕超奏客徐州,沙拱廷美等 北汉里拱炎至契丹,契丹主使拽拉美里报之 柄子,赤,朝廷与唐本无仇怨,圆怀军阵,各守疆域,无得纵兵名善入唐境 商旅往来,无得禁止 吉卯,陆州宋设县所获北汉江簇二百六十余人,各赐山库金吕浅海 家吾越望红替诸道兵马都元帅 辛亥,公元九五一年,下四月人陈硕,滨淮州镇上沿,淮南基民过淮底谷 未敢禁止,赵约,彼之声明,与词合议,以令周县金铺无得禁止 蜀通奏史高颜昭故辞之书密怨,丁卫,以前云安雀言史太原一省珍未通奏史,之书密怨是 沈真,属高祖媚包国公主之子也,少于属主乡清侠,及之书密,正之大小兮已滋之 沈真亦已经继位己任,而贪池回邪,与王昭远相表礼,属正游士尽衰 吾越望红替喜废王红宗居东府,为助公事,致远浦,于悦之,岁时功溃胜后 契丹主浅史如北汉,告以周史田敏来,约岁书前十万名 北汉主史正拱以后陆谢契丹,自称,执皇帝制书于书天寿皇帝,请行策礼 辛亥,公元九五一年,下五月几四,浅佐金吾将军姚汉英等史于契丹,契丹流之 辛卫,北汉礼部侍郎,同平张氏正拱促于契丹 甲虚,义武节度时孙方简碧皇考会,更名方简 定南节度时礼仪英遣时奉表于北汉 辛亥,公元九五一年,下六月辛亥,以淑密使 同平张氏王俊卫左仆舍兼门下侍郎,书密副使,兵部侍郎贩直,户部侍郎,叛三司理谷魏中书侍郎,并同平张氏,古人叛三司 司徒兼侍中斗真故,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张氏苏宇归并罢守本官 鬼丑,饭直参之书密院士 丁四,以轩辉北院使敌光夜间书密副使 初,帝讨河中,以为人望所属 礼古时未转运使,帝树以为严讽之,古旦以仁臣敬结位对,帝以士贤之 即位,守用未相 十国家心造,四方多顾,王骏宿业尽兴,知无部位,军旅之谋,多所避意 范直明敏强计,谨守法度 礼古诚意有气略,在地前议论,慈气慷慨,善辟欲以开主意 五平节度使马光辉,于诺世久,不能扶诸江,王魁,周行逢,何尽真谋已成周次使如灵流言骁勇的蛮夷心,欲引以为复使 颜之谎等男志,曰,不枉,将功我,乃丹其父之 济至,重废光辉,送于堂,推严犬五平流后,表求毛节于堂,堂人未许 亦称帆于周 无越望红替以前内外马步都统军使人郡无罪,负其官爵 契丹浅燕王树闸等侧命北汉王位大汉神武皇帝,非魏皇后 北汉主根明明 兴亥,公元951年,秋7月,北汉主浅汉灵学士伯兴魏荣等义契丹谢策礼,且请兵 兴亥,公元951年,秋8月,仁虚,藏汉影帝与影陵 义武节度使孙芳建入朝,仁子,喜郑国节度使,以其第一周次使行有位义武流后 又喜剑雄节度使于燕镇徐州,以武宁节度使王燕超代之 物武,追历故夫人柴侍为皇后 兴亥,公元951年,秋9月,北汉主浅昭讨使李存归将兵自团伯入寇 契丹御影兵会之,宇求掌益于九十九全 诸布接布御难寇,契丹主强之 鬼害,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殿,燕王树闸及伟王之子泰宁王奥森作乱,是契丹主而立树闸 契丹主得光之子其王树律逃入南山,诸布奉树律以攻树闸,奥森,杀之,并其阻挡 立树律为帝,改元印树,自火神殿入幽州,浅时告于北汉 北汉主浅疏密直学世上党王得忠如契丹,贺吉卫,赋以叔父士之,请兵以及靖州 契丹主年少,好游戏,不倾国事,美业憨颖,达旦乃媚,日中芳起,国人未知睡王 后跟明明 人参,属以立部尚书,欲使忠臣犯人数为忠书士郎兼立部尚书,同平章事 楚王西二继克长沙,不赏许可穷,以可穷愿望,初为蒙州赐使 浅马部都指挥使徐薇,左右军马部使臣进迁,水军都指挥使鲁公馆,衙内侍卫指挥使鹿孟郡帅部兵立债于臣西北渝,以备朗兵 不存辅书者,将促皆怨怒,谋作乱 西虫知其谋,物赢,西二燕将立,徐薇等不欲,西虫义辞即不治 威等使人先驱地涅马食于入府,自帅其图直辅经,白亭,身严直马,眼智坐上,纵横及人,颠簸闷地 西二于远走,威等直求之 直谢燕于,自顶及种措之 立西重为武安留后,纵兵大略 游西二于横山县 流言闻西重立,遣兵去潭州,深言讨其窜夺之罪 人五,君于一阳之西 西重聚,鬼位,八兵两千聚之 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请卫林翻 长书记贵林理官相说言曰 西二就将左右在长沙,此必不欲与公卫林 不若先袭西重取其首,然后图湖南 可兼有也,言从之 西重未言,即断兜军判官杨仲明 长书记刘光辅,衙内指挥十位施敬 兜压衙皇秦等十余人首 遣前陈阳县令礼议计送朗州 智则腐败,言语王魁等皆以为非众敏等首 怒则亦,亦惶恐自杀 西重既席位,亦纵久荒淫 为政不公,于多矫望,国人不负 初,马西二入长沙 彭诗号虽免死,犹障备处未明 西重已为师号必愿之 使诵西二于横山,时遇师号杀之 师号曰,欲使我为士君之人乎 奉事于景 禀须,至横山 横山指挥使料眼,匡徒之子也 与其继父节度寻官匡宁谋曰 吴家是寿马是恩,经西二长而被处 必不免获,何乡与福之 于是帅庄户及乡人西卫兵 与帅号共立西二位横山王 以县卫行府,断江卫炸 鞭竹卫战舰 以师号卫武清节度使 照目屠众,数日,至万余人 周献多应之 遣判官留须己求援于堂 徐威等见西重所为 知必无臣,又为朗州 横山之逼,恐一招丧败 据疾获,欲杀西重以自解 西重为觉知 大巨,密浅客江汉守目凤表请兵于堂 堂主命编稿自圆州将兵万人兮去长沙 辛亥,公元九五一年,东十月新卯,陆州巡简城司让拜北汉兵于提亭 唐边搞引兵入里林 鬼四,楚王西重浅时靠军 人阴,浅天策府学士拓拔横凤间一搞请将 横探约,吾九不死,乃为小儿送降壮,鬼卯,西重率帝执引稿,望臣而拜,搞下马称赵劳之 甲城,西重等从稿入城,搞舍于刘阳门楼,湖南将立必赫,稿街后赐之 石湖南积景,稿大发马士仓宿正之,楚人大跃 契丹遣张国节度时消雨绝江西,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口 北汉主自江兵二万自阴的官寇靖州,丁卫,军于陈北,三面至寨,昼夜宫之,游兵至降州 石王燕已离阵,王燕超未至,巡检石王万感全之靖州,与龙节都指挥使使使燕超,虎节指挥使和挥共聚之 使燕超,云州人也 鬼丑,唐武昌节度使流人善率战见二百取悦州,辅那降赋,仁望其王 人善,经之子也 唐百官共赫湖南平,起居郎高远曰,我臣除乱,取之圣意 官诸将之才,但孔守之难尔 远,幽州人也 司徒至世李建勋曰,或其使辞乎,唐主自即位已来,为常清辞交庙,理官已为请 唐主曰,四天下一家,然后告谢,即一举取处,为诸国指挥可定 未曾事宴言,陈少游远城,乐其丰途,四臂下定中原,其为伯节度使,唐主许之,曾屈下败谢 其主交臣命如此 马西二望唐人立即位谭帅,而谭人二兮二,供请编稿位帅,唐主乃已稿位五安节度使 王俊有故人约身诗后,常为衍周牙江,诗直饥寒,望俊马拜业于道 惠良周留后哲不加诗上表请帅于朝廷,帝已绝欲非人所欲,墓律府供奉官愿行者,乐于,无人应目,俊见诗后于帝 丁四,已诗后为何兮节度使 唐边稿去马西重帅其族入朝,马氏巨族香气,欲众入稿,奏起流居长沙 稿为晒曰,国家与公家是未仇敌,待六十年,然未常敢有意亏公之国 金公兄弟斗戏,困穷自归,若负二三,恐有不测之忧 西重吾已印,十一月,新有,宇宗族即将左迁于仁号痛登州,宋者皆哭,想正穿鼓 帝已北汉,契丹之兵游在靖州,夹子,以王俊为行营都部署,将兵就之 赵诸军接受郡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得自选择江历 以筹,郡行,帝自至晨兮见之 处境将节度赴使,知贵周马西隐,五目王英之少子也 处王西广,西二兄弟征国,南汉主以内逝使吴怀恩为西北昭讨使,将兵屯进上,四间密谋进取 西广浅指挥使彭雁辉将兵屯龙洞以备之 西二自恒山浅使以燕辉为贵州兜兼,在城外内巡检使,叛军服侍,西隐恶之,浅浅仁告蒙州赐使徐可穷 可穷方位南汉之逼,急弃蒙州,引兵去贵州,与燕辉战于城中 燕辉拜,奔恒山,可穷留屯贵州 吴怀恩惧蒙州,进兵侵略,贵管大扰,西隐,可穷不知所为,但相与饮酒对气 南汉主以西隐书,言,五目网眼有权处,赴强安静五十余年 正由三十五旧,三十旧兄弟寻歌,自相于肉,举仙人积业,北面愁愁 经文堂兵以聚长沙,切记贵林继位所取 当朝侍卫与国,众以婚姻,赌资轻微,忍不负酒 以发大军水录俱进,当令相骨就永永结毛,长居方面 西隐的书,与辽左翼将之,之使攀玄归以为不可 丙迎,吴怀恩引兵眼至城下,西隐,可穷帅其重,夜展官奔泉州,贵州遂溃 怀恩应以兵略定夷,连,吴,严,傅,昭,柳,相,宫等州,南汉史尽有岭南之地 兴畏,旁边,旁边搞浅先锋指挥使礼成俭将兵如恒山,去马西厄入朝 跟臣,西厄与江左氏族万余人自潭州东下 王骏流陕州巡日,第一北汉攻进州籍,幽其不守 亦自江游泽州路与骏汇兵就之,且遣使御郡 十二月,雾子朔,下诏以三日西征 使者至闪,俊因使者言于帝曰,静州城间,畏意可拔 流重兵封方锐,不可力争 所以驻兵,呆其气衰尔,非臣妾也 陛下心即位,不宜轻动 若年假出四水,则慕容燕超引兵入便 大事去矣 帝文之,自以首提耳曰 吉拜无事,根吟,赤霸清真 初,太宁节度史间中书令慕容燕超文徐周平 一句月圣,乃昭那王命,处句新良 遣以书解北汉,立获奇书以文 又遣人诈为商人求援于堂 帝遣通事设人正好迁就身未遇,与之为事 燕超义不自安,屡遣都压压正林一阙 尾书成款,时参机事 又献天平节度史高行周书 其言皆放毁朝廷与燕超相结之矣 帝孝曰,此燕超之诈也,以书是行周,行周上表谢恩 继而燕超反击一漏,秉申,浅阁门使张宁 将兵赴运周寻简以备之 庚子,王骏至降周 以义,引兵去靖州 靖州难有蒙坑,最为险要,俊悠北汉兵拒之 适日,闻前锋已渡蒙坑,喜曰,无事记忆 慕容燕超奏请入朝,帝之奇诈,及许之 继而复称境内多道,未敢离阵 北汉主公靖州,久不可 慧大雪,冥香聚宝山寨,也魔所掠,军阀石 契丹司归,闻王骏至蒙坑,烧银叶盾 郡入靖州,诸将请及追之,郡犹豫未决 明日,乃潜行引马军都指挥使仇红超,都排成使要圆服 如,左相排除使臣司让,康颜找将其兵追之,急于获益,送兵奋及,北汉兵坠雅骨死者慎重 获益道爱,颜找魏诺不及追,犹是北汉兵的度 要圆服曰,流崇西发其重,携民其而来,致吞进,讲 精气衰力背,狼狈而盾,不成此简扑,必未后患 诸将不遇尽,王骏复浅使指之,遂孩 气单笔至靖阳,驶马时丧三四 肖宇决齿于吴公,丁大酋长一人于事,寻于而斩之 北汉主使习异于进取 北汉土籍明平,内宫军国,外奉契丹,复凡义重,明不聊生,逃入周境者慎重 唐主以镇南节度使兼中书令送其秋为太父,以马西二位将南西道观察使,守中书令,镇洪州,仍赐绝楚王 以马西重为永太节度使,兼世中,镇书州 湖南将立,为高者拜次使,将军,清奸,卑者以赐败官 唐主加料眼,彭诗号之中,以眼为左殿职军使,来周次使,诗号为殿职兜于后,赐于圣后 湖南次使皆入朝于唐,永洲次使王云独后制,唐王独杀之 南汉主前内侍审,将军谢冠将兵攻称州,唐边稿发兵就之 重彻拜唐兵于一张,遂取称州 边稿请除全,到二周次使已被南汉 秉承,唐主以廖眼为道周次使,以黑云指挥使张鸾之泉州 世岁,唐主以安化节度使婆阳王王延正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更赐绝光山王 初,蒙城镇江贤施朗江部兵将唐,唐主以其兵位奉劫兜,从边稿平湖南 唐西收湖南金箔,真丸,仓宿乃至周建,亭馆,花果之美者,皆喜于精灵,浅兜官郎中阳继勋等收湖南租赋以善数兵 季勋等勿为苛刻,湖南人失望 行银良料使王少岩俭士族良次,奉劫指挥使孙朗,曹靖怒曰,习吾从贤功降唐,唐呆我 岂如今日湖南降世之后哉 今有功不增禄次,又简之,不如沙少岩及稿,据湖南,归中原,富贵可徒也 太祖圣神公宿文孝皇帝上广顺二年,仁子年,公元九五二年,后周广顺二年 春真月更生,叶,孙朗,曹靖帅企图作乱,树薅钱烧府门,火不燃 编稿觉知,出兵格斗,且命名古脚,朗,靖等已为江小,展观奔朗州 王奎问朗曰,无习从五穆王,与淮南战屡结,淮南兵一羽儿 今欲以朗州之重赴取湖南,可呼 朗曰,朗曰,朗在精灵数年,被见其正事,朝无贤臣,君无良将,忠应无别,赏罚不当,如此,得国存信义,何侠奸人 朗请为宫前驱,取湖南如十戒尔 奎月,后遇之 仁须,发开封府明夫五万修大良臣,寻日而罢 慕容燕钞发香兵入城,饮似水柱豪中,未战首之辈 又多以其致寿朱镇江,令慕群道,飘略临近,所在奏其反撞 夹子,赤夷,密二州不负力泰宁君 以士卫部军兜指挥使,朝五节度使曹英卫兜部署,讨燕钞,其周防御使使颜超卫副部署,皇城使河内向迅卫兜兼,陈周防御使勒元服卫行营马部兜余后 帝以元服宿将,令英,逊无得以军礼剑之,二人皆赴释之 唐主发兵五千,军于下批,以元燕钞 闻周兵将至,退屯木羊 徐周巡俭使张令兵集之,大破唐兵,杀,逆死者千余人,获其将燕竞全 初,燕钞以周世新造,为其一遥,故北赵北汉及契丹,南幼唐人,使清边比,继朝廷奔命不暇,然后成奸而动 及北汉,契丹自靖州北走,唐兵败于牧羊,燕钞之事遂举 永兴节度使李鸿信,自以汉世靖清,心不自安 城中兵部满千人,王俊在闪,以旧靖州未明,发其数百 及北汉兵顿去,浅靖兵千余人数长安 洪信聚,遂入朝 人参,王俊自靖州海,入建 曹英等至燕州,设常为 慕容燕钞旅出战,要元福皆即拜之,燕钞不敢出 十余日,常为何,遂进攻之 初,燕钞将反,判官崔州渡建约,鲁,师叔之国,自伯秦以来不能罢诸侯,然以礼义守之,可以尝试 公于国家非有私汉,胡为自宜 旷主尚开玉秦志,苟彻被归成,则坐享泰山之安矣 独不见度中令,安襄阳,礼和中敬和所成乎 燕钞怒 即官君为臣,燕钞阔市民之才以善君,作逆才死者慎重 前闪州司马言红鲁,宝之子也,为燕钞之报,倾家为宪 燕钞有以为有所逆,命周度所其家 周度为红鲁曰,君之死身,戏才之风曰,宜魔所爱 红鲁替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已旧无死 皆曰,皆以,周度以白燕钞,燕钞不幸,收红鲁夫妻戏语 有如母于尼中投的金蝉币,献之,既已赎其主 燕钞曰,果然,所逆必由多,绑略红鲁夫妻,肉馈而死 以周度为阿璧,斩于世 北汉潜兵寇福州,防御使者得以败之,杀二千余人 二月,庚子,得以奏功把北汉可兰军,以兵述之 甲城,帝氏燕竞全等使归唐,为唐主曰,叛臣,天下所供即也,不亦唐主住之 得无非计乎,唐主大残,先所得中国人,接礼而归之 唐之言侍者由献取中原之策,中书社仍含熙宰曰,郭氏有国虽浅,为之已故,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矣 唐自列祖以来,长浅时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至中国,更相溃夷,约为兄弟 然契丹立其货,徒已须与往来,时不为唐用也 唐主好文学,顾熙宰与逢炎己,炎鲁,江文卫,潘左,徐炫之徒皆至美观 又,幽州人也 当时唐之文雅于诸国卫盛,然为常设科举,多英尚书言是拜官,致是,使命韩灵学是江文卫之共举,近是庐陵王克针等三人集地 唐主问文卫,聊取是何如前朝,对曰,前朝公举,私业相伴,臣专任至公尔,唐主曰 中书社人张伟,前朝登帝,文尔贤之 时职政皆不由科帝,相与举会,敬霸共举 三月雾成,以内克审时,恩州团练使敬阳证人会为书密赴使 甲虚,改威圣君曰无圣君 唐主以太帝太保,朝一节度时逢严己为左仆社,前正海杰度时许景运为中书侍郎,及右仆社孙盛皆同平章士 既宣致,护部尚书长梦兴众中大言曰,白麻圣家,但不及将文为书尔,圣肃清言己,为人曰,经碑御婉,乃注狗食乎,言己言于唐主曰,陛下公卿述物,故宰相不得尽其才,此至道所以未尘也,唐主乃兮以正事为之,奏可而以 既而言己不能情事,文书皆养成虚史,君吕则伟之边疆 请之,事意不至,唐主乃父自懒之 大理清消言恶言己为人,树上书公之,慧言作诗入人死罪,忠谋,李德明被避欲杀之,言己曰,言物杀一妇人,诸君以为当死,言久轻也 可恶杀乎,读上言,言肃有直身,经所作以慧舍,以从宽幼,言犹式的免 仁亦以此多知 景运寻罢位太子少妇 下,四月,丙须朔,日有时之 地义曹英等功课演周九位课,以卯,下诏清真,以礼谷全东京留守监盘开封府,证人会全大内都点简,又以四位马军都指挥使郭重冲在京都巡捡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江里见其屯一阳以图朗州,以知全州张鸾兼贵州招讨使以图贵州,九知,未有功 唐主未逢言己,孙圣曰,楚人求席兼于我,我未有以辅其窗移而虐用其力,非所以赴来苏之望 无欲罢贵灵之意,脸翼阳之术,以经节受流言,何如? 圣以为宜然 言己曰,无出偏将举湖南,远近正经 一旦三分丧二,人将亲我 请委边将查其形势 唐主乃遣统军使侯迅将兵五千字集州陆去泉州,与张鸾和兵攻贵州 南汉扶兵于山谷,鸾等时至城下,罢伐,扶兵四起,城中出兵夹击之,堂兵大败,逊死,鸾收散促数百奔归泉州 五月,根深,帝发大梁 物臣,至远州 己四,帝使人招玉慕容燕超,城上人与不逊 耕武,命诸军进宫 先是,术者戴燕超云,正心形至脚,抗,脚,抗眼周之分,旗下有福,燕超乃立词而导之,令明家皆立黄帆 燕超信贪令,官军功臣级,由翼藏珍宝,由世人无斗志,将促相继有出将者 以害,官军克成,燕超方导振兴祠,率众栗战,不胜,乃本振兴祠,与欺负仅死 子继勋出走,追祸,杀之 官军大略,城中死者尽万人 初,燕超将返,墓群道至帐下,智者二千余人,皆山陵广汉,竟不畏用 地域西朱燕洲将立,汉陵学士斗一见逢道,范直,与之共白帝约,比皆邪从尔,乃设之 丁丑,以端明殿学士言看全之燕洲事 人武,设演洲馆内,燕超党与逃逆者其一月听自首,前以扶诸者设其亲戚 鬼位,将太宁军卫防御洲 唐司徒至世里见勋促,且死,借家人曰,时事如此,无得两死信矣 物丰土立碑,听人耕种于其上,免为他日开发之标 即江南之王也,诸贵人高大之种无不发者,为见勋种莫知其处 六月已有朔,帝如曲妇,也孔子词 既尊,将拜 左右曰,孔子,裴臣也,不当以天子拜之 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师,敢不近乎,遂拜之 又拜孔子墓,命弃孔子词,尽孔灵桥彩 访孔子,言冤之后,以为取父令及主部 丙须,帝发眼周 以为,吴月顺德太夫人无是处 丁有,属大水入成都,飘梅千余家,逆死五千余人,坏太妙四世 物须,属大赦,镇水灾之家 己亥,帝至大粮 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臣流亡冯辉簇 其子衙内都于后继夜杀其兄继勋,自知君服侍 太子宾客李涛之帝幻,在契丹为秦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消海珍闪 海珍,契丹主物欲知七帝也 幻说海珍内父,海珍欣然许之 幻英定周谍者田众霸记卷表以文,且与涛书,言,契丹主同似,专世艳由,吴远志,非前人之笔,朝廷若能用兵,必客,不然,与何,必备 二者皆利于宿,度其勤势,他日中不能立住和东者也 人银,重霸至大梁,惠中国多事,不果从 辛亥,以逢继夜为朔方流后 疏密使王骏,性清造,多技术,好权力,喜人负己,自以天下为己任 美颜世,帝从之则喜,或时未允,折运对,往往发不逊语 帝以其故旧,且有左命公,又素知其为人,美幽容之 俊年长于帝,帝即位,由以凶呼之,或称其字,俊以示意交 父使证人会,皇城使相训,恩州团练使李仲敬,接地在藩镇时 父星将左也,帝即位,稍稍禁用 俊心即之,类表称即,求解机物,以凶帝义 帝旅前左右敦誉,俊对使者慈气抗力 又移诸道节度使书求保证,诸道各献其书,帝经骇久之 父前左右未免,令逝世,且曰,倾唐不来,正且自往,由不至 帝之书密直学是成官与郡亲善,令网欲止 官曰,必下诞生严灵性其地,严嫁已呆之,郡必不敢不来,从之 丘,七月,雾子,郡入朝,帝未劳令逝世 众敬,苍州人,其母及弟妹夫庆长公主也 礼谷族爹,商幼碧,再告岳于 第一谷职业繁聚,去令入朝,此以为任屈拜 鬼祀,赵免朝参,但令逝世 蜀公不上书,叛武德君少严军不礼于兼押王臣批,臣批谋作乱 兴丑,左凤盛都指挥使安次孙清当以步兵戍边,往此臣批,臣批邀与俱剑辅功 亲不知其谋,从之 臣批至,则令左右即杀严军,徒其家,称奉赵处至军府,即开府库赏士族,出戏求,发屯术 将力必及,亲为臣批曰,今严军已福孤,公移出诏书已势重,臣批曰,我能致公富贵,勿问诏书,轻使之臣批反,应代曰,今内外未安,我请一步兵卫功寻查,即月马而出,臣批连呼之,不止 亲至营,小玉其重,帅已入府,攻臣批,臣批左右玉巨战,轻赤之,接弃兵走,遂执臣批,斩之,并骑青党,传守成都 天平节度使,守中书令高行周促 行周有勇而知义,功高而不惊,策马灵笛,斥诈风生,平居与兵辽燕吉,坎坎何意,仍以示众之 贵卯,属主浅客审使赵记扎如子周,为府立名 汉法,范思言,屈,无问多少抵死 郑州名有以污税受盐于官,或周成,立以为私言,职而杀之,其妻送冤 贵丑,使赵范言,屈者已经两定行有差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厚瀚 广顺 后堂庄宗礼存续 后堂明宗礼诞 后进高祖时进堂 卷二百九十资质通鉴 卷二百九十一后周继二卷二百九十二 姐妹计划,数据项 起悬一困敦九月,近二逢射提格四月,凡一年有期 资质通鉴第两百九十一卷 后周继二,起悬一困敦九月,近二逢射提格四月,凡一年有期 太祖圣神公宿文武皇帝中广顺二年,仁子,公元九五二年 九月,甲银术,吴越丞相裴监促 以台周次使吴严福同参相服侍 庚吴,赤北边立明吴的入契丹竟伏略 契丹将高摩汉以伪伐渡葫芦河入寇,至冀州,陈德杰杜使和福晋浅隆杰都指挥使流程会等臀背州以聚之 契丹文之,聚引兵北渡 所略即周丁撞数百人,望将官军,征古造,御弓弃丹,官军不敢应,弃丹尽杀之 属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归奏州人聚兵关中,请义兵卫背 属主浅奉鸾素未都于后照尽将兵去丽州,继而闻州人聚兵已背背汉,乃隐骇 唐武安节度使鞭搞,昏诺无断,在湖南,正出多门,不合众心 积水人欧阳广尚书,言,搞非将帅才,避丧湖南,以别则良帅,义兵已就其败,不报 唐主使搞经略朗州,有字朗州来者,多言流言中顺,搞犹是不畏背 唐主照流言入朝,言不行,为王奎约,唐必罚我,奈何,奎约,武陵赴江湖之险,代甲数万,安能拱手受制于人 编稿抚欲无方,世民不负,可一战情也 言犹欲未决,周行逢曰,姬氏贵宿,缓则比位之辈,不可吐也,言乃以魁,行逢吉牙江赫竞争,张仿,蒲公义,朱全秀,宇文琼,彭万和,潘书四,张文表十人皆为指挥使,部分发兵 书四,文表,接朗州人也,行逢能谋,文表善战,书四果敢,三人多相须成功,勤款胜逆 朱江玉赵旭州州长福燕通卫元,行逢曰,满贪而无益,前年从马西二入坛州,焚略无疑 无兵以一举,网无不克,乌用此物,时暴舔百姓灾 乃至 然亦未艳通未后患,以满囚土团兜指挥使流位群满所淡,补息尽正恶使以备之 冬,十月,魁等将兵分道去长少,以孙朗,曹敬畏先锋使,编稿前指挥使郭再臣等将兵屯一阳以聚之 物子,魁等克元将,直兜兼留成玉,疲将李施得率众五百将之 人臣,魁等命军士举小州自闭,直造一阳,四面辅寨而入,遂克之,杀树兵两千人 编稿告及鱼塘 甲午,魁等克桥口及湘英,以位,至潭州 编稿因臣自首,就兵位至,臣中兵少 丙深夜,稿气臣走,立民俱愧 李林门乔哲,死者万余人,到周次使料眼为乱兵所杀 丁有旦,王奎入城,自称五平节度赴使,全知军俯士,以合竞争为行军司马 潜竞争等追稿,不及,斩首五百集 薄公义公月州,唐月州次使送得全走,流言以公义全知月州 唐江守湖南诸州者,闻长沙县,相继顿去 流言进赴马市领北故地,为称,连入于南汉 契丹营,墨,幽州大水,流明入赛散居河北者数十万口,契丹州现意不知尽 照所在政给存储之,中国民先位所掠,得规者十五六 丁位,古已并必九位欲,三表辞位,帝遣中始欲止曰,亲所掌至重,正难其人,苟是功克吉,何必朝礼 正经于遍殿呆青,可暂入相见 古入见于京祥殿,面成捆款,帝不许 古不得以赴世事 古未能执笔,照以三思勿凡,令克明应用之 辛亥,赤,明有诉讼,必先立宪周及观察史处觉 不执,乃听一台审,或字不能书谍,欠人书者,必书所欠姓名,居处 若无可欠,听执诉指 所诉必须己是,无得邪思克诉 庆周刺史郭燕清信贪,也积足多养马,燕清故扰之以求路,也积足遂返,飘掠刚商 帝命宁,还二周和兵讨之 刘廖遥调表来告,称,湖南世事朝廷,不幸为灵寇所献,臣虽不奉照,折旧和一兵,薛平救国 唐主剖鞭噶宗旧刘旧 Recht,刘饶舟 谈人为之 边菩萨 继而为节度使 正无纲纪 为日设斋功 圣修佛事 谈人失望 为之 边和尚 以 左菩摄同平章是逢严己 右菩摄同平章是孙圣上表请罪 皆是之 圣臣请不已 乃于严己皆罢守本官 堂主已比年出师无功 乃亦修兵习名 或曰 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 可小康乙 堂主曰 将终身不用 和数十年之友 堂主司欧阳广之言 拜本宪令 十一月 新位 喜宝义节度使者 从阮位进南节度使 讨业机足 贵友 赤 曰 每岁民间所输牛皮 三分减二 祭天时请 税取一皮 于听名字用及卖买 为竞卖于敌国 先是 冰心以来 竞明司卖买牛皮 悉令书官受职 唐明宗之事 有司只长以言 竞天福中 并言不给 汉法 范丝牛皮一寸底四 然民间日用时不可无 帝宿之旗币 智氏 李谷建议 均于田姆 公司便知 十二月 丙须 和决镇 华 浅时行事修赛 甲午 前进南节度使侯 张献买宴券千匹 赢五百两 帝 不受 曰 诸侯入境 天子已有宴靠 其呆买鞋 自今如此比者 皆勿受 王魁将兵集洞满五万公称舟 南汉将潘重彻旧之 欲于豪石 重彻登高望湖南兵 曰 疲而不枕 可破也 纵疾 大破之 浮诗八十里 汉林学士徐台福请诸屋告 李松者格言 欲及李臣 逢道以为吕更赦 不许 王骏家台福之意 白鱼帝 鬼卯 收盐玉 臣 朱之 流言表称 潭州残破 其仪使福至朗州 且请贡献 卖茶 稀如马氏故事 许之 唐江西观察 使楚王马西二入朝 唐主流之 后蜀年 醋于精灵 誓约功效 初 灵州土豪阳姓自卫赐史 受命于州 姓醋 子仲迅寺 以州降北汉 智氏 为群腔所为 赴归款 求救于下 辅二州 太祖圣神公宿文武皇帝 钟广顺三年 鬼丑 公元九五三年 春 真月 秉承 以五平留后 留言为五平节度使 致至五安 静江等军事 同平张事 以王魁为五安节度使 和静真为静江节度使 周行逢为五安行军司马 赵折从软 也机足能改过者 拜官赐金箔 不择进兵讨之 人须从软奏 酬长李万全等受赵立室外 自于由不服 方讨之 前世屯田皆在边地 使树兵殿之 唐末 中原宿兵 所在皆至银田以根矿土 其后又木高资护使书克殿之 护不别至官司总领 不立周县 或丁多无益 或荣必尖到 周县不能结 梁太祖及淮南 略得牛以千万计 给东南诸州农民 使岁输租 自氏历属十年 牛死而租不除 名胜苦之 帝宿之其弊 会和门使 知青州张宁上便宜 请霸淫田物 礼古亦以为言 以丑、赤、西坝户部银田物 以其名利周献 其田、卢、牛、农器 并赐建殿者为永业 西除租牛客、士岁 户部增三万余户 明记得为永业 使赶气乌植木 或地利数倍 或言 银田有肥脑者 不若欲知 可得钱数十万名以资国 帝曰 立在于名 游在国也 正用此前何谓 来周次使业人鲁 帝之故立也 作赃眷万无千匹 钱千名 耕武 赐死 帝遣中使次以九十曰 如自抵国法 无无如之和 当存序辱母 人鲁感气 帝以和爵位忧 王俊请自往行事 许之 正宁节度使荣旅求入朝 俊计其音列 美举止之 润月 荣赴求入朝 惠俊在和尚 帝乃许之 契丹寇定州 唯一封军 定和都指挥使杨红玉叶及其营 大祸 契丹顿去 幼寇郑州 本道兵及走之 秉申 正宁节度使荣入朝 故立守真骑士马 权义从荣入朝 帝召见 补殿前指挥使 魏左右约 权义终于所示 袭在和中 屡错无君 如被遗孝之 王俊文荣入朝 据字和尚规 勿须 至大梁 雄武节度使高允全醋 其子衙内指挥使 邵姬谋席复卫 乍称允全疾病 表迹之君服侍 观察判官礼兵切剑 邵姬怒 斩之 心丑 以兵谋反文 王俊顾求领帆阵 帝不得已 仁淫 以俊兼平如节度使 高少姬履奏杂鲁范边 记得陈席 第潜六宅史章人千亿言周寻简 少姬不能逆 始发负丧 雾身 折从软奏降野鸡二十亿族 唐草则少 唐上言 竟由怀上 闻周竹公简 增修得正 无兵心破于谈 朗 孔其有难争之志 一味之辈 初 王奎即刻谈周 以指挥使和静真 为静江节度复始 朱全秀为武安节度复始 张文表为武平节度复始 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 静真 全秀各至衙兵 与奎分听逝事 利明莫之所从 美燕即 朱将使久 分拿如是 无负上下之分 为行逢 闻表示 魁敬礼 魁亲爱之 竟真与魁不邪 辞归朗周 又不能是流言 与全秀谋作乱 严肃既魁之强 以魁使竟真四己 将讨之 魁闻之 圣句 行逢曰 流言肃不与无辈同心 何敬真 朱全秀耻在宫下 宫以早图之 魁喜曰 与公共除凶党 同志谈 朗 夫妇贺忧 惠南汉寇拳 道 永州 行逢请 深至朗周说言 浅敬真 全秀难讨 四至长沙 以祭取之 如掌中物耳 魁从之 行逢至朗周 言以竞真为南面行迎招讨使 全秀魏先锋使 江崖兵百余人会谈州兵以御南汉 二人至长沙 魁出交迎 相见圣欢 宴隐连日 多以美济而知 竞真因烟流不尽 朗周指挥使李仲千步兵 三千人九树谈州 竞真时之先发 去岭北 兜头福慧等应士族私归 劫中千善海朗周 魁臣敬真罪 使人诈未言使者 则敬真以 难寇身轻 不及汉玉而专悟荒雁 太师命谢功归西府 应收细誉 全秀逃去 浅兵追不知 二月 二月 兴骇朔 斩敬真以训 魏己 或全秀及其党十余人 皆斩之 鬼丑 正宁节度使荣归禅舟 初 契丹主得光北海 以敬传国宝自随 智势 更以欲作二宝 王魁浅史以斩和敬真告流言 言不得己 更生 斩福会等数人 疏密使 平卢节度使 同平张氏王骏 晚节亦狂躁 奏请以端明殿学士言看 疏密直学士成官代贩职 礼谷未相 帝约 进退载府 不可仓促 似正更私之 俊力论烈 与静不逊 日向中 帝上位时 郡真知不已 帝约 金方寒时 四甲开 如清所奏 郡乃退 鬼害 帝寒赵宰相 疏密使入 幽郡于别所 帝建逢道等 契约 王骏临正太圣 御静逐大臣 简正于义 正为一子 专务监祖 暂令义雀 以怀愿望 其有身典书姬 赴奸宰相 又求重镇 观其志趣 书未营宴 无君如此 谁则堪知 家子 贬郡商周司马 至辞略约 肉侍群后 海府正宫 地律夜都留守 王因不自安 命因子上 始始成会 义音 欲以郡得罪之状 郡至商周 得负籍 帝由敏之 命其欺往事之 为己而促 帝命哲 从阮奋兵 屯盐州 高少姬史距 旅有贡献 又命供奉官张怀 真将进兵 两指挥屯录 盐 少姬乃昔 以军府 是受副使张匡图 甲须 以克审史向 殉权之 严州 三月 甲身 以镇宁节度使 荣卫开封营 禁王 并须 以书密副使 证人会 为镇宁节度使 初 杀牛族 与野鸡族 有戏 闻官军讨野鸡 窥想迎奉 官军立其财 处而略知 杀牛族返 与野鸡河 拜宁周刺使 张剑武于包山 地义郭燕 侵扰群湖 致其作乱 处废于家 初 解周刺使 俊一郭 元昭 与雀言 使离 温玉有戏 温玉 续为人 朴 为疏密主事 元昭 宜人 朴必知 惠礼 守真返 温玉 有子 在河中 元昭 收戏 温玉 奏言其叛 是连仁朴 第十位 淑密使 知其屋 是不问 至是 仁朴 未淑密 臣指 元昭 代归 甚句 过洛阳 已告人 仁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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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帝 以元昭 为庆周赐使 己丑 以帝周团 炼使太原王仁 稿位 宣辉 北院使 兼 疏密 赴使 唐主 赴以左 仆设 逢 严 己同 平 章 事 周行 逢 二 五 平 节度 赴使 章 访 严 王奎 约 何 敬 仁朴 仿之 亲戚 临行 以后 事蜀仿 宫 够一备之 下 四月 更生 奎 仁赵 仿影 罪而杀之 丙音 归得 节度使 监视 中常 私入朝 悟臣 喜平如 节度使 将行 奏曰 臣在 宋州 举司 四万余 两在 民间 仅以 上境 请 真之 帝汉 之 五月 丁亥 赤 仿宋 宋州 凡常 死 所 举 私 息 捐之 以 书 者 复 归之 私 亦 无 作色 自唐末 以来 所在 学校 废绝 属 无 朝 一出 私 才 百万 银 学 管 且 请 刻 反应 酒 金 属 属 从之 由 是属 中文学 赴盛 六月 仁子 苍 舟奏 奏 汽 丹 之护台军是范阳张藏英来讲 初 唐明宗之事 宰相逢道 礼于请令叛国子建田敏教阵 酒精 刻板应脉 朝廷从之 丁四 板臣 献之 游市 虽乱市 酒精 传部盛广 王魁 以州行逢之 潭州 自江兵 喜朗州 克之 沙指挥使政教 指武安捷度使 同评章是流言 忧于别管 秋 七月 王英三表情入朝 第一期不成 浅使指之 唐大汉 景泉河 怀水可涉 鸡鸣度怀而北者相继 好 受发兵御之 名语兵斗而北来 帝文之曰 比我知名义也 听敌米过怀 唐人遂铸仓 多敌以公君 八月 几位 赵唐明以人处赴米 者听之 以州车运载者物语 王魁潜时上表 乌 刘延某以朗州将堂 又欲攻谈州 其重不从 备而求之 臣以至朗州 服安君服器 且请赴以史福至谈州 甲虚 浅通是摄人 迪光亦亦湖南宣府 从其所请 窥海长沙 以州行逢之 朗州市 又浅攀书四沙 流言于朗州 九月 几亥 五成节度使白 重赞奏赛绝合 契丹寇勒寿 其州数兵又保宁 都投留宴张沙都监渡延夕 谋印契丹 不克 并其党扶诸 南汉主立其子 寄心未未亡 玄心未贵王 庆心未京王 宝心未真王 崇心未梅王 东自清 徐 南至安 富 西至丹 辞 北至贝 正 皆大水 帝自入秋的风皮疾 亥于时隐及不屈 数者言以散才以嚷之 地狱四南交 又以自粮以来 交四常在洛阳 以之 执政曰 天子所都则可以四百神 何必洛阳 于是 使住环丘 设祭坛 做太庙于大梁 鬼亥 浅逢道 迎太庙设祭神主于洛阳 南汉大赦 东 十一月 己丑 太常请准落阳柱四郊珠坛 从之 十二月 丁卫朔 神主至大梁 地盈于西郊 富享于太庙 夜都留守 天雄节度使监士 魏清军都指挥使 同平张氏 王英氏 公专横 凡和北镇树兵应用赤处分者 应及以铁行之 又多剖脸名才 帝文之不悦 使人未曰 清与国同体 夜都躺与圣丰 清玉用则取之 何患无才 承得节度使和福尽素二应 甲子 福尽入朝 密以阴阴是白帝 帝游是遗之 以丑 阴入朝 照流应充 京城内外巡检 悟臣 辅舟防御使者 得以奏北汉将 乔云入寇 及走之 王英每出入 从者长数百人 应请量给 凯障以备巡逻 帝南之 实地体不平 将行交四 而应邪阵主之 是在左右 众心寄之 人身 帝立及玉兹得殿 应入起居 遂执之 下至乌英某已交四日作乱 留登周 出臣 杀之 命正宁 节度使证 人会一夜都安抚 人会立英家财 善杀英子 千其家属于登周 唐辞不朗中 知智告徐炫言 共举出色 不宜巨罢 乃复行之 先是 楚周次使田进诸 请修白水塘盖田以石边 逢言己以为便 礼得明应请大辟矿土味屯田 修复所在驱唐英费者 立英缘侵扰 大兴立意 夺明田盛重 明仇怨无素 徐炫以白堂主 堂主命炫暗示之 炫吉明田西归其主 或赠炫善作微福 堂主怒 留炫书周 燃白水塘尽不沉 堂主又命少府 尖逢言辱寻辅诸周 又时宜徐凯表 言辱无才多罪 举措清浅 不宜奉使 唐主怒 扁凯教书郎 分思东兜 凯 炫之地也 盗州盘蓉洞 盘球盘虫 巨重 自称盘蓉周兜筒 吕寇称 盗州 以害 地朝想太庙 被掩免 左右也已登阶 采集一誓 酌献 扶手不能败而退 命禁王隆中礼 世系 宿南郊 集邮剧 姬布旧 叶芬小月 太祖圣神公宿文武皇帝 终显得元年 甲银 公元九五四年 春 真月 丙子朔 第四环秋 仅能瞻仰致敬而已 敬绝殿必皆有丝带之 大赦 改元 听蜀敬通商 雾银 霸业兜 但卫天雄军 根臣 嘉靖王荣监市中 叛内外兵马市 时群晨曦的见地 中外恐惧 文靖王点兵 人心稍安 军事有流言交赏 鲍鱼唐明宗使者 帝文之 仁武 赵诸将至请殿 让之曰 正自即位已来 二一飞时 专以善君未免 辅库续姬 四方贡献 善君之外 先有淫于 汝被岂不知之 今乃纵凶徒疼口 不顾仁主之请柬 查国之贫乏 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赏 为之愿望 于汝被安呼 皆惶恐谢罪 退 所不逞者路之 流言乃席 初 帝在夜兜 其爱小历曹汉之财 使之是敬王荣 荣正禅州 以为崖江 荣入魏开封影 魏别赵汉 汉自治 荣怪之 汉请监言曰 大王 国之处四 经主上请及 大王当入室医药 奈何由爵士于外邪 荣感悟 即日入止境中 丙须 第几度 亭诸司系物皆物奏 有大事 则静王荣 秉静止宣行之 以赈宁节度使 证人会为书密使 同评章是 物子 以义武留后 孙行有 宝义留后 寒通 朔方留后 逢计业 皆未节度使 通 太原人也 帝屡借静王曰 习无西珍 建堂十八灵 无不发觉者 此无他 为多藏经欲故也 我死 当依以止依 脸义瓦关 肃淫藏 物久留宫中 旷中无用时 以辟带之 宫人意图皆何故 物以繁明 藏壁 木敬林明三十户 捐其杂窑 使之守侍 物修下宫 物至守灵工人 物坐石阳 虎 人 马 为客石至灵前云 周天子平生好简约 宜令用指一 瓦关 似天子不敢违也 辱获无为 无不服辱 又曰 李鸿义当雨节月 为人朴物使离书密院 根营 赵前登周次使周迅等赛绝合 先士 和绝灵合 鱼池 酸枣 杨武 常乐义 和英 六明镇 元武凡八口 智氏分浅使者赛之 地命去草治 以端明殿学士 护部侍郎王普 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士 人臣 宣治弊 左右以文 帝曰 吾吾恨以 以书密复使 亡人稿位 永兴节度使 以殿前都指挥使 李仲敬领武姓节度使 马军都指挥使 凡爱能领武定节度使 步军都指挥使 何辉领朝武节度使 众静年长于静王荣 帝诏入静中 属以后世 人命败荣 以定君臣之分 逝日 帝除于资德殿 密不发丧 以位 宣宜至 秉申 静王及皇帝位 初 静海节度使 无全醋 子昌吉利 昌吉醋 帝昌文利 四月 使请命于南汉 南汉以昌文位 静海节度使 兼安南兜户 北汉主文太祖 宴驾 盛喜 谋大举入寇 遣使请兵于契丹 二月 契丹前其武定节度使 正是令阳眼江万 于其如静阳 北汉主自江兵三万 以一臣节度使 使白从徽卫行军都不属 五宁节度使 张元徽卫前锋都指挥使 与契丹自团 博南去陆州 属左匡圣马 不都指挥使 宝宁节度使 安斯千赠杀 张叶 费赵亭 允 属人皆二之 属主使 江兵 就王景崇 斯千 斗饶 无功 内残剧 不自安 自张叶之诛 宫门守卫加盐 斯千以为以己 盐多不逊 斯千点宿卫 多杀士族以立威 属主越卫士 有年上壮 而为斯千所斥者 富流利吉 斯千杀之 属主不能平 斯千三子 以四 亦 以富士暴衡 为国人患 汉林史王 早履言 斯千愿望 将反 丁四 斯千入朝 属主命壮士 及杀之 及其三子 早亦做善起鞭奏 并诸之 北汉兵屯良侯义 朝亦节度使 李云浅 其江墓令军 将步其两千亿战 云自江大军 避于太平义 张元辉与令军战 阳不慎而北 令军逐之 浮发 杀令军 浮展士族千余人 云顿归上党 阴臣自首 云 吉里荣也 必上名改烟 是宗文北汉主入寇 欲自江兵欲之 群臣皆曰 刘崇自平阳顿走以来 是促气举 必不敢自来 必下心即位 山陵有日 人心一遥 不宜轻动 宜命将欲之 帝曰 崇信我大丧 清正年少心力 有吞天下之心 此必自来 正不可不枉 逢道顾真之 帝曰 习唐太宗定天下 未常不自行 正赫感偷安 道曰 为沈陛下能为唐太宗否 帝曰 以无兵力之强 破流虫如山鸭卵耳 道曰 为沈陛下能为山否 帝不曰 唯旺谱劝行 帝从之 三月 以害朔 属主加盆胜 控贺都指挥 使监中书令 孙汉少五姓节度使 似绝乐安郡王 把君职 属主 陈安 斯千之拔护 命山南西道 节度使 李廷归等 十人分点进兵 北汉 陈胜 进碧 陆州 丁丑 赵天雄节度使 福燕 青隐兵自辞州 故镇出北汉军后 以镇宁节度使 郭重复之 又赵和中节度使 王燕超隐兵自靖州 东出邀北汉军 以保义节度使 韩通复之 又命马军都指挥使 宁江节度使 凡爱能 布君都指挥使 清淮节度使 何辉 以臣节度使 使白重赞 郑州防御使 使燕超 前耀州团练使 福燕能将兵先去 则州 宣为使 向迅奸之 重赞 献州人也 心四 大赦 鬼位 帝命逢到 奉子功赴山林 以正人会 为东京留守 以友 帝发大梁 根营 至淮州 帝欲坚行 宿静 控赫 都指挥使 真定 赵朝思 未通 是赦人 正好 签曰 贼是 方胜 以持重 以措之 好 千言于帝 帝怒 曰 如安 得此言 必为人 所使 言其人 则生 不然 必死 好 千 以 十对 帝命 并 嘲 谢于 周 语 仁臣 帝过 泽州 夙于 周 东北 北汉 主不知 帝制 过 鹿 州 不攻 引兵 而难 世系 君于 高平 之难 鬼 四 前锋 于 北汉 兵 域 即之 北汉 兵 雀 帝律 其顿 去 去诛 君 即 静 北汉 主以忠君臣于八公元 张元辉君齐东 杨衍君齐西 众颇严整 石和阳杰杜使刘慈将后君位置 众心为拒 而帝志气一锐 命白重赞与世卫马步都于后礼重进将左君居西 樊爱能 何辉 何辉将右君居东 向迅 史燕超将经齐居中央 殿前都指挥使张勇德将进兵位帝 帝界马自临城都斩 北汉 主见州君少 悔照气丹 魏朱将曰 无自用汉军可破也 何必气丹 今日不为客州 亦可使气丹心服 朱将皆以为然 扬眼策马前望州军 退位 北汉主曰 情敌也 魏可清静 北汉主愤然 曰 时不可施 请公勿言 事关我战 也莫然不悦 时东北风方胜 而而呼转南风 北汉父书密使王言 四十四天间里一百 北汉主云 时可战以 北汉主从之 书密直学士王德中寇马剑曰 亦可战也 风是如此 起注我这些 北汉主曰 无计以绝 老书生勿妄言 且斩入 辉东军先进 张元辉将迁其吉州右军 何战未己 凡爱能 何辉引其兵先顿 又均贵 不兵千余人 解甲乎万岁 降于北汉 帝建军事为 自引清兵 泛史时督战 太祖皇帝 十位宿魏将 魏同列约 主为如此 无数何的不致死 又魏张勇德约 贼弃交 立战可破也 功辉下多能左摄者 请引兵陈高西出魏左翼 我引兵魏右翼已吉之 国家安危 在此一举 勇德从之 各将两千人进战 太祖皇帝 身先士卒 持犯其风 士卒死战 无不亦当摆 北汉兵披靡 内殿直下 金马人与魏众约 使臣于受敌 安用我辈 月马引功大呼 连毙数十人 士气一震 殿前又翻行 手马全一言于帝约 贼士吉矣 将为我情 愿陛下按配物动 徐官诸将破之 即引述百齐进献成 北汉主之地自凌晨 包赏张元辉 去使臣胜进兵 元辉前掠臣 马道 为周兵所杀 元辉 北汉之肖将也 北军由士夺弃 石南风一胜 周兵争奋 北汉兵大败 北汉主自举斥智 以收兵 不能止 扬眼为周兵之强 不敢救 且恨北汉主之语 全军而退 凡爱能 何辉引述 千奇难走 空贤漏刃 飘掠资重 意图经走 师王胜多 地浅进尘 及清军孝 追御指之 莫肯奉赵 使者或为军事所杀 扬言 契丹大志 官军拜计 于众以将鲁矣 留词遇 爱能等于徒 爱能等止之 词不从 引兵而备 使北汉主上有余众万余人 祖建而成 伯木 慈至 赋予诸军及之 北汉兵又拜 沙王岩四 追至高平 将尸满山谷 为契玉特级资重 契械 杂处不可胜计 世系 帝宿于也赐 得步兵之降敌者 皆杀之 凡爱能等文州兵大捷 与士族稍稍赴海 有达属不治者 甲武 修兵于高平 选北汉将促数千人 为孝顺指挥 命前五圣行军司马 唐锦司将之 使数怀上 鱼二千余人 刺资装纵浅之 里谷为乱兵所破 前窜山谷 数日乃出 丁有 帝至陆州 北汉主自高平 被贺带立 陈契丹所赠黄流 率百于其游 雕刻领顿归 萧弥 扶村民未倒 勿之静州 行百于礼 乃绝之 沙岛者 昼夜北走 所致 得时未举注 或传州兵至 折仓皇而去 北汉主衰老立背 仗于马上 昼夜持昼 待不能知 仅得入静阳 地狱诸凡爱能等 移速军阵 犹豫未决 几害 昼卧行宫杖中 张勇得视策 帝以骑士仿之 对曰 爱能等肃无大功 田茂节月 望迪仙桃 死未色泽 且必下方欲削平四海 狗军法不立 虽有熊皮之事 百万之众 安得而用之 帝之整余的 大呼称闪 集收爱能 灰及所部军使 以上七十余人 择之曰 汝曹皆类朝宿将 非不能战 经望风奔顿者 无他 正欲以正位其货 卖与流重耳 西斩之 帝以和灰先手 敬周有功 欲免之 既而以法不可费 遂并诸之 而给惠归藏 自是交将堕促使之所惧 不行孤习之正义 庚子 赏高平之功 以礼重进监中武节度使 向迅监一臣节度使 张勇德监武姓节度使 史燕超位镇国节度使 张勇德 圣称太祖皇帝之智勇 帝卓太祖皇帝 为殿前兜余后 领延周次使 以马仁与魏控赫弓箭指指挥使 马权亦魏散元指挥使 自于将校千拜者凡数十人 士族有自杭坚拙主君乡者 士兆朝之求 北汉主收散促 善甲兵 完成欠以贝周 扬眼将其众北屯带周 北汉王遣王德中送眼 应求救于契丹 契丹主遣德中还报 许发兵就静阳 人阴 以扶燕清卫和东行阴 兜部属兼之太原形府事 以郭重复之 向迅卫兜兼 李仲敬卫马步兜余后 使燕超为先锋兜指挥使 将部齐二万发陆周 人召王燕超 韩通自应的官入 与燕清和军而进 又以留慈位随驾部属 宝大节度使白重赞赴之 汉召圣皇太后李氏 除于西宫 下四月 北汉于县将 扶燕清军进阳城下 王燕超攻坟周 北汉防御使董西延将 帝遣来州防御使康颜 找宫辽州 密州防御使田穹 宫庆周 接不下 宫被库赴使太原 李千普丹齐说 辽州次使张汉超 汉超即将 以卯 藏圣神攻速文武 孝皇帝于松陵 妙号太祖 南汉主以高王洪 苗魏雄武 节度使 镇雍州 宫廟以齐 镇二王相继 死于雍州 故辞 求宿位 不许 智镇 伪镇辽佐 日饮酒 导鬼神 霍尚书 乌宫廟谋作乱 悟武 南汉主浅甘全攻 使林炎玉刺镇杀之 初 帝浅浮燕清等北征 但玉要兵于静阳城下 为义攻取 寄入北汉境 其名珍以食物营周师 气宿流氏负义之众 愿宫军须 助宫静阳 北汉周县 既有将者 帝文之 使有兼并之义 潜世网宇 诸江一之 诸江皆言 除粮不足 请且班师 疑似再举 帝不听 既而诸君数十万 距于太原城下 君士不免飘掠 北汉民失望 稍稍保山谷自顾 帝文之 迟照竟止飘掠 安抚农民 只珍金穗租税 及慕名入宿 败官有差 人发则 陆 静 将 祠 习及山东 静阳诸周明运良 以溃君 几位 浅礼古义 太原济度除粮 根深 太师 中书令 吟文义 王冯到处 道少以孝景之名 唐庄宗室史史贵显 自是泪朝 不离江 向 三宫 三师之位 为人清俭宽宏 仍莫测其喜韵 滑稽多志 浮沉取荣 长者 长乐老旭 自树类朝荣誉之状 时人往往已得量推之 欧阳修论曰 礼义廉耻 国之四为 四为不章 国乃灭亡 礼义 至人之大法 廉耻 利人之大劫 旷位大臣而无廉耻 天下岂有不乱 国家岂有不亡者乎 语独逢道 长乐老旭 见其自树以为荣 其可谓无廉耻者义 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语于五代的全劫之事三 此事之臣时有五 皆五夫战促 其余如者果无其人哉 得非高劫之事 恶时之乱 薄其事而不肯出鱼 义军天下者不足固 而莫能治之鱼 与长文五代时有亡宁者 家亲 其之间 为国州司护参军 以及促于官 宁家宿平 义子尚佑 七李氏 携其子 父其遗孩已归 东过开封 止于旅设 主人不纳 李氏顾天以目 不肯去 主人牵其壁而出之 李氏仰天痛曰 我为妇人 不能守劫 而此守为人所之邪 即隐府自断其壁 见者为之皆起 开封隐闻之 白其事于朝 后续李氏而吃其主人 乌乌 是不自爱其身而忍持 以偷生者 闻李氏之风 以少之溃哉 陈光曰 天地设位 圣人则之 以治理立法 内有夫妇 外有君臣 妇之从夫 终身不改 臣之弑君 有死无耳 此人道之大伦也 苟获废之 乱莫大焉 范直称逢道后 得姬骨 红才伟亮 虽朝代千茂 仍无见言 亦若俱山 不可转也 臣于已为正 女不从二夫 忠臣不示二君 为女不正 虽赴华瑟之美 知刃之巧 不足显矣 为臣不忠 虽赴才智之多 至行之忧 不足贵矣 何则 大劫已亏故也 道之为乡 立武朝 八姓 若逆履之事过客 朝为仇敌 目为君臣 意面辨词 曾无愧作 大劫如此 虽有小善 雍族称呼 或以为自唐氏之王 群雄力真 帝王心肺 远者十余年 敬者四三年 虽有忠至 将若之和 当世之时 师臣结者 非道义人 起得独罪道哉 臣于已为忠臣幽公儒家 建为致命 君有过则强健力真 国败王则 节节致死 至世帮有道则 见 帮无道则隐 或灭姬山林 或幽游下辽 经道尊宠则 观三师 全任则守诸相 国存则 依为拱黑 窃位素参 国王则图权苟勉 营业劝尽 君则新王皆种 道则富贵自如 资乃奸臣之游 安得与他人为比齐 或为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 思亦嫌疑 成为君子有杀生成人 无求生害人 起专以全身远害为贤灾 然则道直并中 儿子陆海 果谁嫌忽 亦此非特道之千也 时君亦有则焉 何则 不正之女 忠是修以为家 不忠之人 忠君修以为臣 彼香前朝 与其忠则反君是仇 与其智则设计未须 后来之君 不诛不弃 乃父用以为乡 彼又安肯尽忠于我 而能获其用乎 顾曰 非特道之千 亦时君之则也 新有 福燕清奏北汉县州赐使太原寒光院 兰州赐使郭延街举成将 初 福燕清有女士 李守真之子重训 乡者言其贵当位天下母 守真喜曰 无父有母天下 旷我呼 反义岁绝 击败 重训先自认其弟妹 四级服侍 服侍逆为下 重训仓促求之不惑 岁自警 乱兵祭入 服侍安座堂上 赤乱兵曰 无父与郭公为昆帝 辱曹物无礼 太祖遣史归之于燕清 吉帝正禅州 太祖为帝取之 仁须 立位皇后 后姓和惠儿明觉 帝胜众之 王燕超 寒通宫十州 克之 直赐使安燕靖 鬼亥 庆州赐使李廷会将 耕武 帝发陆州 去靖阳 鬼友 北汉兴州 监军李秦沙 赐使赵高 及契丹通 是杨诺姑 举陈将 以秦为兴州赐使 王奎表情 赋喜史福至朗州 本北宋作品 在全世界都属于 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 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百九十一 资质通鉴 卷二百九十二 后州计三 卷二百九十三 姐妹计划 数据像 起厄逢社 提格五月 敬柔罩 直徐二月 凡一年有期 资质通鉴 第两百九十二 卷 后州计三 起厄逢社 提格五月 敬柔罩 直徐二月 凡一年有期 太祖圣神公宿文武孝 皇帝下显得元年 甲银 公元九五四年 五月 甲虚朔 王奎自坛州 迁于朗州 以州行逢之坛州市 以攀书四位岳州团练使 丙子 帝至静阳城下 其至环城四十里 扬眼以北汉代州防御史镇 触迁二于州 赵宇济氏 御图之 触迁之之 不枉 眼使胡其数十守其城门 触迁杀之 应闭门拒眼 眼奔归契丹 契丹主怒其无功 求之 触迁举城来将 丁丑 致敬塞均于戴州 以正处千位节度使 契丹数千齐屯兴 戴之间 为北汉之源 耕臣 潜伏燕青等将不齐万余集之 燕青入新州 契丹退保新口 丁亥 致宁化均于焚州 以时 庆二州立之 戴州将桑归 解闻御杀阵处千 巫奏云前通契丹 扶燕青奏请义兵 鬼四 遣李云 张永德将兵三千复之 契丹由其时至新州城下 丙申 燕青与朱江城以待之 使燕超将二十齐位前锋 御契丹 宇战 李云引兵计之 杀契丹两千人 燕超市永清静 去大军静远 众寡不敌 为契丹所杀 云井已生免 周兵死伤胜重 燕青退保新州 寻引兵还静阳 辅州防御使者得以将周兵来朝 新丑 复至永安君于辅州 以得以为节度使 十大发兵夫 东自怀 梦 西吉保 陕 以攻静阳 不可 会九语 士族疲病 及时燕超死 乃亦引孩 初 王德中反自弃丹 执州兵为静阳 留止戴州 及桑归沙镇触迁 求德中 送于州军 第四支 四以代 马 问 鲁冰何时当至 德中曰 承受命送羊滚 他魔所求 或为德中曰 契丹许功发兵 功不以时告 契丹兵极致 功得无为乎 德中太席曰 无时留事录 有老母在为中 若以时告 周人必发兵 俱显已俱之 如此 家国两亡 无独生何以 不若杀生以全家国 所得多矣 甲臣 帝已得中期亡 亦杀之 以四 帝发靖阳 匡国节度使要 远福严于帝曰 进军役 退军南 帝曰 正义以伟清 远福乃勒兵 陈列而殿 北汉国出兵追涅 远福吉走之 然军还聪聚 除粮数十万在城下者 西坟弃之 军中而言相惊 或相飘略 军须失亡不可胜计 所得北汉州县 州所至赐使等 接气沉走 为带州桑归 既叛北汉 又不敢归州 应臣自首 北汉浅兵攻拔之 已有 帝至陆州 家子 至郑州 丙英 叶松林 耕武 至大梁 地为众意破 北汉 自是正是无大小皆清觉 百官受臣于上而已 河南府推官高西上书见 以为四海之广 万机之众 虽遥顺不能独治 必责人而人之 经陛下亦以身轻之 天下不畏 陛下聪明锐 至足以兼百官之刃 皆言陛下扁破 一记举步信群臣也 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 以为宰相 能爱明听诵者 以为首令 能封财族使者 使掌筋骨 能原情守法者 使掌行御 陛下诞垂拱明堂 是其功过而赏罚之 天下何忧不至 何必将君尊而代臣职 屈贵位而轻见事 无乃师为政之本乎 地步从 西 何忠人也 北汉主忧愤臣吉 西以国侍卫 其子侍卫都指挥使臣军 何西节度使身师后不四赵 善气震入朝 属其子未留后 秋 七月 鬼有朔 则受律府复律 丁丑 家无越望前 红替天下兵马都元帅 鬼四 家门下侍郎 同平章是范职守司徒 以书密职学士 公布侍郎 常山警范位中书 侍郎 同平章是 叛三司 家书密使 同平章是证人会监事中 以为 以书密父使为人 普位书密使 范职继位司徒 司徒斗真顾归洛阳 浮现以明示之 刻意皆不免 真顾夙于留首相训 训不听 初 帝与北汉主相聚于高平 命前则周次使 李燕崇将兵守江珠林 二北汉主归路 燕崇文凡爱能等南盾 引兵退 北汉主果自其路盾去 八月 己有 扁燕崇律府复律 己四 费政国军 初 太祖以剑雄节度使 王燕有据北汉之功 其乡里有藤县 喜燕为五名节度使 燕少时常为群道 治政 西兆故党 赠之金箔 安马 为曰 吴湘宿明多道 习无与诸君皆常为之 享后来者无能居诸君之有 诸君信为我与之 使务赴位 为者无必足之 于是一尽倾诉 九月 徐州人请为之力一锦碑 许之 东 十月 贾城 左宇林大将军梦汉轻作纳薅睡 场官扰明多取号于四死 有思奏汉轻罪不致死 上曰 正知之 欲以沉重耳 己有 费安远 永轻君 出 素未知事 泪朝相成 勿求姑息 不欲俭悦 恐伤人情 犹是雷劳者居多 但交俭不用命 时不可用 每遇大敌 不走极将 其所以失国 亦多由此 帝因高平之战 使之其弊 鬼害 魏士臣曰 凡兵物经 不物多 经以农夫百味 能养甲氏 以奈何俊明之高则 养此无用之物乎 且见诺不分 众何所劝 乃命大俭诸君 精锐者身之上君 雷者赤去之 又以骁勇之事 多位诸藩正所续 照目天下壮士 贤浅一阙 命太祖皇帝 选其有者 为殿前诸班 其其不诸君 各命将帅选之 游士士族精强 静待无比 征伐四方 所向皆解 选炼之力也 误臣地位是臣曰 诸道道贼颇多 讨补中不能绝 盖游类朝分命使臣寻简 致藩侯首令皆不致力 以西兆海 专伟结证 周县则其倾诉 何自阳流至于 伯州百二十里 连年东溃 分位二派 惠位大则 弥漫数百里 又东北坏古堤而出 灌其地 资诸州 致于海牙 飘梅明田 卢不可胜计 流明采孤拜 补鱼已给时 朝廷履遣使者不能赛 十一月 务须 地浅里古一禅 运 其暗示低赛 意图六万 三十日而毙 北汉主疾病 命其子臣军监国 寻卒 遣使告 埃于契丹 契丹 遣票其大将军 之内市省市流程 逊策命 臣军卫帝 根明军 北汉校和帝 姓校警 继四位 秦于为政 爱明理事 境内粗安 美上表于契丹主称南 契丹主赐之兆 卫之 而皇帝 马西二之帅群蛮破长沙野 俯库磊士之机 皆为续州蛮求服 燕通所掠 燕通游士富强 称王于西洞间 王奎既得湖南 欲遣使福之 目能往着 其将望前朗请行 既至 燕通甚是为而见之 礼貌甚至 前朗立身则之曰 族下自称服秦染意 宜之礼意 有意义于群蛮 喜马是在湖南 族下祖父皆北面是之 今王恭敬的马是之地 族下不早往启蒙 致使者先来 又不皆之以礼 一日的无悔乎 燕通残聚 起 直前朗守谢之 前朗之旗可动 应说之曰 西洞之地 随 唐之事皆未周限 这在图及 经族下 尚无天子之照 下无始辅之命 虽自亡于山谷之间 不过满一意求掌尔 何若去王浩 自归于王宫 王宫必以天子之命 受族下节度使 与中国侯伯等一 岂不遵荣灾 燕通大喜 即日去王浩 因前朗献同古树梅于王魁 魁曰 前朗一言圣数万兵 征国事也 臣致以燕通 为前中节度使 以前朗为都指挥使 欲文辅正 前朗 贵州人也 魁律西界正二使 锦州四使刘涛为编幻 表位正南节度赴使 冲西界都昭讨使 世岁 湖南大鸡 明石草木石 武清节度使 之潭州市 周行逢 开仓以振之 全活胜重 行逢起于违建 知民间疾苦 立经未至 言而无私 辟数了数 皆取连戒之事 约束简要 立明辩之 其自奉圣宝 或积其太简 行逢约 马氏父子穷奢吉迷 不续百姓 经子孙起食于人 有足孝乎 世宗瑞武孝文皇帝上 太祖圣神公宿文武孝皇帝 下显得二年 以卯 公元九五五年 春 真月 根臣 尚以曹运自尽 汉以来不给斗号 刚力多以亏欠底死 照自今美湖给号移斗 定南节度使 李宜新已折得以 意味节度使 与己并列 此之 赛路不通周时 鬼位 尚谋于宰相 对曰 下周边镇 朝廷向来 每家幽界 辅周扁笑 得师不系众轻 但已辅欲疑心 数全大体 上曰 得已数年以来 尽中陆力以聚流士 奈何一旦弃之 且下周为产养马 贸易百货 西养中国 我若觉知 彼何能为 乃前供奉官其藏真计 招书则之 疑心惶恐谢罪 吾子 属至 威武军 于凤州 新卯 初令汉林学士 两审官举令 路 除官之日 仍属举者姓名 若贪会败官 并当连坐 契丹自尽 汉已来旅寇河北 清其深入 无藩离之县 校野之名 美困杀掠 岩氏者称身 济之间有葫芦河 横耿数百里 可郡之已献其奔突 4月 赵中午节度使王燕超 张姓节度使寒通 将冰夫郡葫芦河 铸成于礼宴口 留冰树之 帝赵德州次使张藏英 问已被边之策 藏英聚成地形要害 请列至树兵 目边人骁勇者 后其并给 自请降之 随便宜讨吉 地阶从之 以藏英未延边 寻简招收都指挥使 藏英道观树月 目得迁于人 王燕超等形式译者 常为契丹所为 藏英影所目兵持吉 打破之 自是契丹不敢设葫芦河 河南之名使得休息 二月 庚子说 日有时之 蜀魁功效亡人异促 人须 赵群臣吉言得施 其略曰 正于清大夫 才不能敬之 面不能敬时 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 审其意而察其中 则何以见弃略之浅身 知任用之当否 若言之不入 罪实在于 苟求之不言 就将谁执 唐主以中书侍郎 知上书审言续位 门下侍郎 同平张氏 三月 新位 以礼宴口位 敬安君 地长份广名以来 中国日促 极高平季节 凯然有薛平天下之志 惠秦周明 已有一大梁献策 请恢复旧将者 帝纳其言 属主闻之 潜刻审始召 记札暗示边北 记札素以文武才略自认 史孩 奏称 雄武节度 史寒继勋 奉周次始亡万敌 非将帅才 不足以遇大敌 属主问谁渴望者 记札自寝行 秉申 以记札位雄武兼军使 仍以素未经兵千人 为之不屈 地以大梁臣中破爱 下四月 以卯照展外臣 先例标志 四经东农系新版柱 东作洞则罢之 更四次年 以建成之 且令自经藏埋阶 除所标七里之外 其标内四线官 分化阶渠 苍场 迎谢之外 听名随便注释 秉承 属主命之书密 愿王昭远 暗行北边 臣寨及甲兵 尚未宰相曰 正美思致志之方 未得其要 请令不忘 又自唐 近以来 无 属 幽 并皆祖身教 未能混一 移命竞成者 未君难为 臣不亦论 即 开边策 各一篇 镇江揽烟 比布郎中王普 献策 以为 中国之师 无 属 幽 皆由师道 经必先官 所以师之之源 然后之所以 取之之术 其史师之也 莫不以君暗 臣邪 兵交民困 兼党内斥 五夫外痕 因小至大 积为臣者 经欲取之 莫若反其所为而已 夫尽贤退不孝 所以收其财也 恩引诚信 所以结其心也 赏公罚罪 所以尽其力也 去奢劫用 所以封其财也 实实保脸 所以赴其名也 四群才祭集 正是祭制 才用祭充 是名祭父 然后举而用之 公无不成义 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事 则知其情状者愿未间谍 知其山川者愿未相导 明星既归 天意必从矣 凡公取之道 必先其矣者 堂与吾皆近几二千里 其事亦扰也 扰之当已吾被之处未始 被东则扰西 被西则扰东 彼必奔走而就之 奔走之间 可以知其虚实强弱 然后避时积虚 避强极弱 未虚大举 且以轻兵扰之 男人诺切 闻小有尽 必稀施以救之 施数动则名疲而才结 不稀施则我可以成虚取之 如此 江北诸州江西为我有 既得江北 则用彼之名 行我之法 江南亦亦取也 得江南则领南 巴蜀可传习而定 南方既定 则燕得必忘封内赴 若其不至 宜兵攻之 席卷可平以 为何东必死之寇 不可以恩信诱 当以强兵致之 然彼自高平之败 力竭弃举 必未能为编幻 以且以为后图 似天下祭平 然后似间一举可情也 经士族精炼 甲兵有备 群下卫法 诸江效力 几年之后可以出师 以自下秋蓄基石编以 上兴然那之 时群臣多守长偷安 所对少有可取者 为普神俊弃尽 有谋能断 凡所规划 皆称上义 上游是众其弃时 为己 千左建义大夫 知开封府事 上谋取情 奉 求可将者 王普建宣徽南院使 正安节度使相训 上命训与奉祥节度使王景 克审使高堂 攒居润协行 五月 雾尘朔 锦出兵自散官去秦州 赤天下寺院 非赤儿者西费之 静思杜森尼 凡玉出家者 必四祖父母 父母 伯书之命 为两经 大明府 经兆府 清州厅设戒谈 静森俗舍身 断手足 炼指 挂灯 代钱之类 换或留俗者 令两经及诸州 每岁造森帐 有死亡 归属 皆随时开落 誓岁 天下寺院 存者 二千六百九十四 费者三万三百三十六 建森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 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 王景八 黄牛等八寨 雾银 属主以彭圣控贺都指挥使 宝宁节度使 李廷归为北路行银兜桶 左卫圣步君都指挥使 高燕仇为招讨使 五宁节度使 吕燕科赋之 克审使照 崇涛未兜肩 蜀照记札至得阳 文周师入境 拒不赶进 尚书求解编任 还奏事 先遣资众 及妓妾惜归 丁亥 单其迟入成都 众以为奔败 莫不正恐 蜀主问以激世 皆不能对 蜀主怒 戏之欲使台 甲武 斩之于崇礼门 六月 庚子 上青路求于内院 有如周明马狱 父及地位力所冤死 屡经赴岸 不能自身 上灵问 使得其时 仍以为神 游世诸常立无不清查预送 人银 西施与蜀 李廷归等 战于威武 城东 不利 排成使 蒲州 赐使 狐利等 为蜀所情 丁卫 蜀主 遣监使 如北汉 及唐 欲语之 巨出兵 以至州 北汉主 唐主 皆许之 即有 以张姓 捷渡使 寒通 冲西南行 引马步军 兜余后 悟武 南汉主 沙珍州 捷渡使 通往红镇 于是高祖 知诸子 敬以 仁虚 以淑密院 臣指清 和张 每位 又领军 大将军 全典 简三思 是 初 帝在 禅州 美掌州 之今 鼓励三思 者 帝或 私有所求 美区 未功赴 太祖文之怒 恐伤 帝意 但喜 每位 蒲州 马步 都余后 美智 才精明 当时 先及 故 帝 以利 全授之 帝 真伐 四方 用度 不乏 美之 利也 然 思 其在 禅州 所为 忠不 以 宫 中 呆之 秋 七月 丁 卯朔 以往 景监 天西南行营都招讨使 向迅 尖行营兵马兜奸 宰相 以景等久无功 愧运不计 故请罢兵 帝命太祖皇帝 往事之 孩 言情 奉可取之状 帝从之 八月 丁卫 中书 侍郎 同平张 市警犯 罢 判三思 寻以赴 丧罢 正事 王景等 拜 赎兵 获江 簇 三百 几位 属主 潜通 奏使 知书密院 五太节度 十一 沈真如行 迎卫福 仁都展 地义 宪官九部 住前 而民间多宵 前位 器 敏及 佛像 前一少 九月 丙迎朔 赤十利 兼彩 彩同 住前 自非宪官 法物 君器 及四官 中盘 薄朵 之类 听流外 自于民间 同器 佛像 五十日内 西令 书官 给其职 过其隐匿 不输 五经 以上 其罪死 不及者 论行 有差 尚未 是 陈曰 清 被物 以悔 佛 未宜 夫 佛 以善 道 化 人 苟 至于善 私奉 佛 以 彼 同 相 其 所 谓 佛 邪 且 无 闻 佛 志 在 利人 虽 头目 有 舍 以 不 失 若震生 可以 记 明 亦 非 所 习 也 晨 光 曰 若周 世 宗 可 为 仁 以 不 爱其 生 而 爱 明 若周 世 宗 可 为 明 以 不 亦 无 亦 亦 亦 属 里 亭 歸 前 先锋 都指挥 使 里 近 巨马 领 寨 又 遣其 兵出 斜骨 屯白 箭 又奉 兵出凤州之北唐苍镇及黄花谷,绝州梁道。 润月,王景浅皮将张剑雄将兵两千底黄花,又浅兵千人去唐苍,二属归鹿。 属阳院使王鸾将兵出唐苍,与剑雄战于黄花,属兵败,奔唐苍,玉州兵,又败,鲁鸾及其将士三千人。 马领,白剑兵接溃,李廷归,高燕筹等退宝青尼领。 属雄武节度使监视中韩纪勋弃秦州,奔海成都,观察叛公赵平举成将,携谷援兵一溃。 臣,接二州接将,属人正恐。 平,禅州人也。 地狱以平位节度使,犯直故真以为不可,乃以为引州赐使。 人子,百官入赫,地举九属王璞曰,边宫之臣,轻则率之立也。 家子,尚宇江相时于万岁殿,应言,两日大寒,正于宫中时真善,身愧无宫于明而坐享于禄,既不能功耕而食,为当清茂使时未明除害,差可自安而。 义丑,属里亭归上表呆罪。 东,十月,人生,依审真至成都请罪。 皆是之,属主置疏于帝请和,自称大属皇帝,帝怒其抗礼,不达。 属主月孔,聚冰凉于剑门,白帝,为首欲之辈,募兵既多,用度不足,使住铁钱,却敬内铁器,名胜苦之。 唐主信和柔,好文章,而喜人顺己,犹是铲于之臣多敬用,正是日乱。 既克剑州,破湖南,一郊,有吞天下之致。 李守珍,慕容燕超之叛,皆为之出师,摇为申源。 又遣使自海道通气丹籍北汉,约共图中国。 执中国多士,为侠宇之孝。 先是,美东淮水浅河,唐人长发兵束手,为之,把浅。 授州监军吴亭少以为将场无事,作废资粮,惜把之。 清淮节度使留人善上表固真,不能得。 十一月,以卫朔,帝以礼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兜部属兼之卢,受等行服侍,以中午节度使王燕超复之,都市卫马军都指挥时韩令昆等十二将以法堂。 令昆,此周五安人也。 遍水自堂莫愧绝,自永桥东南西为乌泽。 上谋吉堂,先命五宁节度使武行得发明夫,应故低书导之,东至四上。 义者皆已为南臣,上曰,数年之后,必获其礼。 丁卫,上与世成论行赏,上曰,正必不应怒行人,应喜赏人,先是,大良臣中明清街渠卫舍,通大车者盖寡, 上曰,上昔命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 又千坟墓于标外。 上曰,静广京城,于存莫扰动臣多。 愿邦之语,正自当之,他日中为人力。 王景等为凤州,韩通奋兵臣故郑已决赎支援兵。 悟生,克凤州,秦蜀威武节度使王还及都兼赵崇普等将士五千人。 崇普不识而死。 还,真定人也。 以卯,志驱赦秦,奉,皆,臣境内,所获属将士,愿留者幽其奉赐,愿去者给资装而浅之。 赵曰,用为众情,免为悟性,其四周之名,二岁真科之外,凡属人所立诸色科遥,惜罢之。 唐人闻周兵将至而聚,流人善神器自若,不奋守欲,无义平日,众情稍安。 唐主以神武统军刘燕真为北面行营兜部署,将兵二万去寿州,奉化节度使,同平张士皇府辉为应援使,长州团练使遥奉为应援兜兼,将兵三万囤定远。 赵正南节度使送其秋海精灵,谋国难,以汉林辰旨,护部尚书应重义为吏部尚书,知书密怨。 吏古等位扶梁,自证阳济怀。 十二月,甲虚,古奏王燕超败唐兵二千余人于寿州城下,几卯,又奏先锋都指挥使白言欲败唐兵千余人于山口镇。 秉虚,疏密使兼是中韩中镇公镇人会促。 上林其丧,敬臣奏称遂道非辩,上曰,君臣义众,何日时之友,罔哭敬哀。 吾越望红蒂浅元帅府叛官臣宴席入贡,帝以赵玉红蒂,使出兵集堂。 太祖圣神公宿文武孝皇帝下显德三年,丙成,公元九五六年。 春,甄月,丙武,以王桓位又萧位大将军,赏其部将也。 丁有,礼鼓奏败唐兵千余人于上摇。 务须,发开封府,曹,华,郑州之名十余万柱大梁外臣。 庚子,地下赵清真淮南,以轩辉南院使,正安节度使向迅全东京留守,端明殿学士王浦复之,张信节度使韩通全点检侍卫司及在京内外都巡检。 命世卫都指挥使,归得节度使李仲静将兵先赴镇阳,和阳节度使白仲赞将清兵三千屯引上。 仁营,地发大梁。 李谷公寿州,久不可。 唐流燕真引兵就知,致来远镇,据寿州二百里,又以战舰数百艘去镇阳,为公扶梁之事。 李谷未知,照江左谋曰,我军不能水战,若贼断扶梁,则父辈受敌,皆不归矣。 不如退守扶梁以待车架。 上至宇正,闻其谋,即遣忠使臣亦指之。 彼至,以焚除粮,退保镇阳。 丁卫,帝至陈州,即遣李仲静引兵去怀上。 辛亥,李谷奏,贼箭中怀而静,弩炮所不能及,若扶梁不守,则重心动摇,须致退军。 金贼箭日静,怀水日涨,若车架清零,万一良道阻绝,其为不测。 愿陛下且驻必成,尹,四礼众尽致,臣与之共度贼箭可遇,扶梁可玩,立句奏文。 但若立兵莫马,春去东来,足使贼中疲蔽,取之未婉。 帝懒奏,不悦。 刘燕真素娇贵,无才掠,不惜兵,所力藩镇,专为贪报,积才巨义,以路全药,游是未曾等真欲之,以为致名如公,皇,用兵如寒,彭,顾周失智,唐主守用之。 其辟将弦施朗等皆永而无谋,闻里古退,喜,引兵直抵镇阳,经其资重数百里,流人善及持周四十章全曰故止之。 仁善约,公军未至而敌人仙盾,是未公之威生也,安永速战。 万一失利,则大事去矣。 燕真不从。 继行,仁善约,果欲,必败,乃义兵臣臣未备。 礼仲敬度怀,逆战于镇阳东,大破之,展燕真,深情贤施朗等,斩首万余即,扶施三十里,收君资气泻三十余万。 适时将,怀九安,明不习战,燕真祭拜,唐仁大孔,张全曰收于众奔寿周,流人善表全曰为马步左乡都指挥时。 黄辅辉,姚凤退保清流官。 除周赐使王少延伟臣走。 人子,帝智永宁镇,魏氏陈曰,文寿周为解,农民多归村落,经文大君治,必赴入城。 连其聚位二朴,宜先遣史存府,各领安夜。 甲阴,帝智阵阳,以礼仲敬代礼谷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以谷叛寿周行服事。 秉承,帝智寿周辰下,淫于肥水之阳,命诸君为寿周,喜正阳福粮于下蔡正。 丁寺,贞颂,豪,陈,尹,徐,肃,许,蔡等周丁夫数十万亿功臣,昼夜不息。 唐兵万余人为周于怀,淫于屠山之下。 更生,帝命太祖皇帝集之,太祖皇帝浅百于其薄其银而伟顿,伏兵邀之,大败堂兵于窝口,斩其兜兼和延兮等,夺战见五十余搜。 照以五平节度使监中书令王奎为南面行营兜统,使公堂之二周。 奎引兵过越周,越周团练使潘书四后聚艳靠,奉侍圣景。 奎左右求取吴燕,不满望者赠书四于奎,云其谋判,奎怒行于慈色,书四游是聚不自安。 唐主闻湖南兵将至,命武昌节度使和敬诸喜明入城,为固守之计。 敬诸不从,使除的未战场,曰,敌志,则与兵明聚死于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迎,下菜拂良臣,上自往事之。 悟臣,卢,拜,光,黄巡俭使元臣斯超奏拜堂兵三千余人于圣堂,擎兜兼高臂等,或战剑四十余搜。 上命太祖皇帝被盗习清流关。 皇府辉等臣于山下,方与前锋站,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后,辉等大京,走入楚州,御断桥自首。 太祖皇帝越马徽兵涉水,指抵臣下。 徽曰,仍各为其主,愿荣臣列而战,太祖皇帝笑而许之。 徽正众而出,太祖皇帝拥马井突尘而入,大呼曰,无止取皇府徽,他仍非无敌也,守剑集徽,中脑,深情之,并情遥凤,遂克除舟。 后蜀日,宣祖皇帝为马军赴兜指挥使,引兵夜半至楚州城下,传呼开门。 太祖皇帝曰,父子虽至亲,臣门王氏也,不敢奉命,明诞,乃得入。 上浅汉林学士斗移及除舟藏,太祖皇帝浅亲力取藏中卷。 宜曰,宫出克城时,虽清藏取之,无伤也。 经济即为官物,非有诏书,不可得也。 太祖皇帝游氏仲仪。 赵左经无畏将军马重坐之除舟。 初,永兴节度使留慈以表见其幕僚寄人赵浦有才可用。 会除舟平,犯直见浦为除舟军事判官,太祖皇帝语语,悦之。 识或道百余人,皆应死,普请先训居然后绝,所活十七八。 太祖皇帝亦其知。 太祖皇帝威名日圣,每凌晨,必以凡英式马,凯障先明。 或曰,如此,为敌所食,太祖皇帝曰,无故欲其时之耳。 唐主遣四周衙将望之朗记书底徐周,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请习兵修好,愿以凶氏帝,遂书或财以注军费,甲须,徐周以闻,帝不达。 乌英,命前五圣节度使侯章等宫寿舟水债,绝其豪之西北于,倒豪水入于肥。 太祖皇帝遣时宪皇福徽等,徽商圣,见上,沃尔言曰,成非不忠于所事,但士族勇切不同而。 丞相日旅语气单战,未常见兵经如此。 应圣称太祖皇帝之勇,上世之,后属日促。 弟兄之扬州吾辈,吉卯,命含令昆等将兵袭之,借以吾的残名,其理事临请,遣人与理事人共守护之。 唐主兵吕拜,巨王,乃浅汉林学士,护部侍郎中摩,公部侍郎,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来请平,献玉符,茶药及精气千两,银气五千两,增锦两千匹,靠军牛五百头,酒两千胡,人五,至寿舟臣下。 摩,得名宿便口,上知其欲游说,圣臣甲兵而见之,曰,尔主自为唐氏苗义,移之礼义,亦于他国。 与正只隔一水,未常遣一戒修好,违犯海通契丹,舍华事宜,礼义安在。 且乳欲说我令罢兵邪,我非六国于主,岂乳口舌所能宜邪。 可归于乳主,即来见证,在拜谢过,则无事已。 不然,正欲观精灵臣,借俯库以劳君,乳君臣的无悔乎。 摩,得名战力不敢言。 吴越望红替遣兵囤禁上以四周命。 苏周迎田指挥使臣满言于丞相吴臣曰,周诗难征,唐举国惊扰,长周吴备,异曲也,惠唐主有赵福安将因立名,满告陈云,周赵书已至,臣卫之言于红替,请及发兵从其策。 臣向元德昭替替,唐大国,未可亲也。 若我入唐境而周诗不知,谁与并立,能无为乎。 请估四知。 臣故珍,以为时不可施,红替促从臣以。 鬼位,浅臣都渠州赐使报修让,终植都指挥使罗胜去长州。 臣卫将士曰,原丞相不欲出师,将士怒,流言欲及得招。 红替逆得招于府中,令补言者,探曰,方出师而士族欲及丞相,不祥甚哉。 已有,韩令昆演至扬州。 平淡,先浅白言欲以数百骑池入城,城中不知觉。 令昆既至,唐东都迎屯使甲崇坟官府名舍,弃城难走, 赴留守公布侍郎逢言鲁坤发被僧服,逆于佛寺,军事直之。 令昆为府其名,使皆安睹。 更吟,王魁奏拔俄州长山寨,执其江城则等,献之。 新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长治治史耿千将,获除粮二十余万。 唐主浅缘愿使饮严犯如泰州,千无让皇之族于润州。 严犯已道路艰难,孔阳市未辨,竟杀其男子六十人。 还报,唐主怒,腰斩之。 韩令昆公唐泰州,拔之,似史方那奔精灵。 唐主浅仁已辣完求救于契丹。 仁臣,静安君使何继先货而献之。 已给世中高防权之泰州。 鬼四,吴越望红替浅上执兜指挥使鹿燕诸公宣州,罗盛帅战舰屯将因。 唐静海志志使摇燕红帅兵明万人奔吴越。 潘书四属将士而告之曰,吴是令公至矣,今乃信禅一怒,君海,必及我。 吴不能坐而呆死,如被能与我惧惜乎。 众愤怒,请行,书四帅之息袭朗州。 奎文之,还君追之,即于武陵城外,与书四站,奎拜死,或劝书四岁拒朗州,书四曰,吴就死而,安敢自尊。 已以都府归潭州太尉,岂不以武安见处乎。 乃归越州,使团练判官李简帅朗州将利盈武安节度使州行逢。 众未行逢,必以谈周寿书四,行逢曰,书四贼杀逐帅,罪当族。 所可恕者,的武陵儿不有,以寿无耳。 若据用未节度使,天下为我与之同谋,何以自明? 以且以为行君司马,四余年,寿以节月可也。 乃以恒周刺时莫红万全之谈周,率众入朗州,自称武平,武安留后,告于朝廷,以书四为行君司马。 书四怒,称极不至。 行逢曰,行君司马,无常未知,全与节度使相劣耳,书四犹不满望,更欲图我邪,或说行逢,受书四五安节月以幼之,令智都辅寿命,此乃积上肉耳,行逢从之。 书四将行,其所轻止之,书四自是素以凶事行逢,相亲善,遂行不宜。 行逢浅使淫后,道路相望,济至,自出效劳,相见甚欢。 书四入夜,未知听事,遣人执之,立于亭下,则之曰,如未小孝无大功,王奎用如未团练使,一旦反杀主帅。 无以愁袭之情,未忍斩辱,以为行君司马,乃敢为拒无命而不受乎。 书四之不免,以宗族未请。 遂斩之。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百九十二资质通简。 卷二百九十三后周祭祀卷二百九十四。 姐妹计划,数据像。 启柔照直徐三月,竟强雨大荒落,凡一年有期。 资质通简第两百九十三卷。 后周祭祀,启柔照直徐三月,竟强雨大荒落,凡一年有期。 世宗锐五孝文皇帝终显得三年,秉承,公元九五六年。 三月,甲五朔,上行试水寨,至肥桥,自取一时,马上持之至寨以公炮,从关过桥者仁济一时。 太祖皇帝陈疲传入寿春豪中,城上发连弩舍之,使带如乌传。 衙江管桃章穷俱以身弊之,始终穷弊,死而复苏。 足者谷不可出,穷盈久一大之,令人破谷出之。 流血树深,神色自若。 唐主父以幼仆设孙圣为司空,浅于礼部尚书王重直奉表入见,称,自天佑以来,海内分崩,或跨距一方,或千阁一带,成少席先夜,眼有江表,故以瞻乌未定,父奉何从。 今天命有归,身教远备,愿彼两者,湖南,养奉正朔,谨守图江,起收薄伐之威,设其后福之罪,守于下国,彼座外臣,则柔远之德,云谁不服。 又献金千两,银十万两,裸起两千匹。 圣卫逢言己曰,此行党在左乡,圣若辞之,则复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叹席未重直曰,君家百口,一字未谋。 无私之首以,终不复永灵意陪土,于魔所知。 南汉甘泉宫始灵言喻,应显多计数,南汉主以信之,诸灭诸地,皆言喻之谋也。 以味醋,国人相合。 言喻并胜,见内给世公陈书自带,南汉主即日酌陈书之陈宣愿即内侍审。 陈书,翻于人也。 光,书,黄昭安寻简史,行光周刺史何超以安,随,申,蔡四周兵数万公光周。 秉申,抄奏唐光周刺史张绍弃成走,兜兼张成汉以成将。 丁有,行书周刺史郭令图拔书周。 唐其周将礼服杀其之周王成席,举周来将。 遣六宅史其藏征攻黄州。 张五留后李燕云,姓贪阅,不明与枪胡作乱,攻之。 上赵燕云海潮。 秦,奉之平野,上涉索府蜀兵以立军级,从征淮南,父王将于堂。 贵卯,唐主表现百五十人,上西命斩之。 书周人逐郭令图,铁骑都指挥使洛阳王省其选清其夜席书周,复取之,令图乃得归。 马西崇及王炎镇之子济移皆在扬州,照辅存之。 并五,孙圣等至上所。 更须,上浅宗史以孙圣意受春尘下,事留仁善,且遭御之。 仁善见圣,荣服败于尘上。 圣为仁善约,君寿国厚恩,不可开门纳寇,上闻之,圣怒,圣约,成为唐宰相,岂可叫节度使外叛邪,上乃是之。 唐主使李德明,孙圣言于尚,请去帝号,歌寿,豪,四,楚,光,海六洲之地。 仁岁书经博百万以求罢兵。 上以淮南之地以伴魏周有,诸将节奏日至,御静的江北之地,不许。 德明见周兵日静,奏称,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圣,愿宽成五日之珠,得归白堂主,尽献江北之地,尚乃许之。 圣应奏遣王崇旨与德明俱归。 上前供奉官安宏道宋德明等归精灵,赐唐主赵,其略曰,但存帝号,何爽遂寒。 躺间是大之心,终不破人于险。 又曰,似诸郡之西来,及大军之吏霸。 严静于此,更不凡云,苟曰未然,请从滋绝。 又赐其江相书,使首意而来。 唐主附上表谢。 李德明圣称上威德及甲兵之强,劝唐主豁江北之地,唐主不悦。 宋其秋以歌地位无异,德明轻挑,言多过时,国人亦不知信。 书密使成绝,副使李征古肃恶德明与孙盛,使王重职意其言,应赠德明与唐主曰,德明卖国求利,唐主大怒,斩德明于是。 吴成功常州,破其外国,执唐常州团练使召仁则,送于前唐,仁则见吴月望红涕不败,则已赴约。 红涕怒,绝其口至尔,原德昭连其中,为妇良药,得不死。 唐主已无阅兵在常州,恐其清逼润州,以轩,润大都督燕王红继年少,恐其不习兵,真还精灵。 不将赵夺言于红继约,大王元帅,众心所示,逆自退归,所不必乱,红继然之,此不就真,部分诸将,为战首之辈。 龙武兜于后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适家产,虽典素为,日语兵克伯义饮酒,为常颜兵,时人以为非将帅才。 至是,有言克宏九不牵官者,唐主以为福州赐使。 克宏请孝死行臣,其母义表称克宏有富丰,可谓将,苟不胜任,分干奴隆。 唐主乃以克宏为右五位将军,使将兵会援州赐使鹿孟郡就常州。 时唐经兵夕在江北,克宏所将数千人皆累老,疏密使李征古父以凯障之宿度者给之。 克宏夕于征古,征古谩骂之,众街奋会,克宏怡然。 至润州,征古浅使赵海,以神位统军诸匡业代之。 燕王红继位克宏,军弹前战,无当论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长州围在淡漠,不宜忠义主将。 克宏引兵禁去长州,征古父遣使赵之,克宏曰,无计日破贼,如来赵无,必兼人也,命斩之。 使者曰,受李淑密命而来,克宏曰,李淑密来,无意斩之。 初,报修让,罗盛在福州,与吴臣有戏,致是,臣亦错之,二人皆远。 先是,唐主浅中书舍人桥匡顺使于吴越,人子,柴克宏至长州,蒙其传以目,逆甲是于其中,深言迎匡顺。 吴越罗者已告,陈曰,兵交,使在其间,不可望已为夷,唐兵登案,敬薄吴越营,罗胜不立战,纵之使去成杖,成井已生勉。 克宏大破吴越兵,斩首万疾。 诸匡夜至行营,克宏是之盛井。 吴臣至前堂,吴越望红替西夺其官。 甲银,属主以彭圣控贺都指挥使李廷归位左右位圣诸君马步都指挥使,人分位圣,匡圣不齐位左右时君,以武定节度使吕燕其等位使,廷归总之,如赵廷隐之任。 初,柴克宏未宣周寻简史,时至,臣妾不休,弃谢皆阙,利云,自田云,王茂章,李玉相继盼,后人无敢置之者,克宏曰,时宜是意,安有此理,悉善完之。 由氏录燕诸公之不克,文无成败,以卯,隐归。 唐主以克宏未奉化节度使,克宏父亲将兵就授州,位置而促。 和阳节度使,白重赞以天子南征,律北汉陈虚入寇,善完守备,且请兵于西京。 西京留守王燕出不知语,又律是出非常,乃自将兵赴之。 众赞以燕不奉赵而来,据不纳,遣人未知约,令公席再闪扶,以立大功,和阳小臣,不凡网驾,燕残作而孩。 梦,落之名,数日惊扰。 唐主命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景达将兵聚州,以臣爵位兼军使,前五安节度使编稿位应援兜军使。 中书设人寒息宰上书曰,姓莫姓于亲王,仲莫仲于元帅,安用兼军使位,唐主不从。 浅红卢清攀陈佑一拳,见赵穆骁勇,陈佑见前永安节度使许文整,静将指挥使臣得臣,见周人镇燕华,灵人照。 唐主以文整位西面形迎应援兴使,燕华,仁照皆未将,仁照,仁汉之地也。 下,四月,甲子,以示位新军都指挥使,归得节度使礼仲敬位卢,寿等周招讨使,以五宁节度使五行得位豪州臣下都部署。 唐右卫将军入梦郡自长州将兵万余仁去泰州,周兵顿去,梦郡赴取之,浅臣得臣数泰州。 梦郡进攻扬州,屯于蜀钢,含令昆弃扬州走。 帝浅张勇得将兵就之,令昆赴入扬州。 帝右浅太祖皇帝将兵屯六合。 太祖皇帝令约,扬州兵有过六合者,折其族,令昆时有固守之志。 帝自至寿春以来,令诸君昼夜功臣,久不可。 会大雨,营中水深数尺,工具及士族师王颇多,粮运不济,礼得名师其不至,乃亦炫尸。 或劝帝东姓豪州,身严寿州已破,从之。 己四,帝自寿春寻淮尔东,已害,至豪州。 韩令昆拜唐兵于城东,擒鹿梦郡。 初,梦郡之废马西恶利西虫也,灭故书州赐使阳昭运之族而取其才。 阳世有女美,陷于西虫。 令昆入阳州,西虫已阳世宜令昆,令昆必知。 即获孟郡,将谢宋帝索。 阳世在莲下,呼府应痛哭。 令昆经问之,对曰,孟郡席在坛州,杀妾加二百口。 经见之,请赴其渊。 令昆乃杀之。 唐齐王景达将兵二万自刮不济将,据六合二十余里,设诈不尽。 诸将欲及之,太祖皇帝曰,彼设诈自顾,据我也。 经无众不满两千,若网及之,则彼见无众寡矣。 不如似其来而及之,破之必矣。 居树日,唐出兵去六合,太祖皇帝奋及,大破之,杀祸近五千人,于众上万鱼,走渡江,珍州逆死者慎重,于是唐之精促尽矣。 是战也,是族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扬位督战,以剑着其皮力。 明日,便月其皮力,有剑一者数十人,皆斩之,由士步兵莫赶不尽死,先是,唐主闻扬州失守,命四旁八兵取之。 吉卯,韩令昆奋奏贼楚州兵万鱼人于湾头宴,或连州赐使秦静重。 张勇德奏贼四州兵万鱼人于屈西宴。 秉须,以轩辉南院使相逊位淮南节度使尖沿江招讨使。 窝口奏心作福良辰。 丁亥,帝自豪州如窝口。 帝瑞于晋取,欲自治扬州,泛指等以兵皮时少,弃剑而止。 帝常怒汉灵学士斗仪,欲杀之,犯直入旧之。 帝望奖,知其意,及其必知。 直屈前伏帝,叩头剑曰,以罪不致死,成为宰相,致陛下往杀尽臣,罪皆在臣,寄之以弃。 帝义解,乃是之。 北汉藏神武帝于交臣北山,妙号士族。 五月,仁臣朔,以窝口为镇淮君。 秉身,唐永安节度使臣会拜福州兵于南台江,福展迁于吉。 唐主更命永安约忠义军。 会,得臣之父也。 物须,帝留士卫清君都指挥使李仲敬等为寿州,自窝口北归,以卯,致大梁。 六月,仁臣,涉淮南诸州细求,处理是非李复义,事有不便于明者,伟常立以文。 世卫部军都指挥使,张信杰度使李济勋淫于寿州城南,唐流仁善四济勋无备,出兵集之,杀氏族数百人,焚其工具。 唐架部员外郎朱元英奏事论用兵方略,唐主以为能,命将兵赴江北朱州。 秋,七月,新卯朔,以州行逢为五平节度使,致至无安,静江等军事。 行逢既监总胡,乡,乃角前人之壁,流星明氏,西楚马氏横腹,贪力华明为明害者皆去之,则连平立位赐使,献令。 朗周明,以杂居,流言,王魁旧江促多交恨,行逢依以法治之,摩索宽甲,众愿对且聚。 有大将与其党时于人谋作乱,行逢之之,大会诸江,于作中情之。 术曰,无恶依利时,充实俯库,正未辱曹,何妇而返。 今日之会,与辱绝也。 立窝杀之,坐上古力。 行逢曰,诸君无罪,皆宜自安,乐隐而罢。 行逢多祭数,善发隐福,将簇有谋乱及盼王者,行逢必先决,情杀之,所不凛然。 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凶诸周氏,其知少周者,无事可负命,但言赐使留光伟多艳影。 行逢曰,光伟数巨影,欲谋我邪,及兆孩,杀之。 轻卫指挥使,横周赐使张文表恐获罪,求归至所,行逢许之。 文表遂时愧献胜后,即谨是左右,有事的免。 行逢七云国夫人邓氏,漏儿刚觉,善至深,常见行逢用法太严,仍无倾覆者。 行逢怒曰,辱妇人何之,邓氏不悦,应请之村树氏田园,遂不复归府舍。 行逢旅遣人赢之,不知。 一旦,自帅壮仆来输税,行逢就见之,曰,无畏节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等事曰,税,官物也。 公畏节度使,不先输税,何以律下。 且独不计位李正代人输税以免除踏实邪。 行逢欲语之规,不可。 曰,公诸沙太过,长孔一旦有变,村树亦未逃逆耳,行逢惨怒,其辽蜀曙,夫人颜值,公仪那之。 行逢旭堂得求不利,行逢曰,辱才不堪为利,无经私辱则可矣。 辱居官无状,无不敢以法代辱,则亲戚之恩绝矣。 与之根牛,农聚而浅之。 行逢少时常做事情,历城州同坑,或说行逢,功面有文,恐为朝廷使者所吃,请以要灭之。 行逢曰,无文汉有情部,不害为英雄,无何持烟。 自刘言,王魁已来,吕举兵,将立即攻击所击弥瞒仪,简效官至三公者已签署。 前天策府学士徐仲雅,自马西广之吠,渡门不逝,行逢目之,蜀节度判官。 仲雅曰,行逢习驱使我,奈何为之目利,此即不至。 行逢破邪故照之,面授闻蝶,中词不取,行逢怒,放之少周,继而照还。 会行逢生日,诸道各浅使致贺,行逢有金色,为众雅曰,自无间正三辅,四灵意为我呼,众雅曰, 事中境内,弥天太宝,遍地司空,四灵纳的不畏,行逢复放之少周,竟不能驱。 有僧人即,为行逢所信任,军府是皆欲之,一家简效司空,取树妻,出入岛丛如王宫。 辛亥,宣逸皇后服侍卒。 唐将诸缘取书周,似使郭令图弃沉走。 礼平取其周。 唐主以缘为书周团练使,平为其周似使。 缘又取何周。 初,唐人以茶言强名而珍其素伯,为之伯真,又心盈田于淮南,名胜苦之。 集周诗至,真凤牛久盈牢。 而将帅不知序,专世符略,世民如土戒。 明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宝必自顾,操农器卫兵,积职卫甲,食人卫之,白甲军。 周兵讨之,屡卫所败,先所得唐诸周,多妇卫唐有。 唐之园兵营与紫金山,与寿春城中风火相应。 淮南节度时向迅奏请以广陵之兵并立功寿春,四克城,更图进取,照许之。 迅封府库以寿扬州主者,命扬州衙将分布暗形城中,秋毫不犯,扬州民赶月,军孩,或付求以送之。 除州首将意气沉去,接引兵去寿春。 唐诸将请巨献以邀周师,宋其秋曰,如此,则愿一生,不如纵之,以德于敌,则兵一解也,乃命诸将各自首,无得善出击周兵。 由氏寿春之为一级。 其王锦达均于豪州,姚魏寿州深渊,军阵皆出于陈爵,锦达属之为而已。 拥兵五万,无爵战役,将力未爵,无敢言者。 八月,雾尘,端明殿学士王浦,思天扫尖王处那传,显得清天力,尚之。 赵自来遂行之。 殿前兜指挥使,一尘节度使张永德屯下菜,唐江陵人赵以水陆军援寿春。 永德宇之战,仁照以船时兴除,因风纵火,玉焚下菜拂粮,而而讽回,唐冰败退。 永德为铁耿迁于齿,拒拂粮食于步,横绝怀流,细以拒目,游士唐冰不能进。 九月,丙武,以端明殿学士,左散其尝试,全知开封辅士王浦为护布侍郎,冲书密赴史。 冬,十月,鬼友,李仲敬奏唐人寇盛唐,铁骑都指挥使王燕身等级破支,斩首三千余级。 燕身,属人也。 秉子,尚未侍臣,尽朝真脸古薄,多不似收获,仿击之臂,乃兆三思,自今夏岁已六月,秋岁已十月起征,民间辩之。 山南东到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安省其正乡周十余年,至世入朝,除守太师,浅海正。 祭行,尚问宰相,清曹宋之乎,对曰,宋至臣南,审其生感圣恩,上曰,靖朝多不以臣信呆诸侯,诸侯虽有欲效忠结者,其道无由。 王者但能无失其信,何患诸侯不归心哉。 仁武,张永德奏拜唐兵于下采。 适时唐妇以水军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没其船下,迷以铁锁,纵兵及之,船不得进退,逆死者慎重。 永德解经代以赏善游者。 假身,以太祖皇帝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时。 太祖皇帝表为周军事叛官赵普为节度推官。 张永德与李仲敬不相悦,永德秘表仲敬有恶心,帝不知信。 十二将各拥重兵,重心忧恐。 仲敬一日丹其易永德盈,从容燕影,为永德曰,无与公信以肺腑俱为将帅,西乡宜若此之身邪, 永德亦义乃解,永德亦乃解,众心亦安。 唐主闻之,以辣书以重敬,又以厚力。 其书皆报悔及反见之语,重敬奏之。 初,唐使者孙圣,忠摩从帝至大梁,帝呆之圣后,美朝会,班于中书审官之后。 十兆见,饮以纯酒,问以唐使。 圣诞言,唐主为陛下审武,是陛下吾二兴,即得唐辣书,帝大怒,照圣,则已所对不实。 圣正色抗辞,请死而已。 问以唐虚实,莫不对。 十一月,以四,帝命都臣指曹汉宋圣于幼君寻愿,更以帝义问之。 汉宇之饮酒述行,从容问之,圣终不言。 汉乃未曰,有赤,四相古死,圣神色宜然,所邪护,整一官,南相拜曰, 陈锦衣死报国,乃就行。 并从者百于人皆杀之,贬中魔要周司马。 继而帝连圣终结,毁杀之,赵魔,拜魏魏少清。 帝赵化山影视真缘成团,问以妃生,黄白之术。 对曰,陛下位天子,当已至天下位物,安用此为,物生,浅海山,赵周县长立常存问之。 十二月,人生,以张永得为殿前兜点简。 分命重始发成,菜,宋,伯,银,眼,曹,丹等周丁夫数万臣下菜。 世岁,唐主赵淮南迎田害民游圣者罢之。 浅兵布郎中臣处瑶持重臂,浮海如契丹起兵。 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流处瑶不浅。 处瑶刚只有口辩,久之,奋队,树面则契丹主,契丹主亦不知罪也。 属灵,荣州辽叛,弓箭库使召纪文讨平之。 吴越望红替阔境内明补,劳扰颇多,叛明周前红一手书切剑,罢之。 世宗瑞武孝文皇帝忠显德四年,丁四,公元九五七年。 春,真月,己丑朔,北汉大赦,改元天会。 以汉灵学士为荣为中书侍郎,同平张氏,内克省使断横为书密使。 宰相吕请立皇子为王,上曰,诸子皆佑,且功臣之子皆为家恩,而独仙正子,皆自安忽。 周兵为寿春,连年未下,臣中时尽。 其王景达自豪周浅印元使,永安节度使许文整,都军使编稿,北面昭讨使朱元江兵数万,速怀旧之, 军于紫金山,列时于寨如莲珠,与城中风火尘系相应,又驻永到底寿春,御运良已溃之,免更数十里。 将即寿春,礼仲静妖急,大破之,死者无千人,夺其二债。 丁卫,仲静已闻,悟生,照已来月姓怀上。 流仁善请以鞭搞守城,自率众决战,其王景达不许,仁善奋亦成吉。 其幼子重见夜泛周渡淮北,为小孝所执,仁善命妖斩之,左右莫感救, 兼君使周亭够枯于中门已救之,仁善不许。 亭够父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重见妃不爱也,然君法不可思, 明洁不可亏,若带之,则留侍卫不忠之门,妾于公和面目见将士乎,去命斩之,然后成丧。 将士皆感气。 义者以唐元兵上墙,多请罢兵,第一支。 立古请集在地。 二月,丙迎,第十范值,王普旧宇之谋,古尚书,以为,受春围困,迫在旦系,若鸾驾清真,则将士振奋,援兵正孔,成中之王,必可下矣,上月。 庚五,赵有斯更造祭器,祭域等,令国子博士涅崇义讨论制度,未知徒。 甲须,以王普全东京留守监盘开封府市,以三思史章每位大内都巡检,以侍卫都于后寒通位京城内外都巡检。 以害,帝发大梁。 先是周宇唐战,唐水君瑞敏,周人无以敌之,帝美以为恨。 反自寿春,于大梁城西遍水策造战舰数百艘,命唐将促输较北人水战,数月之后,纵横出没,待胜唐兵。 至世命又校尉大将军王还将水君数千字明和眼引入淮,唐人见之大惊。 亦有,帝至下采。 三月,几丑夜,帝渡淮,抵寿春晨下。 根银弹,功患甲昼,君于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及唐先锋寨及山北夷寨,皆破之,斩获三千余集,断其永道,由士唐兵首尾不能相救。 至木,帝奋兵首诸寨,还下采。 唐朱元氏公,颇为元帅节度,臣觉与元有戏,屡表元反复,不可将兵,唐主以武昌节度使养首中待之。 首中至豪州,觉以其王警达之命,照元至豪州济世,将夺其兵。 元文之,愿怒,欲自杀,门下客宋说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贵,何必为妻子死乎,新卯夜,元与先锋豪债史诸人欲等举债万余人将,疲降时后轻不从,元杀之。 帝律其余其余众言流东溃,据令虎杰左乡都指挥使赵朝将水君数千言怀而下。 仁臣诞,帝君于兆部,诸将及唐子金山寨,大破之,杀或万余人,请许文证,编稿,养首中。 于众果颜怀东走,帝自赵部将其数百巡北岸追之,诸将一步其巡南岸追之,水君自中流而下,唐兵战逆死即将者带四万人,或传见梁杖以十万数。 不时,帝池至金山洪,据赵部二百余礼。 事业,宿正怀君,鬼友,从观时至。 流人善闻缘兵败,二坑叹席。 甲午,发进县丁夫数千臣镇怀君,为二臣,加怀水,洗下菜拂粮于其间,二豪,受应援之路。 惠怀水长,唐豪周都兼蓬城郭亭位以水君宿怀,欲言不备,焚拂粮。 幼龙武统君照匡赞参之之,扶兵邀及,破之。 唐齐王警达及陈爵皆自豪周奔归精灵,为敬将指挥使臣得臣全君而还。 勿须,以淮南节度使相逊位五宁节度使,淮南道行营兜间,将兵述镇怀君。 己亥,上字镇怀君妇如下菜。 庚子,赐流人善照,使字则获福。 唐主义自都诸将聚周,中书设人桥匡顺上书切剑,唐主以为举重,留辅周。 唐主问神位统君诸匡业,留存忠以首欲方略,匡业宋罗隐施约,时来天地皆同利,运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业言未然。 唐主怒,扁匡业府周复使,留存忠于饶周。 继而竟不敢自出。 甲臣,帝要兵于寿春臣北。 唐清怀节度使兼氏中留仁善并盛,不知仁,丙武,兼君使周庭垢,迎田父使孙宇等座仁善表,遣时奉之来讲。 甲臣,帝赐人善召,浅河门十万年张宝旭入城宣遇,人善子从让付出谢罪。 悟生,帝大臣甲兵,受祥于寿春臣北,停购等于人善出城,人善卧不能起,帝未劳赐赖,赴令入城养及。 甲臣,洗寿周至下菜,涉周尽死罪以下。 周明寿唐文书巨山林者,并召令赴业,勿问罪。 有常为其杀伤者,无得愁送。 向日证令有不便于明者,令本周调走。 辛亥,以流人善为天平节度使监中书令,致辞略曰,尽忠所事,抗劫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 郑之伐叛,得而未多。 逝日,簇,追赐绝彭臣郡主。 唐主闻之,义赐太师。 帝父以清淮君为中正君,以经人善之劫,以又与领统君阳姓为中正节度使,同平张氏。 前许周司马寒伦,侍卫马君都指挥使令昆之父也。 令昆领政安节度使,轮居于陈州,干预政事,贪污不法,为公私患,为人所送,令昆吕为之气请。 鬼丑,赵免轮死,流沙门岛。 轮后的涉骸,居洛阳,宇光陆清至是柴守礼及当时将向望谱,王燕,王燕超之父由处,事事自衡,洛阳仍为之,为之时阿富。 帝继位太祖寺,仍无敢言守礼子者,但以原就处之,忧其奉给,为常治大粮。 常以小份杀人,有思不敢劫,帝之而不问。 赵开寿周苍镇积明。 丙臣,帝北海,下,四月,己四,至大粮。 赵修永福殿,命宦官孙颜希懂其意。 丁丑,帝至其所,建议图有消事未必,瓦中淡犯者,大怒,斩颜希于世。 帝之客秦,凤也,以蜀兵数千人为怀恩君。 以害,遣怀恩指挥时萧之远等将士八百余人希海。 人武,礼古伏集入建,帝命不败,坐于欲坐之策。 古肯辞入位,不许。 贾身,分江南将促为六军,三十指挥,好怀德军。 以友,赵书遍水北入五丈河,游氏齐,鲁洲及皆达于大粮。 五月,丁友,以太祖皇帝领义成节度史。 赵以律令文古南之,格斥凡杂不一,命是御史之杂事张时等训事,详定为,行统。 唐郭千位将水军断窝口浮粮,又袭拜五宁节度史武行得于定远,行得仅以申免。 唐主以庭位位除舟团练史,冲上淮水路应援史。 属人多言左右为圣马步都指挥史,宝宁节度史,同平章是李廷归位将败父,不应付点兵,廷归义自请罢去。 六月,以丑,属主家廷归俭孝太位,罢君执。 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魏蜀主曰,吴席建庄宗跨河与梁战,即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诸江非有大功,吴的典兵,故士族未福。 金王昭远出于私养,依沈针,韩宝针,赵崇涛皆高粱乳秀子,素不习兵,徒已旧恩至于人上,平时谁敢言者。 一旦将场有事,安能遇大敌乎。 已无官之,为高燕酬太原救人,忠不妇辱,自于无族认者。 属主不能从。 丁丑,以钱华周次使王座为尹周团练使。 座,朴之父也。 朴为宰相,座有宾客,朴长朝服势力。 客座不安息,座曰,犬屯犬不足为其。 秋,七月,丁亥,上至定远军集受春城南之败, 以武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航得位左位上将军。 和阳节度使李济勋位右位大将军。 北汉主出力七秒,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张氏李古沃及二年, 反久表辞位,八月,以害,罢守本官,令每月兼于一亿变殿一阵事。 以书密副使,护部侍郎王普简孝太保,冲书密使。 怀恩君致成都,属主浅子周别驾狐立等八十人东海, 且致书未谢,请通好。 鬼位,立等致大梁。 帝以属主抗礼,不知达。 属主闻之,怒曰,正为天子交似天地时, 耳犹作贼,何敢如是。 九月,中书社人斗衍上书请令有私讨论古经理, 做,大周通理,考证中律,做,大周正乐。 又以,为政之本,莫大责人,责人之众,莫先宰相。 自有堂之莫,轻用名气,始为府闭,即兼三公, 菩社之官。 故其未得之也,则已趋近未兴, 既得之也,则已荣莫未事。 但思解密物之物,守崇众之官, 逍遥临庭,保安宗族。 其令即日宰相于南宫三平, 两审给,舍以上,各举所知。 若必下宿之其贤,自可登庸, 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权之正事。 其岁之间,查其职业,若果能堪称, 其官已高,则除平章事,未高,则稍更千官,权之如故。 若有不称,则罢其正事,则其举者。 若,搬行之中,有缘无职者太半, 其量其才气,受以外任, 事之于是,还则已就官登序, 考其至状,能者尽之,否者处之。 若请,令盗贼自相纠告, 以其所告资产之伴赏之, 或亲戚未知首, 则论其徒履而设其所守者。 如此,则道不能拒饮。 若,新镇乡村团未一营, 各立江左,一户未到, 类其一村,一户被盗, 醉其一江。 每有道发,则鸣鼓举火, 丁壮云集,道少鸣多, 无能拖着。 由氏林献充斥而宜尽独青。 请令他献揭孝之, 亦指道之一树也。 又,内朝以来, 屡下诏书, 听名多种广根, 指书就税, 及其忌种, 则有私履母而增之, 故名皆一句而田不家辟。 夫为正之先, 莫如敦信, 信苟者义, 则田无不广, 田广则古多, 古多则藏之名由藏之官也。 又言, 陛下南针江, 怀, 一举而得八周, 再嫁而平寿春, 威灵所加, 前无强敌。 今以众己寡, 以致乏乱, 事无不可。 但行之贵宿, 则彼民免服国之灾, 此民习转书之困矣。 地懒而善之, 眼, 宜之地也。 东, 十月, 悟武, 涉嫌梁芳正直言极见, 经学幽生可谓施法, 详嫌立礼达于教化等科。 鬼害, 北汉灵州次使杨仲训举成将, 以为灵州防御使。 己四, 以王蒲为东京留守, 听以便宜从事。 以三思使张美冲大内斗点简。 人生, 地发大梁, 十一月, 丙须, 至正淮军, 事业五谷, 纪淮, 丁亥, 至豪州晨熙。 豪州东北十八里有滩, 唐人诈于其上, 还水自雇, 为州兵必不能舍。 物子, 地自公之, 命内殿直康宝义帅甲氏数百, 陈驼驼涉水, 太祖皇帝率骑兵计之, 随拔之, 礼仲静破豪州南关城。 鬼四, 地自公豪州, 王省其拔骑水寨。 唐人屯战船数百余城北, 又直聚木于淮水以献州兵。 地令水军攻之, 拔骑墓, 焚战船七十余搜, 斩首二千余吉, 又攻拔骑养马城, 城中正孔。 丙申夜, 唐豪州团练使郭廷尉上表言, 陈家在江南, 金若巨匠, 孔为唐所种族, 请先遣十余精灵秉命, 然后出将, 帝许之。 新丑, 帝文堂有战船数百艘在四水东, 遇旧豪州。 自江冰业发水陆及之, 鬼卯, 大破塘兵于洞口, 斩首五千余吉, 降促二千余人, 因古行而东, 所至阶下。 以四, 至四周城下, 太祖皇帝先攻其南, 应焚城门, 破水寨及越城。 地居于越城楼, 都将士攻城。 北汉主自即位以来, 方安及进封, 卫皇外掠。 逝月, 契丹遣其大同节度时, 逝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 御同入口。 北汉主遣其中五节度时, 同平章是李存归将兵会之, 南清路州, 至其城下而海。 北汉主之契丹部族逝而不敢拒语之爵, 赠颂勋圣后。 十二月, 以卯, 唐四周守将范在玉举成将, 以在玉卫宿周团练时。 上自至四周城下, 进军中除饶者无的范明田, 宁皆赶月, 针线除宿, 即克四周, 无一族赶善入城者。 帝闻唐战传数百艘伯洞口, 浅其胸之, 唐兵退宝亲口。 勿武旦, 上自将清君自怀北境, 令太祖皇帝将步其自怀南境, 诸将以水君自中流境, 共追唐兵。 十怀兵久无行人, 家伟如之, 多尼闹勾茜, 士族成圣气跋涉真境, 皆忘其劳。 根深, 追及唐兵, 且战且行, 金谷生文数十里。 新有, 至楚周西北, 打破之。 唐兵有颜怀东下者, 帝自追之, 太祖皇帝为前锋, 行六十里, 秦其宝义节度使, 豪, 四, 楚, 海都应援使臣臣昭以归。 所获战船烧臣之鱼得三百余搜, 士族杀逆之鱼的七千余人。 唐之战船在怀上者, 于是敬矣。 郭廷尉使者自精灵孩, 知唐不能救, 命路是参军婆阳里严邹草草将表。 严邹则以忠义, 廷尉以兵临之, 严邹指彼曰, 大丈夫中部副国卫叛臣座将表, 廷尉斩之, 举豪州将, 得兵万人, 梁树万胡。 唐主赏礼言邹之子一官。 仁须, 帝纪怀, 至楚州, 淫于臣西北。 以丑, 唐雄武军使, 知连水县是摧万迪将。 丙迎, 以郭廷尉为博州防御使。 乌臣, 帝公除州, 克其岳臣。 耕武, 郭廷尉未建于行宫, 帝约, 正南针以来, 江南诸江拜王相继, 独青能断窝口福粮, 破定远债, 所以报国足矣。 豪州小臣, 使李锦自守, 能守之乎。 使将豪州兵攻天长。 帝线铁骑左乡都指挥使武守其江旗数百驱扬州, 至高游。 唐人西焚扬州官府明居, 驱其人南渡江。 后属日, 周兵至, 城中于龙并食于人而已, 鬼友, 守其以闻。 帝纹太周无备, 遣兵席之, 丁丑, 拔太周。 南汉中书侍郎, 同平张氏如阴处。 南汉主闻唐吕拜, 悠行于色, 浅时入贡渝州, 为湖南所避, 乃至战舰, 休武备。 继而纵酒憨饮, 曰, 无声的免, 姓乙, 和侠律后世哉。 唐使者陈处遥在契丹, 白契丹主请南游太元, 北汉主后李之。 刘树日, 北海, 净簇于契丹。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293资质通简。 卷294后周继武。 姐妹计划, 数巨像。 起着雍敦赃, 净图为邪洽, 凡二年。 资质通箭第294卷。 后周继武, 起着雍敦赃, 净图为邪洽, 凡二年。 世宗瑞武孝文皇帝下显得五年, 戊武, 公元958年。 春, 真月, 已有, 费匡国军。 唐改元中兴。 丁亥, 幼龙武将军王汉张奏克海州。 几丑, 已是为马军都指挥时寒令昆泉扬州军服侍。 上玉影战舰自怀入江, 祖北神宴, 不得度, 欲凿楚州西北冠水已通其道, 浅使行事, 海岩地形不变, 既功甚多。 上自往事之, 受以规划, 发出周明夫郡之, 循日而成, 用功甚甚。 据见百搜皆达于江, 唐仁大经, 以为神。 仁臣, 拔进海军, 始通无岳之路。 先是地前左建义大夫长安寅日就等始无岳, 与之曰, 清京去虽泛海, 比海, 淮南以平, 当路归尔, 以而果然。 甲臣, 鼠又不阙张九陵见鼠主, 严正事不治, 由奸宁在朝。 鼠主问奸宁为谁, 指李昊, 王昭远以对。 鼠主怒, 以九陵为悔斥大臣, 贬为周禄式参军。 周兵攻处周, 于四巡, 唐处周防御使张燕青固守不下。 以四, 帝自都诸将攻之, 夙于城下。 丁卫, 克之。 燕青与兜监正昭夜游帅重巨战, 使刃接近, 燕青举神床以斗而死, 所不迁于人, 致死无以仁将者。 高宝荣浅指挥十位临江战船百艘东下会伐唐, 至于俄州。 根须, 鼠至永宁君于果州, 以通州立之。 唐以天长为雄州, 以剑武军十亿文云为刺史。 二月, 甲银, 文云举城将。 物武, 帝发楚州。 丁卯, 至扬州, 命含令昆发丁夫万鱼, 驻顾城之东南鱼为小城以致之。 以害, 黄州次使司超奏与控贺又相兜指挥使王审其公堂书州, 秦其次使诗人望。 秉字, 剑雄杰度使征定阳亭张奏败北汉兵于习州城下。 时习州赐使孙义豹足, 亭张为兜奸, 贤旧使李千普曰, 经大驾南征, 则周五守江, 何东必身心。 若奏请待报, 则孤城为以。 集叠千普全习州市, 千普至则修守备。 为己, 北汉兵果至, 诸将请诉就之。 亭张约, 习州城尖江凉, 为一刻也, 北汉功臣久不下, 亭张度其疲困无备, 前与千普约, 各目死士百余夜席其营, 北汉兵金会, 斩首千余吉, 北汉兵岁解去。 三月, 仁无朔, 帝如泰州。 丁亥, 唐大赦, 改元交太。 唐太帝景岁前后凡时表辞位, 且言, 经国为不能服, 请出旧翻证。 燕王红既敌常有军功, 一位四, 景奉上太帝宝册。 齐王景达亦以拜君辞元帅。 唐主乃立景岁为晋王, 嘉天策上将军, 江南西道兵马元帅, 洪周大都都, 太位, 上书令, 以景达为这西道元帅, 润周大都都。 景达以这西方用兵, 故辞, 改辅周大都都。 立洪纪为皇太子, 参决树镇。 洪纪为人猜忌严克, 景岁左右有位出东宫者, 立赤逐之。 其地安定宫从家位之, 不敢欲试, 专以荆棘自渝。 新卯, 上如银鸾镇, 屡至江口, 浅水军及塘兵, 破之。 上文塘战见数百艘伯东水步舟, 将去海口厄苏, 杭路, 浅殿前兜渝后, 慕容颜昭江部齐, 又省武统军送颜沃江水军, 寻江而下。 家武, 颜昭奏大破唐兵于东水步舟, 上浅礼重敬将兵去卢州。 唐主闻上在江上, 孔遂南渡, 又耻将号称番, 乃浅兵部侍郎臣绝奉表, 请传位于太子洪记, 使听命于中国。 诗淮南为卢, 书, 其, 皇位下。 秉申, 绝至迎鸾, 见州兵之圣, 白上, 请浅人渡江取表, 献四周之地, 化江未尽, 以求席兵, 此指圣哀。 上曰, 正本新师指取江北, 今儿主能举国内赴, 正赴贺求, 绝败谢而退。 丁有, 绝请浅其属和门城指流成玉如金陵, 上次唐主书, 称, 皇帝恭问江南国主, 为那知, 物须, 吴越奏浅上直都指挥使, 处周次使少可迁, 秀周次使鹿燕珠已战见四百艘, 士族万七千人屯通周南岸。 唐主附浅流成玉凤表称唐国主, 请献江北四周, 岁书贡物数十万。 于是江北西平, 的周十四, 献六十。 庚子, 上次唐主书, 寓意, 原江诸君及两者, 湖南, 京南兵并当罢归, 齐卢, 齐, 黄三道, 义令联兵境外。 四笔将士及家属皆就道, 可遣人照将校已成义赴之。 江中周见有须往来者, 并令救北岸引之。 辛丑, 成爵慈行, 又赐唐主书, 寓意不必传位于子。 仁营, 上字营鸾妇如扬州。 鬼卯, 赵吴越, 京南军又归本道, 四前红替靠军搏三万匹, 高宝荣一万匹。 甲城, 至宝信君于卢州, 以幼龙武统军照匡赞位节度使。 并武, 唐主浅逢言己现银, 卷, 钱, 查, 骨贡百万以靠军。 即有, 命宋言卧江水军三千宿江巡警。 根须, 赤顾淮南节度使阳行密, 顾申府节度使徐温等墓并量给守护。 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 亦伟长力以时俭孝。 辛亥, 唐主浅其凌辱公徐辽带己来上售。 四月, 郡辩口, 岛河流达于淮, 于世江, 淮州及史通。 下, 四月, 以卯, 地自扬州北海。 星座太庙城。 根深, 神主入庙。 辛有业, 前唐城南火, 严及内城, 官府如社几境。 仁虚弹, 火将及正国仓。 吴越望红替九集, 自强出旧火。 火指, 未左右约, 吴极应栽而月, 众心烧安。 地之南针也, 弃丹尘须入寇。 人参, 地制大梁, 命正宁节度使张勇德将兵被遇北边。 五月, 星四朔, 日有时之。 赵赏劳南针氏族及淮南兴富之名。 星卯, 以太祖皇帝领中午节度使, 岂安省其位平卢节度使。 臣得节度使郭崇公契丹东臣, 拔之, 以报其入寇也。 唐主必周会, 跟明景, 下令去帝号, 称国主, 凡天子一致皆有降损, 去年号, 用周振朔, 仍告于太庙。 左仆社, 同平张氏逢炎己霸位太子太父, 门下侍郎, 同平张氏延续霸位少父, 书密使, 兵部侍郎成绝霸守本官。 初, 逢炎己以取中原之策说唐主, 游是有宠。 炎己常笑列祖籍兵位卧绰, 曰, 安禄所丧才数千兵, 未知错时资接者寻日, 此田舍翁时亮耳, 安族与臣大事。 岂如今上报师数万余外, 而即求艳乐无异平日, 真因主也。 炎己与其党谈论, 常以天下为己任, 更相唱和。 汉陵学是常梦夕旅言炎己等福但, 不可信, 唐主不听。 梦夕曰, 奸言四中, 陛下不悟, 国必亡以, 即臣服于周, 炎己之党相语言, 有位周位代朝者, 梦夕大孝曰, 朱公常遇至君堯, 顺, 何亦今日自卫小巢邪, 众莫然。 自唐主内父, 帝子应其使者赐书, 未常遣使至其国。 即有, 使命太普清逢严鲁, 未未少清中摩使于唐, 赐以御一, 御代等及靠君博十万, 并今年, 清天力。 流成玉之海自精灵也, 唐主使臣诀白帝, 以江南无鲁田, 愿得海陵沿尖南属以善君。 帝曰, 海陵在江北, 难以郊居, 当别有处分, 至是, 赵岁之言三十万湖以给江南, 所俘获江南氏族, 稍稍归之。 六月, 仁子, 朝一节度使李云奏及北汉时会官, 拔其六债。 以卯, 靖州奏都兼李千普及北汉, 破效益。 高宝荣遣使劝属主称藩于周, 属主报以钱遂浒利致疏于周而不达。 秋, 七月, 丙须, 出行, 大周行统。 地狱均田租, 丁亥, 以原枕, 均田图, 便赐诸道。 论月, 唐清元节度使兼中书令刘从校浅崖江江蔡众云一商人符, 以卷表至隔代中, 兼道来称番。 唐江西元帅靖王景岁之父洪周也, 以十方用兵, 乞求大臣以自父, 唐主以书密父使, 公布侍郎李征骨为正南节度父使。 征骨傲狠专字, 景岁虽宽厚, 久而不能堪, 常欲斩征骨, 自居于有私, 左右见而止, 景岁呼呼不乐。 太子洪记在东宫多不法, 唐主怒, 常以求账及之曰, 无当父赵景岁, 招庆宫使员从犯从景岁为洪周都压牙, 或赠从犯之子于景岁, 景岁欲杀之, 从犯犹是愿望。 洪记闻之, 密浅从犯读之。 八月, 庚臣, 景岁及求可胜, 从犯进江, 景岁引之而处。 未病, 体一愧。 唐主不知之, 赠皇太帝, 誓约文臣。 新寺, 南汉中宗卒, 长子为王继心及地位, 庚明场, 改元大宝。 场年十六, 国事皆决于宦官御清宫使宫陈说, 书及女侍中卢穷仙等, 台审官被位而已。 甲申, 唐使致敬奏愿于大梁。 仁臣, 命西上阁门使灵寿曹兵使于吴越, 似吴越望红替其军钢甲二百, 步军甲五千吉他兵器。 兵士必及反, 不受溃疑, 吴越仁以清州追与之, 至于数四, 兵曰, 吴终不受, 是窃明也。 尽及其数, 归而献之。 帝曰, 向之奉使者, 乞丐无厌, 使四方清朝命, 清能如是, 甚善。 然比以宜清, 清自取之。 兵使败寿, 西已散于清时, 家无留者。 兴丑, 冯颜鲁, 中魔来自唐, 唐主手表谢恩, 其略曰, 天地之恩厚以, 父母之恩生以, 子不谢父, 仁和报天。 唯有赤心, 可愁大造。 又起笔翻方, 四诏书。 又称, 有情侍令中魔上奏, 其令早孩, 唐主赴令魔白帝, 欲传位太子。 九月, 丁四, 以严鲁为行部侍郎, 摩位给侍中。 几位, 先遣摩孩, 四书欲矣, 未可传位, 之矣。 唐主赴潜力不上书, 知书密愿应重义来赫天清节。 地谋法属, 东, 十月, 吉卯, 以户部侍郎高防卫西南面水路致致使, 又赞善代辅李玉为判官。 甲午, 帝归逢严鲁及左肩门为上将军许文枕, 又牵牛为上将军编稿, 为卫清周亭购于堂。 堂主以文枕等皆拜君之福, 弃不复用。 高宝荣在以蜀主书, 劝称臣于周, 蜀主即将向一支, 李昊曰, 从之则君父之辱, 为之则周师必至, 诸将能聚周乎, 诸将皆曰, 以陛下圣名, 江山显故, 岂可望风屈服。 莫玛丽兵, 正位今日。 臣等请以四位设计。 丁有, 属主命号草书, 即言拒绝之。 赵左散其长室须臣爱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 均定田租。 庚子, 赵诸州并乡村, 律以百户卫团, 团治其长三人。 地流新农室, 客墓为庚夫, 残妇, 置之殿亭。 命武圣节度使宋颜沃以水军寻疆。 高宝荣奏, 文王师将法蜀, 请以水军去三峡, 照包之。 十一月, 根须, 赤豆眼编辑, 大周通礼, 大周震乐。 辛亥, 南汉藏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 妙号中宗。 以丑, 唐主父前礼部侍郎中摩入见。 礼玉至长安, 获言, 蜀归安正在长安南三百余里, 可惜取也, 玉姓之, 蝶永新节度使王燕超, 索兵二百, 燕超以为归安道阻碍难取, 玉曰, 无字奉秘指, 燕超不得已语之。 玉将以往, 十二月, 蜀归安正二使李承勋, 巨显妖之, 斩玉, 其重皆眉。 以幼, 蜀主以幼为圣步君都指使赵重韬为北面招讨使, 丙须, 以奉鸾速为都指挥使, 五姓节度使兼中枢令孟一夜为朝五, 文周都招讨使, 左为圣马君都指挥使赵思静为东面招讨使, 山南西道节度使韩宝针为北面兜招讨使, 将兵六万, 分屯要害以贝州。 丙须, 照繁朱色客户及奉户并乐归周县, 其木职, 周县官自经并知奉钱及米脉。 初, 唐太傅兼中枢令楚公送祈秋多数捧党, 欲以专顾朝权, 造尽之事征赴之, 推奖以为国之元老。 书密使臣诀, 副使李征古是祈秋之事, 游娇慢。 集许文诊等败于紫金山, 绝与祈秋, 警达自豪州顿归, 国人凶俱。 唐主常探约, 吾国家一招至此, 阴气下。 真谷约, 陛下当至兵以汉敌, 替气何谓。 其因酒过量邪, 将如母不治邪。 唐主色变, 而真谷举止自若。 会思天奏, 天文有变, 人主已必为嚷哉, 唐主乃约, 或南方应, 无欲试去万机, 七星冲击, 谁可以托国者。 真谷约, 宋公, 造国寿也。 陛下如燕万机, 何不举国寿之, 绝约, 陛下身居敬忠, 国事皆为宋公, 先行后闻, 臣等时入室, 谈室, 老而以, 唐主心运, 及命中书涉人 欲章臣 乔草照行之。 乔皇孔请见, 曰, 陛下一属辞照, 臣不负的建议, 应及言其不可。 唐主孝曰, 耳意知其非邪, 乃之。 游氏英靖王出阵, 以真谷为之父, 决自周海, 亦罢尽职。 忠摩素语理得名善, 以得名之死愿祈求。 即奉使归唐, 言于唐主曰, 祈求成国之为, 据谋篡妾, 臣诀, 理真谷为之语义, 理不可容, 臣诀之自周海, 较以地命为唐主曰, 闻将难连遂俱命, 皆宰相延续之谋, 当为我斩之, 唐主之觉素于序有戏, 故谷之幸。 忠摩主父之于周。 唐主乃因摩父命, 上言, 九聚王师, 皆臣于谜, 非絮之罪, 帝闻之, 大经约, 审如此, 则絮乃忠臣, 正为天下主, 乞教人杀忠臣乎, 摩还, 以白唐主。 唐主欲诸其丘等, 父遣摩入丙于地。 帝以异国之臣, 摩所可否。 几害, 唐主命之书密怨因从一草照报其丘, 绝, 真骨罪恶, 听其丘归酒化山就饮, 官绝惜如故, 绝则受国子博士, 宣周安智, 真骨消夺官绝, 四自禁, 党语皆不问。 遣誓告于周。 并五, 属以侠鹿巡简至至始高焰愁未昭讨时。 平庐节度使, 太师, 中书令臣王安审其仆夫安有境与其必窃通, 窃恐是谢, 与有境谋杀审其, 有境不可, 窃曰, 不然, 我当反告辱, 有境拒而从之。 世宗瑞五孝文皇帝下显得六年, 即位, 公元九五九年。 春, 真月, 鬼丑, 审其最首请, 窃取审其所诊见受有境而杀之, 人境杀是必在杖下者已灭口。 后属日, 其子手中使之之, 只有境等寡之。 初, 有思将立正仗, 宿舍乐陷于殿庭, 帝观之, 见忠庆有舍而不及者, 问乐宫, 皆不能对。 乃命斗眼讨论古今, 考证雅乐。 王普速英律, 帝以乐事寻之, 普尚书, 以为, 礼以俭行, 乐以至心, 行顺于外, 心和于内, 然而天下不治者为之有余, 也。 是以礼乐修于上, 而万国化于下, 圣人之教不速而成, 其正不言而至, 用此道也。 夫乐生于人心而生成于物, 物生即成, 富能感人之心。 习者皇帝吹九寸之管, 得皇中正生, 伴之为轻生, 备之为缓生, 三分损益之以生十二律。 十二律炫香卫公已生七调, 卫义军。 凡十二军, 八十四调而大悖。 遭秦灭学, 历代致乐者喊能用之。 唐太宗之事, 祖孝孙, 张文收考镇大乐, 被八十四调。 安, 使之乱, 弃于公十王八九, 至于皇朝, 荡尽无疑。 时有太常博士英寅孙, 按, 考功绩, 驻博中十二, 编中二百四十。 楚氏肖成迅孝定时庆, 经之在现者事也。 虽有中庆之状, 书无相应之和, 其博中不问音律, 但循环而及, 编中, 编庆徒玄而矣。 丝, 竹, 袍, 土井有七身, 名为皇中之功, 其存者九曲。 考之三曲邪律, 六曲参赦诸调。 盖勒之废缺, 无甚于今。 陛下武功记者, 垂亦礼乐, 以臣长学律律, 宣誓古今乐路, 命臣讨论。 臣井如古法, 以巨数定尺, 长九寸近三分位皇中之管, 与今皇中之身相应, 因而推之, 的十二律。 以为众管护吹, 用身不便, 乃做律准, 十有三弦, 其长九尺, 皆应皇中之身, 以次赦助, 为十一律, 及皇中轻身, 炫用七律以为义君。 为君之主者, 宫也, 真, 商, 宇, 角, 便宫, 便真赐焉。 发其君主之身, 归于本应之律, 迭印不乱, 乃成其条, 凡八十一调。 四法九诀, 出臣独见, 其及百官效其得失。 赵从之, 百官皆以为然, 乃行之。 唐送祈秋至九华山, 唐主命锁其地, 血墙给饮食。 祈秋探约, 无习献谋忧让皇帝足于泰州, 以其及此, 乃亦而死。 誓约丑谋。 初, 汉灵学士长梦兮之宣政院, 参与激政, 升及其秋之党, 述言于唐主曰, 不去此属, 国必为王, 与逢言己, 未曾之徒日有争论。 九之, 罢宣政院, 梦兮欲遇不得志, 不赴遇事, 日纵九成吉而簇。 及其秋死, 唐主曰, 长梦兮平身欲杀其秋, 恨不使见之, 赠梦兮左仆舍。 二月, 丙子朔, 命王谱如何因暗形何低, 立斗门于便口。 人武, 命侍卫都指挥使寒通, 宣徽南院使吴庭座, 发徐, 宿, 宋, 丹等周丁夫数万骏便水。 假身, 命马君都指挥使寒令昆自, 大梁城东岛遍水入于菜水, 以通城, 隐之曹, 命不均都指挥使元燕郡武藏区东过曹, 即, 梁山坡, 以通清, 运之曹, 发基内吉华, 伯丁夫数千以攻其矣。 丁亥, 开封府奏塑税就一十万二千余请, 经案行的县填四万二千余请, 赤捡三万八千请。 诸周行田史孩, 所奏献田, 简之访词。 淮南基, 上命以弥带之。 或曰, 明平, 恐, 不能长, 上曰, 明无子也, 安有子道玄而父不畏之解哉。 安在则其必长也。 根深, 疏密使王朴簇。 上林其丧, 以玉月酌的, 痛哭数四, 不能自止。 朴姓刚而锐敏, 制掠过人, 尚已是席之。 家子, 赵以北比卫父, 将姓苍州, 命义武节度使孙行有汉西山路, 以宣徽南院使吴廷坐全东京留守, 判开封府市, 三司使张美全大内都部署。 丁卯, 命是魏清军都于侯寒通等将水陆军先发。 甲虚, 上发大梁。 下, 四月, 根营, 寒通奏自苍州至水道入汽丹境, 炸于甘宁军南, 补坏房, 开游口三十六, 岁通营, 末。 新卯, 上至苍州, 即日率不齐数万发苍州, 直驱契丹之境。 河北州县飞车驾所过, 民间皆不知之。 仁臣, 上至甘宁军, 契丹宁州次使王洪举成将。 乙卫, 大至水军, 分命诸江水陆巨下, 以寒通卫陆路都部署, 太祖皇帝为水陆都部署。 丁有, 上玉龙舟沿流而北, 逐炉相连树十里。 己亥, 至独流口, 宿流而兮。 新丑, 至义金冠, 契丹守江中亭辉以成将。 自是以兮, 水陆见爱, 不能胜聚见, 乃舍之。 人云, 上登陆而兮, 素鱼也赐, 世卫之士不及一缕, 从官皆恐惧。 狐其连群出其左右, 不敢逼。 鬼卯, 太祖皇帝先至瓦桥关, 契丹守江瑶内兵举成将, 上入瓦桥关。 内兵, 平州人也。 甲丹, 契丹末周次使刘楚信举成将。 真月, 以四朔, 世卫清军都挥使, 天平节度使李仲敬等使引兵即至, 契丹迎周次使高燕辉举成将。 燕辉, 继周人也。 于是关南西平。 秉武, 燕朱江鱼行宫, 亦取幽州。 诸江以为, 陛下离京四十二日, 兵部写任, 取燕南之地, 此部逝之公也, 经鲁齐皆居幽州之北, 未宜深入, 上不悦。 逝日, 去先锋都指挥使流众进先发, 聚故安。 上自治安阳水, 命坐桥, 惠日墓, 还宿瓦桥, 逝日, 上不遇而止。 契丹主浅使者日迟七百里义静阳, 命北汉主发兵挠州边, 闻上南归, 乃罢兵。 悟生, 孙行有奏拔一州, 秦契丹赐使礼在清, 县之, 斩于君士。 即有, 以瓦桥官位雄州, 歌荣臣, 归义二县立之。 以义京官位罢州, 歌文安, 大臣二县立之。 发兵, 帝丁夫树千臣罢州, 命韩通董其义。 根须, 命理重进将兵出土门, 及北汉。 辛亥, 以士卫马步兜指挥时, 韩令昆为罢州都部署, 以臣节度流后臣思让为雄州都部署, 各将步兵以树之。 仁子, 上自雄州南海。 己四, 李仲敬奏拜北汉兵于北境, 斩首二千余吉。 甲虚, 帝制大梁。 六月, 以骇朔, 朝一节度使李云奏吉北汉, 拔辽州, 或其次使张批。 丙子, 郑州奏和绝缘武, 命宣辉南院使吴炎作发尽献二万余夫赛之。 唐清元节度使刘从孝遣使入供, 请致敬奏愿于京师, 直立中朝。 物营, 照报以, 江南尽赴, 方物随怀, 清酒奉精灵, 未可改图。 若至底上都, 与彼抗衡, 受而有之, 罪在于震。 清远修直供, 足表忠情, 免是旧君, 且宜如故。 如此, 则于清赌始终之意, 于正尽柔远之仪, 为乃通方, 量达与义, 唐主浅其子继功从善与忠谋俱入赴, 上问摩曰, 江南义治兵, 修首被呼, 对曰, 继臣是大国, 不敢赴尔, 上曰, 不然, 向时则为仇敌, 今日则为一家, 无语辱国大义已定, 饱无他于。 然人生难其, 至于后世, 则是不可知。 归于乳主, 可及无时完成锅, 善甲兵, 俱首要害, 为子孙计。 魔龟, 以告堂主。 堂主乃成精灵, 凡诸周辰之不完者弃之, 树兵少者亦之。 陈光曰, 或问臣, 五代帝王, 唐庄宗, 周氏宗皆称英武, 二主孰贤。 陈映之曰, 夫天子所以统治万国, 讨其不服, 辅其为弱, 行其号令, 依其法度, 敦明信义, 以兼爱照明者也。 庄宗既灭粮, 海内震动, 湖南马氏浅子西藩入贡, 庄宗曰, 笔文马氏之夜, 终未高御所夺。 经有而如此, 欲岂能得之灾。 欲, 马氏之粮佐也。 西藩凶兮生文庄宗言, 促缴其负命而杀之, 此乃是道商骨之所为, 岂帝王之体灾。 盖庄宗善战者也, 故能以若尽胜强梁, 既得之, 曾不属年, 外内离畔, 置身磨索。 陈游之用兵之术, 不知为天下之道故也。 世宗以信令御群臣, 以正义择诸国, 王桓以部将受赏, 留人善以坚守蒙包, 延续以尽忠获存, 属兵以反复救诸, 逢道以诗结背弃, 张美以斯恩见书。 江南未福, 则清犯史实, 其余必客, 祭福, 则爱之如子, 推陈敬言, 为之远律。 其鸿归大度, 其得与庄宗同日与哉。 书, 曰, 无偏无党, 王道荡荡, 又曰, 大邦为其力, 小邦怀其得, 是宗敬之矣。 兴四, 剑雄节度使阳亭章奏出北汉, 将宝寨依十三。 鬼位, 丽皇后服侍, 宣义皇后之女帝也。 丽皇子宗训魏梁王, 领佐魏尚将军, 宗让魏燕王, 领佐骁魏尚将军。 上玉相淑密使为仁谱, 义者以仁谱不由科帝, 不可谓相。 上曰, 自古用文武才略为辅佐, 起敬由科帝邪, 己丑, 家王谱门下侍郎, 与范直接参之淑密怨事。 以仁谱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事, 淑密使如故。 仁谱虽处全要而能迁景, 上性言及, 竟只有五指者, 仁谱多饮罪归己已就知, 所权活十七八。 故虽其刀比利, 智慧宰相, 食人不以为田。 又以宣辉南院使无言作为左宵魏尚将军, 冲书密使。 家归得节度使, 世卫清君都于后寒通, 正宁节度使兼殿前都点简张勇德, 并同平章事, 仁以通冲侍卫清君赴兜指挥使, 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点简。 上常问大臣可谓乡者于兵部上书张昭, 昭见李涛。 上恶然曰, 涛清伯吾大臣体, 正问乡而亲手见之, 何也, 对曰, 陛下所责者细行也, 臣所举者大解也。 习近高祖之事, 张燕则虐杀不孤, 涛类书请诸之, 以为不杀必为国患, 汉隐帝之事, 涛意上书请解先帝兵权。 夫国家安为为行而能见之, 此真宰相弃也, 臣事已见之。 上曰, 清言圣善且至公, 然如涛者, 终不可置之中书, 掏洗灰鞋, 不修蝙蝠, 与帝幻聚以文学著名, 虽甚有爱, 而多血浪, 无常又体, 尚以示薄之。 尚以汉陵学士丹妇王者幕府就聊, 吕欲向之, 以其事久无减而罢。 鬼四, 大剑, 照范指等入寿顾命。 上曰, 王者翻底故人, 正若不起, 当相之, 只等出, 香味曰, 这终日游醉香, 起堪味香。 圣无谢此言。 逝日, 上卒。 上再翻, 多物涛惠, 及及位, 破高平之寇, 仍使服其英武。 其欲君, 号令严明, 仍莫敢犯, 功臣对敌, 使时落其左右, 人皆失色, 而上略不动容。 应激决策, 出人意表。 又情于位置, 百思不及, 过目魔所望。 发肩制服, 聪茶如神。 闲暇则照如者独前使, 商却大义。 性不好私足真丸之物, 常言太祖养成王骏, 王因之恶, 至君臣之分不忠, 故群臣有过责面职责之, 福责赦之, 有功责厚赏之。 文武参用, 各尽其能, 人无不畏其名而怀其慧, 故能破敌广的, 所向无钱。 然用法太言, 群臣直视小有不举, 往往致之即行, 虽素有才干生名, 磨锁开诱, 寻意毁之, 末年尽宽。 登霞之日, 远而哀慕焉。 甲午, 宣夷赵, 命梁王宗迅及皇帝位, 申七年矣。 秋, 七月, 仁虚, 以侍卫清军兜指挥使李仲敬领淮南节度使, 副兜指挥使韩通领天平节度使, 太祖皇帝领归得节度使。 以山南东道节度使, 同平张士向拱为西京留守。 根深, 加拱兼是中。 拱, 即向迅也, 避宫地名改焉。 丙银, 大赦。 唐主以精灵去周境才隔一水, 红周显故居上游, 及群臣一喜都知。 群臣多不欲喜, 为书密副使, 给侍中唐稿劝之, 乃命经营玉章为都臣之志。 唐自怀上用兵及歌江北, 臣是渝州, 岁时贡献, 辅藏空节, 钱亦少, 物价藤贵。 礼部侍郎中摩请住大钱, 亦当五十。 中书社仍含西仔请住铁钱。 唐主使皆不从, 摩尘请不倚, 乃从之。 事曰, 使驻当时大钱, 文曰, 永通全或, 又驻当二钱, 文曰, 唐国通宝, 与开元钱并行。 八月, 物子, 属主以李浩领五姓节度使, 又不确理其上言, 故事, 宰相五领方正者, 属主曰, 浩家多荣费, 以后陆幽之耳, 起, 穷州人, 姓姓直, 李浩常语之曰, 以子之才, 苟能甚莫, 当为汉林学士, 起曰, 似无蛇, 乃不言耳。 根营, 立皇帝宗让为曹王, 根明兮让, 兮警为继王, 兮惠为齐王。 九月, 秉武, 唐太子宏祭促, 有思隐这西之功, 誓约无宣。 据荣卫全交章记上言, 太子之德, 主于孝敬, 今世以武功, 非所以防为而胜德也, 乃更誓约文献, 酌继位上原位。 唐礼部侍郎, 知尚书审是中魔术奉使入周, 传是宗命于唐主, 是宗集唐主皆后代之, 是此交恨于齐国, 三审之事皆欲焉。 文献太子总朝政, 摩囚兼东宫官不得, 乃见其所善言是魏斯一郎, 长百思官启。 李德明之死也, 唐搞玉其谋, 摩文搞授求, 长面杰之, 搞圣句。 摩羽天威都于后章鸾善, 术于弘帝平仁与智叶芬, 搞赠诸唐主曰, 摩羽鸾器类不同, 而过湘清霞, 摩履史上国, 鸾北人, 孔其有异谋, 又言, 永通大前明多道著, 犯法者众, 吉文献太子促, 唐主欲方其母帝正王从家, 摩长羽记公从善同奉使于周, 相后善, 言于唐主曰, 从家得清至诺, 又酷幸逝世, 非人主才。 从善果感宁众, 一味四。 唐主犹示怒, 寻喜从家为吴王, 上书令, 知正事, 居东宫。 东, 十月, 摩请令张鸾以锁步兵寻角都城。 唐主乃下赵报摩清官之罪, 贬国子司业, 刘饶舟, 贬张鸾为宣舟赴使, 为己, 皆杀之。 费永通前。 十一月, 仁迎朔, 藏瑞武孝闻皇帝于庆灵, 妙号逝宗。 南汉主以中书涉人中允章, 班府就辽, 卓位尚书又臣, 参政事, 甚为认之。 允章请诸乱法者数人以正刚计, 南汉主不能从, 换官文而恶之。 南汉主将四环丘, 前三日, 允章率理官登坛, 四顾指挥设神位, 内侍兼许燕真望之曰, 此谋反也, 即待见登坛, 允章斥之。 允章持入宫, 告允章欲于交四日作乱。 南汉主曰, 正待允章后, 岂有此邪, 欲清宫使宫臣书, 内侍兼礼托等共振之, 以允章言未然, 乃收允章, 戏寒章楼下, 命患者与礼部尚书学用批杂志之。 用批诉与允章善, 告已必不免, 允章只用批手契约, 老夫今日游积上肉耳, 分为仇人所烹。 但恨庸, 昌幼, 不知无冤, 及其长也, 恭为我与之。 燕真闻之, 骂曰, 反贼御使其子报仇邪, 赴白南汉主曰, 允章与二子共登坛, 前有所到, 据斩之。 自是宦官一横, 李托, 丰周人也, 兴亥, 南汉主寺环丘, 大赦。 为己, 以功臣书位左龙虎官君荣使, 内太师, 军国之事皆取绝焉。 凡群臣有才能及尽是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 皆先下残是, 然后的尽, 亦有自公以求尽者, 亦有免死而公者, 由是患者尽二万人。 贵显用是之人, 大抵皆患者也, 为是人为门外人, 不得遇事, 促以此亡国。 唐更命红周约南昌府, 剑南兜, 以武清杰渡使和靖诸位南兜留守, 以兵部尚书臣继善位南昌影。 周人之功勤, 凤也, 属中凶聚。 兜官郎中徐吉府自负财略, 事不得志, 应解党与, 谋凤前属高祖之孙少府少兼王令一为主以作乱, 会周兵退而止。 治是, 其党有告者, 收不知, 吉府自杀。 十二月, 甲午, 赐令已死。 端明殿学士, 兵部侍郎都已始于堂, 天于雪, 堂主欲受赵于无下。 一曰, 时者奉赵而来, 不敢施就礼。 若雪瞻服, 请四他日。 堂主乃拜赵于亭。 契丹主前其旧始于堂, 太周团恋始经喊如木刺客始杀之。 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义, 久憨, 其更衣。 久不返, 是之, 施其首义。 自是契丹与堂诀。 喊如, 济周人也。 陈光颜, 先奉赤边及历代君臣世姬, 又奉圣旨赐明, 资至通鉴, 经已了毕者。 拂念陈信时于鲁, 学术荒书, 凡百世卫, 皆出人下。 读于前史, 粗长静心, 自幼至老, 是之不厌。 每换迁, 故以来, 文字繁多, 自不依之事, 独之不辩, 旷于人主, 日有万机, 何侠周懒。 陈长不自魁, 御山靴冗长, 举搓机要, 专取官国家兴衰, 戏申明修妻, 善可谓法, 恶可谓戒者, 未编年一书。 始先后有轮, 经粗不杂, 私家力薄, 无有可成。 福玉英宗皇帝, 资锐智之姓, 夫文明之志, 私利揽古事, 用徽章大游, 爱照下沉, 笔之编辑。 陈素席所愿, 一朝获申, 勇跃奉承, 为据不称。 先帝人命自选辟官署, 于崇文院制局, 许借龙图, 天章阁, 三管, 密格书籍, 赐以玉府比莫增薄及玉前前以公国耳, 以内臣位臣寿, 眷玉之荣, 敬臣莫及。 不幸疏未敬玉, 先帝为弃群臣。 陛下少因大统, 清臣先至, 宠以官绪, 西之嘉明, 美开经言, 常令禁毒。 臣虽玩瑜, 和两朝之呆如此其后, 允申丧缘, 魏族报塞, 苟致力所及, 其感有疑。 会差之永兴君, 以衰及不认智聚, 其就荣官。 陛下府从所欲, 屈赐荣养, 差叛西金流思玉使台及提举松山重拂工, 前后六任, 仁听以书局自随, 给之录制, 不择职业。 臣继无他事, 得以严经极律, 穷劫所有, 日历不足, 寄之以夜。 遍阅旧史, 旁采小说, 简读迎记, 浩如烟海, 绝志幽影, 孝季豪灵。 上起战国, 下中五代, 凡1362年, 修成294卷。 又略举世目, 年经国委, 已被简询, 为目录三十卷。 又参考群书, 凭其同意, 笔归意图, 为, 考义, 三十卷。 和354卷。 自治平开局, 戴经史辰, 岁月焉久, 其间抵悟, 不敢自保, 罪腹之重, 故魔所逃。 尘光尘皇尘聚, 顿手顿手。 众念成为黎雀亭, 时有五年, 虽身处于外, 区区之心, 朝夕雾昧, 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 故以奴俭, 无师而可, 是以专事千茜, 用愁大恩, 数捷捐臣, 少必海月。 尘经该谷俱脆, 目是昏镜, 齿牙无几, 神时衰号, 目前所为, 炫种遗忘。 尘之经历, 尽于此书。 福望陛下宽其望座之诛, 查其愿中之意, 以清闲之宴, 十次有懒, 兼前世之心衰, 考当今之得失, 加善今恶, 取得舍非, 足以冒击鼓之盛得, 积无前之志志。 彼似海群生, 贤蒙祈福, 则臣虽为鼓九泉, 致愿永必矣。 颈奉表辰静以文, 成光成皇成聚, 顿手顿手, 景言。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 This e-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wiki source, e.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 built by volunteers,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 novels, poems, magazines, letters. 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books for any purpose, 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shuari-like sandianling, unported, er, license or, at your choice, those of the new FDL, sand. wiki 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 it a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 You can report them at this page, si. 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 卡尔正麦, ruang, emlu, fair, liu-seal, mhshr, patrick kof, shiseo, jason swak, jion ken 604, niao jia, dimon ben, namoku, isaq chen, gau den er, shi xin, wun bi sian qin, jang boiing, chik kukin, the karen of pooto, r96340, mid lindin, yu shi, zansha, sac home 88, oten igh ht, a seafiri, fofos 7097, heng, sang fo, fipuzer, chaplin, bruce 2403, a seafiri, shu shang xie chue, phu wei, yu mato, yu mato, kkn g09, shogun z, nting, dola kasky, jason ke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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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x 36, kcx 36, xin g g g wu, hayvn 0413, j, chen, hwa wun tán shu, yu kwen nian tau, cbos 1911, 十四 line, yú baxing, chuzan yu yu, z yu fé 1999, scumman, ff 19, Tevatron Tilda's Wicked Source Jesus S.W. XW. 547 Rocket 000 Mao, Correct 季节公园 马涛 WooJay到底 Earth Sound Mot JDX Yonatan Seabrand Fteer Cell Mark Cyber Skull Mbet Boris 23 Kobbalini Bromes Klaus 安东大将军我国王 Tintilda Commons Wiki Azotas Bender 235 Patricia Justice WYT WYT 1995 Silent Sed White Elona Orange Lenryki Yu Ling Ling Hong Jen Jing Jing Show Bu Malins H2NCH H2COOH NuEKWA Cyber Cavalier Cyber Cavalier Henry XVI Fistr Bomosh Abalomando Thurin 29 Tong Triarch Quest for Truth Lagolas 1024 Hat 600 N225 N225 Cyrecya Rate Corsori Folius NKUY I SENYN Countershymai Evan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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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tic Fierce Fraouli666 SL Kend Albert Fan Fan HTTPS Wiki Source.org HTTPS www.creativecommons.org -licenses-sa-3.0 HTTPS www.new.org -copyleft-fdl.html HTTPS Wiki Source.org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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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Scriptorian Wiki Wiki proof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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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 Wiki Wi measures Wiki Wa Wiki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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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